还第一次怀孕就生了五只金龙 可人畜无害的夫君竟无情撕碎她的四肢 五只仔仔及时出现救下女孩 本以为能死里逃生过上安稳生活 让五仔并不是单纯救母 而是为了日夜折磨让她生不如死 原本女孩是部落中最美的狐兽 和她的性格自私自利娇难无礼 为了成为男主姻缘的伴侣 甚至不惜用肮脏的手段倒贴 女主露面儿一气之下把她扔到废物黑龙家里 最终她成了黑龙伴侣 还生下五只仔仔 可她却把无辜黑龙和仔仔当出气筒 不仅把黑龙驱逐出部落 还每天把幼崽们吊在树上抽打 而崽崽们也在她的压迫下逐渐黑化 终于在长大成人后化身恶毒反派大王 对她日夜折磨让她生不如死 因为车祸丧生的胡椒 刚好穿到这个恶毒女配身上 当她知道原主的结局后直接傻眼 幸好现在反派们还是幼崽妻 一切还有挽救的机会 她得赶紧回家赶化大反派和崽崽们 按着记忆终于找到了原主的木屋 可面前这臭轰轰破旧的一吹就她的木屋 真的是可以住的地方吗 正要进去时胡椒听到不远处的争吵声 这是阿爹给我们的食物 快把食物还给我们 只见几个瘦成皮包补的小奶奶 正被一群十来岁的幼崽欺负 一群丑八怪还想吃肉 你们就不该生下来 她记得仔仔们黑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成天被欺负 于是立马上前呵斥那群熊孩子 可听到她的声音 小仔仔们目光惊恐 瘦小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坏磁性又要来打我们了吗 以前只要与部落里的幼崽发生冲突 原主不管对错都会狠狠揍他们一顿 那群调皮的幼崽看见胡椒 冲他坐落的鬼脸撒腿就跑 见状他气得捡起泥巴就扔向他们 幼崽们没想到胡椒会对他们动手 跑得慢的被砸得一头栽进了泥巴坑里 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 胡椒继续放狠话 以后再敢欺负我家宰崽 我就揪下你们的小鸟 全做成小鸡顿魔 蜷缩在泥坑里的几个宰崽都看傻了眼 这个坏磁性居然会保护他们 还叫他们我家宰崽 以前可都是叫他们死杂种的 宰崽们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真的是那个恶毒磁性吗 看着跑远的熊孩子 胡椒这才走向自己的宰崽 可一眼看去发现只有四只兽崽 在定睛一看 唯一的磁性宰崽龙灵儿怀里抱着一条小黑蛇 他这才想起来 由于原生从不给宰崽们饭吃 老五龙摇营养不良 只能保持着瘦型龙身 因为太瘦小 所以像小蛇一样 看着愣在原地的宰崽 他有些心疼 伸手就想把他们从泥坑里拉起来 可这简单的动作 竟让宰崽们露出惊恐的神色 不要打我们 我们知道错了 就在这时 老大龙玉张开双臂护住身后的弟弟妹妹 要打就打我吧 都是我惹的祸 此话一出 龙灵儿和双目失明的老二龙袖纷纷惊惊呼 不行别打大哥 我们已经半个月没吃饱饭了 再打会死的 一直沉默咬牙的老三龙中忽然上前和龙玉并肩 要打一起打 我们不怕你 看着相互求情的几个小崽崽 胡椒的心就像被石头砸到了一样 原生对几个崽崽不是打就是骂 从未关心过他们 现在他忽然对他们好 恐怕他们一时还难以接受 胡椒无奈一笑收回手 谁说我要打你们了 太阳快下山了 你们准备在泥坑里睡觉吗 起来去洗洗 回家我做饭给你们吃 闻言龙玲儿有些动容 你 你真的不打我们吗 吃饭睡觉这些他们从未奢望 不挨打就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 就在这时龙中突然拉住龙玲儿 别信他 你忘了以前他骗我们进屋 结果把咱们锁在屋里差点被打死了 他原本一脸期待的想拉住龙玲儿的手 可听到龙中的话 他的笑容顿时挂不住 胡椒只知道原生不待见这些宰宰 但没想到原生竟这么恶毒 真不是个东西 思索片刻胡椒只好妥协 我先回去做饭 你们洗干净后早点回家吃饭 几个仔仔不可置信的 看着胡椒离开的背影 他 他真的没打我们 老二龙袖依旧阴沉着脸 别信他的鬼话 他肯定是想把我们关起来的 但龙玲儿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稀奇 他做梦都想要一个温柔的娘亲 就像今天这样能赶走坏蛋 还关心他们 给他们做饭的娘亲 老大龙玉神情严谨 玲儿 那个恶毒磁性诡计多端不要相信他 可龙玲儿却失落地垂下脑袋 大哥我好饿 都怪我 要是刚刚那块肉没被抢走 今晚我们就有吃的了 龙玉握紧拳头 忍一忍 明天阿爹就回来了 阿爹会给我们带食物的 可他稚嫩的声音里却充满了无助 他想要快点长大 只有这样才能出去捕猎保护弟弟妹妹们 想到明天就有吃的了 几个仔仔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到河边洗澡 但洗完后他们就在屋子不远处徘徊 根本没有回家的意思 或许他们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家 而胡椒来到破败小院 看着里面的草堆和木头 更是心疼这些小奶娃 原生不仅打骂仔仔不给吃喝 还让他们干繁重的体力活 如果没完成就会遭受一顿毒打 他现在只希望自己能帮原生多多迷 要不然自己那悲惨的结局注定无法改变 可胡椒刚一进木屋就彻底猛逼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只见地上铺了满满一层小 整间屋子只有一张兽皮铺成的草堂 胡椒眼角抽搐 心里大骂原生又懒溜变态 这个家别说做饭了 就是让他多待一秒钟都可能发疯 到外面深吸一口气后 胡椒赶紧开始通风打扫这个猪窝 终于过了大半个钟后 胡椒把屋里打扫干净 探坐在兽皮上他刚想高兴一下 却突然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家里根本没有吃的 原生最大的食物来源 就是大反派和娘家的阶级 如今大反派被原生驱逐到森林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送来食物 娘家的阶级也已经吃完 难道川叔第一天就要和宰宰了饿肚子吗 别人穿梳各种金手指 而他不仅什么能力也没有 还成了人人喊打的炮灰 老天爷你是故意让我来吃苦了吧 就在胡椒咒骂原生留下的烂摊子时 忽然眼前一黑 小木屋凭空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眼看不到头的货架 顿时他愣在原地 什么情况 这是哪里 可当胡椒看到货架上面摆满了 鸡鸭鱼肉拨碗条盆时 这不就是小说里的千余物资空间吗 他大喜过望 向天上比了个星星后就开始挑选食物 想到几个瘦成皮包骨的宅宅 胡椒第一个拿的就是五花肉和大米 剩下的就是锅碗瓢盆和调味品 心满意足后 他眨眼就回到了木屋 随后就在院子中搭了个简易灶台开始做饭 半个小时后 香喷喷的红烧肉还有米饭就出锅了 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 宅宅们怎么还没回家 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想到这胡椒赶紧盖好饭菜 急匆匆地跑出去寻找宅宅 没走多远 胡椒就发现几个缩在树底下的小生意 此心恨不得他们去死 根本不会对他们这么好 沉思片刻老大龙玉发话 我们走远点就闻不到了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却忽然听到胡椒的声音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啊 快过来 娘亲已经做好晚饭了 几个宅宅身体顿时面露惊恐之色 他怎么过来了 是要来打他们的吗 见他们一动不动 胡椒伸手准备把他们牵回去 哪知宅宅们仿佛看到了恶魔 纷纷大叫着逃命 虽然胡椒脸上挂着笑容 可宅宅们记忆身处的恐惧 让他们本能地逃跑 就在这时跑在最后面的龙玲儿摔倒在地 龙玉几人发现小妹摔倒立马就要回返 可这时胡椒已经走到龙玲儿面前伸出手来 几个宅宅心想完了 小妹要挨打了 就连龙玲儿也惊恐地闭上眼睛 小小的身体死死把龙瑶护在怀里 可料想之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 反而是一双温暖的手 把她从地上抱起来 胡椒轻轻拍打着龙玲儿身上的灰尘 摔疼了吗 娘亲看看有没有伤到哪里 此时龙玲儿满脸错愕地看着胡椒 她想不通恶毒雌性今天怎么这么温柔 比她梦里的娘亲还要温柔 胡椒仔细检查一番没发现伤口 只是宅宅的衣服湿漉漉的 于是接过龙瑶牵着龙玲儿的小手往家走 衣服都湿透了 可娘亲回去换身干衣服然后吃饭 听着胡椒温柔的声音 龙玲儿双腿不自觉地跟上了 胡椒知道这几个宅宅很团结 只要龙玲儿跟自己回家 其他宅宅也会跟上 果不其然 见龙玲儿被带走 剩下的三个宅宅也硬着头皮跟了过来 可回到家她才发现 家里根本没有宅宅们的衣服 怪不得宅宅们宁愿穿着湿衣服也不回来 她没有犹豫 当即进屋把床上的兽皮剪成四份 拿着剪好的兽皮来到院子里 就见四个宅宅僵硬地站着 目光紧紧盯着饭菜口水直流 可即便饿得前胸贴后背 他们也不敢动锅里的东西 胡椒招呼着他们把湿衣服换下来 先用这个将就一下 五个宅宅被吓得连连后退 但他们眼里除了害怕还多了不可思议 原来那兽皮是原生最宝贝的东西 平常碰都不让他们碰 但今天恶毒雌性居然把兽皮剪了给他们用 难道恶毒雌性又在耍什么花招 胡椒无奈地看着宅宅们警惕的目光 只能看向最好攻略的龙玲儿身上 玲儿过来 娘亲给你换衣服 换好咱们就吃饭 听到吃饭龙玲儿动拢了 而且看到恶毒雌性温和的笑容 她情不自禁地走了过来 胡椒动作轻柔地把干净兽皮换上 换好衣服她恋爱地揉了揉龙玲儿的脑袋 好了 玲儿真乖 龙玲儿有些不知所措 这是她第一次和胡椒这么亲近 看到仔仔难得不排斥自己 胡椒趁机开始拉拢关系 玲儿都坏了吧 娘亲做了好吃的 想吃吗 龙玲儿咽下口水点了点头 想吃 但我 我可以吃吗 文言胡椒有些心酸 但还是认真地看着她 当然可以 不仅是今天 以后每天娘亲都会做饭给你们吃 从未感受过温暖的龙玲儿瞬间哭了出来 娘亲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你还会打我们吗 看着委屈的小仔仔胡椒好心疼 立马举手保证 以前是娘亲做错了 以后娘亲不会打你们了 可就在这时 龙中在后面气得大喊 玲儿你怎么能叫她娘亲 你忘了以前你只是摸了一下她的兽皮 她就把你打的半个月不能走路吗 龙玲儿被浇了一盆冷水顿时清醒一些 眼神也多了几分害怕 她叹了口气 果然攻略反派 宰宰没那么容易 随后胡椒把剩下的三份兽皮拿到他们面前 换完就能吃饭 不换的不准吃 现在一味的对他们好是没用的 该严厉的时候还是得严厉 三个宰宰站在原地没有动作 胡椒也不再管他们 把食衣服晾好 就成了六大碗肉和白米饭摆在地上 浓郁的肉香瞬间勾得几个宰宰口水直流 龙玲儿因为害怕一时间不敢靠近 只有懵懂的小五公起龙身围在食物旁边 见状胡椒加了一块红烧肉送到龙瑶嘴边 瑶瑶想不想吃 龙瑶眨了眨清澈的大眼睛 似乎在辨别这肉能不能吃 最终还是饥饿战胜了理智 张嘴一口咬下红烧肉 没嚼两下就直接咽下肚 然后立马张开嘴巴等待胡椒的头位 她也没想到原书手段最狠的五宰仔 居然才是最好攻略的那个 于是乐呵呵的又加了块肉喂给她 还嘱咐她慢点吃 肉肉足够多 但龙瑶压根没听 还是一口一块肉 胡椒嘴角抽了抽 这才发现她肯过来完全是出于进食的本望 可不是因为相信自己 算了只要愿意吃就行 以后再慢慢攻略 旁边的龙玲儿看胡椒温柔的头位小五 也没有要打人的意思 这才怯生生的靠近 但看见胡椒手里的筷子却有些茫然 那个怎么用啊 就在这时胡椒拿了一个勺子塞给她 然后用勺子做了个示范 还亲手咬了块肉送到龙玲儿嘴边 龙玲儿下意识地张嘴 鲜嫩多汁的五花肉顿时捕获了她的味蕾 她眼中绽放出惊艳的光芒 立马捧着碗用勺子大口吃了起来 不远处的三个宅宅已经开始舔嘴巴了 胡椒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又给龙玲儿盛了一大碗米饭 她这回忘记了害怕 咬了少米饭送进嘴巴 顿时眼前一亮 好好吃 娘亲你做的饭真好吃 龙玲儿赞不绝口 狼吐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时不远处的龙袖小声嘀咕了一句 恶毒磁性好像真的变了 她虽然看不见 却能听出来龙玲儿和胡椒相处得很融洽 龙中脸色依然很不好看 一定是她的诡计 我才不信她会变好 可话音刚落她的肚子就叫了起来 龙玉表情严峻很快做出决定 先把衣服换了 看看她到底打什么主意 此时挨打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能吃上一顿饱饭死也值了 很快三个仔仔换上干衣服 然后一人端起一碗红烧肉 蹲在龙玲儿旁边狂炫起来 见状胡椒这才松了口气 这顿饭吃得干干净净 五个仔仔甚至把碗都舔得一滴又不剩 饭后胡椒又给他们盛了一碗米汤 轮到最后的龙袖时 他因为看不见没抓紧碗 一不小心米汤撒了一地 碗也摔成了碎片 龙袖立马惊恐地道歉 你打我一个人吧 别打他们 之前原生十分厌恶宰宰 只要有一个饭错 其他所有仔仔都会遭受毒打 此时另外四个仔仔也紧张地看着胡椒 他们不想二哥被打死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胡椒脸上丝毫没有生气 反而快步上前抓住龙袖烫红的手进入水中 你这仔仔 烫伤了手怎么不知道喊疼呢 龙袖感觉到手上的冰凉当即愣住 恶毒雌性居然没有骂他打他 还担心他有没有烫伤 这不是做梦吧 他全程恍惚 直到胡椒把他的手从水里拿出来才回过神 连忙再次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把食物撒了 胡椒温和地笑着 闭碗米汤而已 哪有我家仔仔的身体重要 龙袖顿时愣着 这真的是对他们不管不问的恶毒雌性吗 胡椒看他呆呆的样子 温柔地揉了揉他的脑袋 随后又成了碗米汤 吹凉了些彩地给他 此时另外几个仔仔都觉得不可思议 恶毒雌性今天一定是鬼上身了 他不仅把最宝贝的兽皮捡了分给他们 还给他们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就连龙袖把食物撒了 他也还是温温柔柔的 这还是那个恨透他们的恶毒雌性吗 就在他们满心疑惑时 胡椒让他们进屋好好休息 自己则去河边刷碗 乃至等他回来后 却发现屋里空空如影 宰仔们居然不见了 他着急地在周围寻找 终于找到缩在树下取暖的宰仔们 胡椒心里一阵揪心 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乖跟娘亲回屋里去睡觉 几个宰仔听到声音一个机灵惊醒了 惊恐又防备地看着他 看到宰仔们恐惧的目光 他这才想起来 从前原生就禁止他们进屋睡觉 哪怕是靠近半步都会招来一顿毒打 几个宰仔活得像孤儿一样 甚至连孤儿都不如 胡椒忽然有些心疼 患上温和的笑脸柔声开口 娘亲只是想叫你们回屋睡觉 外面冷会生病的 龙玉警惕地护在弟弟妹妹身前 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我们就在这里睡 面对宰仔们的敌意他也很无奈 只好把目光转向龙玉身后 灵儿跟娘亲回去睡觉 明天早上娘亲给你们做好吃的 眼睛瞬间充满了期待 天天都能吃 那他们再也不用恶毒做 那你还会打我们吗 娘亲对寿神发誓 以后绝对不打你们 不然就让娘亲不得好死 在这里寿神是至高无上的 一旦对他发誓就必须遵守 否则寿人寿神就会降下审法 所以此话一出 几个宰仔眼睛顿时一亮 恶毒磁性居然真的发誓了 大哥我们信他一次吧 龙玉儿小手戳了戳龙玉的胳膊小声商量 龙玉看着瘦成皮包骨的弟弟妹妹 终于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胡椒 好我们回去 听到宰仔同意胡椒喜不自赦 看来宰仔愿意相信他 迈开步子就走过去 随着胡椒靠近 几个宰仔下意识绷紧了身体 下一秒 胡椒抱起了地上的龙摇 转身往小木屋走去 走吧回家睡觉 兽型的龙摇非但没有挣扎 反而还往胡椒怀里钻了钻 找了个合适的姿势闭上眼睛 木屋里只剩下一个草堆成的床 他便让五个宰仔睡在他原先的草房 自己去抱了堆干草扑在门口凑合一晚上 五个宰仔惊恶地看着睡在门口的胡椒 恶毒雌性居然让他们睡他的床 大哥他今天是不是脑子摔坏了 他让我们睡他的床 不知道别轻易信他 就是恶毒雌性可是狐狸 狐狸最狡猾了不能信他 三哥可是你也是狐狸 反正他就是坏 他该死 虽然是小声嘀咕讨论 可在安静的夜晚胡椒依旧能清晰听见 嘴角扬起一抹无奈的笑 算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培养感情 四日一早 胡椒刚一睁眼 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愤怒的叫骂声 死宰子 就是你们欺负我家熊球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们一顿 他忍不住猝起眉头 谁在他家门口大吵大闹 起身后才发现几个宰仔都不在屋里 心中一阵不好的预感涌上来 出门一看 就见龙灵儿被一个一身肥镖的雌性狠狠扯着头发甩 龙瑶的尾巴被雌性踩在脚底碾磨 疼得龙身在地上疯狂摆动 胡椒顿时怒火中烧 死肥婆你给我住手 你敢动我的宰仔试试 喊着他冷着脸冲上前 双手抓住雌性的头发就使劲往后拽 突然袭击让雌性始料不及 痛痛痛 混蛋你给我松手 雌性痛得双手胡乱挥舞 胡椒却没有心软 加大力道拽着头发就狠狠地往地上扯 让你动我家宰仔 我打死你个死肥婆 雌性疼得松开了手 龙灵儿趁机抱起地上的龙瑶 害怕地跑到哥哥们身后 几个仔仔都是惊魂未定 一脸震惊地看着正在和肥婆雌性撕打的胡椒 龙玉目光死死盯着他的身影 恶毒雌性以前最欺软怕硬 顶多动动嘴皮子骂两句 今天居然为了他们跟别的雌性打架 他真的很奇怪 简直像变了个兽 龙中倒是对胡椒的举动嗤之以鼻 哼装无作样 龙灵儿红着眼矿子 脸上还有刚刚被打出来的泪痕 这是恶毒雌性第二次站在前面保护他们 打架的动静不小 很快外面围满了看热闹的兽人 兽人们三言两语地说着闲话 却是没一个上前帮忙的 甚至都在等着看胡椒的笑话 他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原生的人设就是恶毒女配 可现在他就靠着五个仔仔活命呢 想到这里胡椒面色一狠 抬脚狠狠踹上熊花的屁股 熊花摔了个狗吃屎 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 哎呦痛死我了 胡椒你个小贱人是不是找死 我看你才是找死 再敢动我家仔仔试试 我保证让你变成秃子 说完他走到仔仔们面前 动作轻柔地帮他们拍掉身上的灰窄 吓坏了吧 不用怕以后娘亲保护你们 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的 龙灵儿被吓坏了 身子还在隐隐发抖 怀里的龙瑶更是害怕 仔细看去 细小的龙灵下已经渗出红色血迹 他蹲下身子抱住两个仔仔 灵儿不怕了 娘亲在这里 娘亲你真的会保护我们吗 龙灵儿养起瘦黑的小脸 红彤彤的眼睛里充满了对安全的渴望 当然你们是娘亲的仔仔 娘亲一定会保护你们的 娘你怎么被打了 你没事吧娘 一个小胖子大喊着跑到熊花身边 他寻声看去 认出这小胖子正是昨天 被他用泥巴砸中的熊孩子 臭小子你还敢来 昨天和一群幼崽打我家仔仔 抢我家仔仔的肉 我还没好好教训你 小胖子对胡椒有阴影 吓得躲在熊花屁股后面 娘他要打我 熊花一脸凶神恶煞地瞪着胡椒 你一个成年雌性打幼崽 你还要不要脸 你刚刚打我家仔仔的时候 是挺不要脸的 胡椒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 我那是帮你教训这几个小杂种 熊花气得面红耳赤 把小胖子拽到面前 这几个小杂种 昨天把熊球脑袋砸破了 我教训一下他们怎么了 几个没用的小废物而已 打死也活该 小废物三个字狠狠戳通了 五个仔仔的心 我们才不是小废物 荣誉捏紧拳头不服气地对了一句 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不然等我长大 我一定会杀死你们 看到几人眼底的试杀之色 胡椒心中咯噔一下 糟糕 仔仔们已经有黑话的迹象了 他猛地想起了梦中的恐惧 连忙上前挡在几个仔仔前面 你叫谁小杂种 敢再叫一句试试 胡椒气焰十足地指着熊花的鼻子 他的脑袋是我砸得怎么了 你家幼崽天天欺负我的仔仔 我看以后长大了也不是好受 不如我帮你打死了 省得以后作恶多端 说着他就举起木棍 要往熊球脑袋上砸 熊花下得赶紧拉着熊球后腿 胡椒我看你是疯了 熊球要是受伤了我跟你没完 胡椒一棍子打空了 将棍子处在地上 怎么 你打死我家仔仔就行 我打熊球就不行 我今天把花放在这儿 以后赶在欺负我家仔仔一下 我就打断熊球一条腿 不知为何 熊花看到那凶狠的眼神 突然一阵害怕 胡椒你给我等着 这是我跟你没完 结结巴巴的撂下一句狠话 就带着熊球灰溜溜地跑了 胡椒无所谓地拍了拍手 这么大个子原来是个闹肿 见四周的兽人都愣在原地 胡椒皱起眉头瞪了他们一眼 看什么看 你们也想和我打一架吗 文言兽人们纷纷比一地摇着头离开了 这种恶毒磁性他们也懒得理会 随后他转身 就见几个仔仔身上都有擦伤 他打算去空间找点要来 你们在这里等娘亲一下 说完快步走进木屋里 等他离开后 几个仔仔不仅没放松反而更紧张了 龙中冲着木屋呸了一声 他肯定是去拿东西打我们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可是他发誓不会打我们了 龙灵儿贬着小嘴巴反驳 语气却十分没底气 龙玉想到胡椒刚刚用棍子打人的样子 说不定等下挨打的就是他们了 趁他没出来我们跑吧 沉默寡言的龙袖一直抿着唇眉说话 但双手紧紧握着龙中的手随时准备跑路 就在这时 龙瑶从龙灵儿怀里挤出脑袋 小嘴发出奶里奶气的声音 似乎是在反驳龙玉的话 木屋里 胡椒隔绝仔仔们的视线后进入空间 本以为货架东西这么多肯定有要品 结果他发现只有第一个货架上面的东西能拿 其他货架都是封闭的 胡椒都懵圈了 感情他只有一货架的食物和厨房用品 那其他货架要怎样才能打开 他一头雾水 想到仔仔还在等他 最后只能在货架上拿了两块全新的抹布 刚出大门 就见龙玉拉着龙灵儿的手在院门口僵持着 龙袖和龙中已经走到院外 龙瑶咬着龙玉的衣服 似乎是在拉着他不让他走 你们在干嘛呢 胡椒奇怪的开口 五个仔仔身体一僵 回头就看到胡椒手里拿着两个白色的东西走过来 龙玉脸色一变挡在弟弟妹妹身前 都是我惹的祸 你要打就打我 话音刚落 他脸上就传来冰冰凉凉凉的触感 龙玉诧异的睁大眼睛 傻仔仔谁要打你了 胡椒用打湿的毛巾轻轻擦拭着龙玉脸上的伤口 忍着点 娘亲帮你把伤口清理干净 脸颊上传来的刺痛让龙玉回过神来 练无表情的后退了两步 这家伙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感受到龙玉眼里的冷漠和防备 胡椒无奈的把毛巾递给他 那你自己擦好不好 娘亲去给弟弟妹妹擦 龙玉沉默半想接过毛巾 始终和他保持三米的距离 龙中拉着龙袖 和龙玉是一样不愿意接近胡椒 胡椒也没在意 给他们毛巾自己擦拭 就扭头看向龙玉儿和龙瑶 龙玉儿摇儿过来 龙玉儿还在迟疑 龙瑶就已经扭着小龙身来到他脚边了 胡椒有些欣慰 抱起龙瑶帮他把身上的血迹擦掉 刚擦完 龙瑶就用脑袋上鼓起的小包顶他的手 嘴巴一张一盒吐出粉粉的舌头舔湿着嘴边 胡椒瞬间瞄懂了他的意思 姚儿饿了 那娘亲帮龙儿擦完伤口就去做饭 听到有吃的 龙玉儿也表现得很乖巧 听话的让胡椒擦完伤口 见几个仔仔的伤口都擦拭干净 胡椒收回毛巾叮嘱他们 伤口不要再碰水了 娘亲现在去做饭给你们吃 几个仔仔几乎没吃饱过 胡椒怕他们昨天吃的太多消化不好 就挑了两块瘦肉和一袋大米准备煮过瘦肉粥 等他抱着肉和大米出门 就见龙玉和龙中正拎着重重的尸头 瘦小的身躯摇摇晃晃的走进院子 胡椒一惊 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快步走过去 夺过两个仔仔手里的尸头 龙玉和龙中健壮顿时身子一颤 我们错了 我马上就能把水缸打满 你别生气我现在就去打 龙玉急忙认错生怕胡椒会因此发怒 看到龙玉惊恐的样子胡椒一愣 这才想起原生什么活都让仔仔干 装满水缸估计也是仔仔的任务 他眉梢松开按住龙玉的肩膀 以后打水我来打 你们去玩吧 等着吃饭就行 此话一出两个仔仔眼中更加惊慌了 你别把龙袖和龙瑶扔进森林 我还能干活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能做的 胡椒疑惑的看着龙玉 我为什么要把他们扔进森林 突然他猛的想起来 原生因为嫌弃龙袖是瞎子 龙瑶是没话形的废物 经常恐吓他们要把他们扔进森林喂野兽 想到这里胡椒一阵头大 深呼吸一口气 育儿放心 你们都是娘亲的仔仔 娘亲不会把你们扔进森林了 龙玉有黑的小脸紧绷着 怀疑的看着胡椒的脸没有回话 胡椒无奈 看来要是什么活都不让仔仔干 他们肯定心里不安 便指了指龙玲儿身旁的木柴堆 那你们去帮玲儿把木柴捡起来 娘亲打完水就开始做饭 龙玉点点头 带着龙中去帮忙 打完水回来 仔仔们已经把木柴重新堆得整整齐齐 他赶紧生火逃米切肉煮粥 几个仔仔站在墙角 眼里闪过一丝狐疑 恶毒雌性居然这么勤奋 以前他都是躺在床上吩咐他们干活找吃的 从来没有动手做过食物 龙玲儿迟疑的片刻走过去 娘亲我来帮你 好啊玲儿帮我添柴火 胡椒笑盈盈的点头 龙玲儿也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 蹲在灶台前往里面塞木柴 实际他心里却想了很多 一共只有两块瘦肉 恶毒雌性还把肉搁那么洗 肯定是不想给他们吃 他离近一些 要是恶毒雌性偷偷下毒 他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不用多时瘦肉粥出锅 仔仔们过来吃饭了 话音刚落 一条黑影搜的一下从门里窜出来 就看见一条黑色小龙 叼着一个白瓷碗出现在他面前 姚儿原来你还会飞啊 他惊喜的瞪大眼睛 龙瑶眨了眨红色瘦毛 黑色的尾肩翘起来指了指白瓷碗 他以前不是不会飞 而是没吃饱没力气飞 胡椒看着龙瑶求头喂的动作 顿时忍俊不惊 好娘亲给你盛粥 随后盛了满满一碗放在地上 龙瑶小脑袋埋进去 哼吃哼吃的吃了起来 见状屋里的几个宰宰也都走出来 龙灵儿捧着空腕 眼巴巴的望着锅里的粥 吃吧 不够就和娘亲说 以后娘亲不会让你们挨饿了 除了龙瑶 几个宰宰都露出复杂的神色 恶毒雌性实在太奇怪了 他又不会捕猎 有什么办法不让他们挨饿 想到这里几个宰宰眼中闪过一丝惊恐 你是不是还想把灵儿卖给流浪兽人 龙玉也拉着一张脸神情冷漠的注视他 听到这话龙灵儿也害怕的看过来 娘亲你别把我卖出去 我能干活的 我还可以去摘果子给你吃 胡椒一头雾水 这又是什么情况 龙中像是突然明白过来 猛地站起来把碗往地上一摔 我就知道你肯定有鬼 你别想用吃的贿赂我 你要敢把灵儿卖给流浪兽人 我一定会杀了你 另外几个宰宰也都恶狠狠地盯着他 仿佛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胡椒心脏一抽连忙解释 灵儿是我的宰宰 我怎么会把他卖给流浪兽人呢 龙玉面无表情地揭穿他 我都听见了 你要用灵儿换流浪兽人的兽皮和肉 看着宰宰们满脸不相信的表情 胡椒欲哭无泪 人生可真能做死 他只好耐心地解释 其实娘亲以前藏了些食物 可以吃很久不用担心没吃的 我也不会卖灵儿的 听到这话宰宰们警惕的目光才缓和了些 龙玉皱着眉 真的 那你之前怎么不拿出来 胡椒认真的点点头 以前娘亲糊涂对你们不好 现在娘亲知道错了 娘亲会改的 几个宰宰听到他的话 神情都有些恍惚 他知道错了 所以以后他都会对他们这么好吗 见几个宰宰终于不那么激动 胡椒松了口气 好了快吃吧 冷了就不好吃了 胡椒温柔地笑了笑 重新拿了个碗给龙中 这些东西也是外婆和舅舅们送来的 再摔了可就没了 说完也不管几个宰宰的表情 弯腰去清理地上的粥 几个小的看向龙玉 龙玉微微点了点头 他们才继续默默地吃粥 唯有龙袖捧着白瓷碗 感受到指尖传来的未碰过的触感 神情复杂若有所思 吃完饭 胡椒洗好了锅碗 让宰宰们自己去玩 他从空间拿了把砍刀 去后面的小林子里 砍了些长木棍回来修理吧 刚回到木屋 就看见龙袖站在门口看着他 你怎么没跟灵儿他们出去玩 龙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我看不见 胡椒这才想起来 老二龙袖因为眼睛看不见性格孤僻 和兄妹几个也没什么情感 也是宰宰中存在感最低的 他觉得自己可能忽略龙袖了 便揉了揉他的脑袋 那娘亲陪你 以后你想去哪娘亲带你去 感受到头顶传来的温度 龙袖单薄的小身子一僵 他咬了咬几乎惨白的唇 语气笃定的开口 你不是他 胡椒笑容一致 袖袖你在说什么呀 娘亲就是娘亲 你不会因为娘亲以前对你不好 就不认娘亲了吧 你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 龙袖冷漠地看着胡椒 院外就传来龙绫儿 惊喜的叫唤声 娘亲小跳哥哥来了 听见外人来了 龙袖抿了抿唇 直接转身摸索着进屋了 恶毒磁性是她的娘亲 就算有什么事 也该由她自己动手 她不想让外人插手 看了眼龙袖的背影 胡椒松了口气 转头看向院外 龙绫儿一跑一跳地回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 瘦瘦高高的雄性 雄性扛着几头猎物 走得有些吃力 绫儿这事 胡椒赶紧迎过去目光 有些疑惑 娘亲 爹爹让小跳哥哥 把猎物带回来 我们在外面解木头 正好碰见小跳哥哥 就和他一起回来了 听着龙绫儿的话 胡椒恍然大悟 大反派龙默虽然住在森林 但每隔十天半个月 就会送些猎物回来 因为原生嫌弃她 一般都是脱部落的兽人转交 眼前这个雄性 应该就是经常帮龙默 送猎物的猴小跳 可很快胡椒凤膜微微眯起 转头看向大汗淋漓的猴小跳 猴小跳把肩膀上的 猎物东的一声放在地上 这是龙默给你带的肉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等等你先别走 猴小跳被叫住 看向胡椒的眼神 有些飘忽不定 还有什么事吗 胡椒走上前 瞥了眼地上的猎物 猎物个头不大 两头中型的羊兽 还有一只瘦的可怜的花斑鸟 你是不是还忘了什么 猴小跳眼神 躲闪地转向一边 忘 忘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几个仔仔都看了过来 眼神如钩子般 勾在了猴小跳身上 他们不仅仅对胡椒有恶意 但凡是侵略他们利益的受人 都是敌人 胡椒冷笑一声 这根本不是龙默捕的猎物 你偷了龙默的猎物 还拿这种货色来糊弄我 当我是傻子吗 猴小跳心中一惊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好心帮你送猎物过来 你居然还污蔑我 以后都别想让我帮你了 胡椒冷着脸与其对质 就凭着猎物身上的爪伤这么小 压根不是龙默的爪印 猴小跳脸色一僵 随后恼羞成怒 耿着脖子满脸通吼 是我把猎物换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 你这种雌性就该饿死 反正你天天只会打这几个宰宰 猎物给你吃还不如喂狗 胡椒皱起眉头 他知道原生对宰宰不好 可这也不是他偷东西的理由 龙默是我的伴侣 我给他生了五个宰宰 他的猎物不该给我 难道给你的伴侣吃吗 还是说你的伴侣 也给他生了几个宰 猴小跳被他对的伴想 说不出话来 赶紧把龙默的猎物拿出来 胡椒插着腰胸巴巴的催促 猴小跳扭头过去一副无赖的样子 猎物我已经拿回家了 不可能给你 不给也行 那等龙默回来 我就让他住到你家去 睡你的伴侣打你的宰宰 反正他的猎物 都用来养你们一家子了 就让龙默跟你们过吧 猴小跳顿时横眉竖眼 不行 那怎么行 他的伴侣凭什么要给龙默 怎么不行 你又没能力捕猎 让龙默和你一起 养你的伴侣和宰宰不是很好吗 胡椒挑了挑眉 直接拍巴掌敲定了 就这么说定了 我现在就去找龙默 让他回不落 去你家住去 别别别 你等等 我现在就回去把猎物拿回来 猴小跳是真的怕了 像胡椒这种无赖的雌性 绝对是说得出做得到 不等胡椒说话 猴小跳扛起猎物 飞快地逃走了 看着猴小跳的背影 胡椒抿嘴轻笑 小样跟姐斗 龙灵儿两只手 紧紧地拽着兽皮裙 娘亲要抛弃爹爹吗 恶毒雌性才刚刚变好 要是爹爹被抛弃了 他就得和爹爹去危险的森林里住 龙中一语道破他的担心 就算他抛弃爹 爹爹也没人要 爹爹的猎物还是归我们 哦那就好 龙灵儿用小手拍着胸脯 长长吐出一口气 胡椒差点被口水枪死 你们还真是大反拍的好蛋 娘亲不会抛弃爹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他一脸认真的沉默 龙中一如既往的 没给他好脸色 你不让爹爹住家里就是嫌弃他 还想撒谎骗我们 我们的房子太小了 你爹爹回来就住不下了 等娘亲建个大房子 就叫你爹爹回来住 他的确是这么打算的 听到胡椒的话 龙中的脸色更难看了 骗子你根本就不会建房子 胡椒挑了挑眉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建房子 你以前又没建过房子 龙中是五个仔仔中脾气最重的 气鼓鼓的反驳 那我以前也没给你们做过饭 昨天还不是做了 胡椒好笑的逗弄他 反正你就是撒谎 龙中一时间找不到话反驳 气得把头扭到一边 跟龙中斗嘴的功夫 胡椒低头看去 低头三百多斤的飞牛 两头成年的梅花鹿 还有一只白狐 几个仔仔看到这么肥瘦的猎物 眼里冒出兴奋的光芒 可胡椒却眉头一皱 就这点 书里写过 龙诺每半个月就送十几头猎物回来 文言龙玉脸色一沉 你到底藏了多少跌跌的猎物 他下意识认为胡椒说的话都是有缘由的 既然他说不对 那肯定有问题 胡椒不满地瞪了胡椒和龙玉一眼 我就只拿了这些 你还想怎样 要不然你去我家里搜好了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 见他愤懵的表情不像是在撒谎 胡椒心底闪过一丝疑虑 龙墨的猎物肯定还有 不在胡椒这里那在哪里 看着胡椒的背影远去 胡椒灵光一动 娘亲要出去一趟 你们乖乖在家 等娘亲回来了再处理这几头猎物 几个仔仔看着胡椒离去都十分惊讶 他居然没把猎物藏起来就走了 以前恶毒雌性得到一点食物都会抢走 根本不会让他们有机会接触食物 我们要不要趁他不再把食物藏起来 龙玉二看着肥瘦的猎物忍不住到 龙玉面色沉稳摇了摇头 不行 这也许是他故意试探我们的 听了龙玉的话 龙玉二仿佛也想到了什么恐怖的回忆 浑身一机灵连忙打消了刚刚的念头 此刻胡椒小心翼翼的远远跟着猴小跳 大约走了十几分钟 前面的猴小跳突然停了下来 猴小跳你怎么回事 怎么还把猎物还回去了 前面传来几个陌生的声音 胡椒悄悄探出头去 十几个面生的兽人 正围着猴小跳不耐烦的催促 他发现了 我只能把猎物还给他了 猴小跳缩着脑袋一脸为难 其中一个长相尖酸刻薄的雌性尖叫出声 揪着猴小跳的耳朵 你把猎物还回去了 你让我和仔仔吃什么 我以后会努力捕猎 不会让你和仔仔挨饿的 没用的玩意 就你补的那没几块肉的猎物 是想让我和仔仔饿死吗 见两人吵起来 其他兽人都知道是拿不到猎物 纷纷不满地离开 胡椒躲在树后 明亮的凤猛也微微沉了几分 看来他猜得没错 真正偷了龙墨猎物的是这群兽人 部落里总共也才两百来个兽人 仅仅是被他发现的就有十几个 恐怕部落大部分兽人都参与其中了 他看了眼还在挨骂的猴小跳 悄无声息地转身离开 而此时木屋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胡椒你给我滚出来 原来是熊花被扯掉了一块头皮 回去后越想越起 恰好他的伴侣熊壮不裂回来 他就立马带着伴侣气势汹汹地过来报复胡椒 几个仔仔皆是一惊 是熊求他娘 龙灵儿害怕地看向远处胖敦敦的身影 恶毒雌性刚好不在家 熊花一定会打他们的 龙袖手扶着篱笆出现在几个仔仔身后 快把恶毒雌性的东西藏起来 他虽然看不见却能摸得出来 紧接着发话 听老二的赶紧动 几个仔仔行色匆匆 手忙脚乱地把胡椒的厨具餐具都搬到小屋后 做完这些 几个仔仔都累得气喘吁吁 龙灵儿刚坐下来喘口气 突然猛地一拍脑门 糟了 猎物还在外面 龙中刷地站起来 我去把猎物搬回屋 来不及了 龙玉脸色微微沉了下来看向屋外 话音刚落 熊花已经带着伴侣来的院门口 胡椒 早上薅我头发的时候那么嚣张 现在怎么不敢出来了 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 不把你头发扣脱我就不叫熊花 熊花插着腰就开始叫嚣 谁知叫了半天没见到胡椒的人也 他扫了一眼院子里 突然眼睛瞪直了 猎物 这小贱人家里居然有这么大的猎物 院子里竟然躺着四头猎物 其中三头还是完整的 这要是把皮扒下来 可是上等的兽皮啊 熊花知道胡椒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他今天带了伴侣来 肯定不敢跟自己硬钢 当即暗息指挥伴侣 去把那猎物抗回去 熊壮对熊花言听计同 想也没想就进去扛猎物 他今天本来就是过来给熊花出头的 胡椒欺负了他的伴侣 就应该拿猎物赔偿 部落里的兽人欺负胡椒一家习惯了 压根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对 不准动我们的猎物 这是跌跌补的猎物 是给我们的你们不能拿走 熊壮刚踏进院子 几个仔仔就扑了出来挡在猎物前面 滚开 熊壮脸色不悦 第八掌就把几个瘦的 跟小鸡崽子似的 仔仔扫到一边 仔仔们哪里是熊壮的对手 狠狠摔了的跟头 龙玉脸色阴沉 不过疼痛很快又爬起来 抱住熊壮的一只胳膊 你猜滚开 给我把猎物放下 龙中和龙灵儿也一人抱住一条腿 死肥婆 我不会让你带走猎物的 听到那声死肥婆 熊花满脸不悦 真是废物 我来 熊花怒骂一声 上前一手抓住一个仔仔的头发 要把地上的龙灵儿和龙中扯开 两个仔仔疼的身子发抖 却依旧死死抓着大腿 不肯松手 熊花怒了 干脆撒开手捡起地上的大石块 往小木屋上砸 两个箭中 不肯松手是吧 我把这个破房子砸了 看你们还能怎么办 小木屋本就摇摇欲坠 被这么一砸很快就多了几个窟窿 龙灵儿眼睛猛的瞪大 死肥婆助手 你不准砸我们的房子 随后从地上爬起来 要去拦石头 好在龙中眼疾手快扑倒了他 几十斤的石头从他头顶飞过 差点就把龙灵儿的头砸爆了 灵儿你不要命了 可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以后就没有房子住了 龙灵儿眼泪突然跟断了线事地掉下来 龙中咬着牙满脸嫌弃 哭什么哭 反正恶毒磁性以前也不让我们进去睡觉 房子没了就没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另一只手却死死捏着拳头 龙玉也被熊壮甩开重重扔到地上 大哥 龙袖寻着声音摸索着过来扶他 几个仔仔纵使在不甘 也只能看着两个人高马大的寿人拆他们的房子 胡椒正往回走 大老远就听见小木屋的方向传来熊花的叫骂声 他心中一惊把腿狂奔回去 等他回到小木屋 就看见熊花和一个陌生熊性正搬着地上的猎物 木屋的半边已经塌了 几个仔仔满身灰尘被推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他顿时火冒三丈 住手 胡椒第一时间冲到仔仔们身前 有没有伤到哪里 龙铃儿红着眼睛 娘亲我们没事 可是他们要抢走爹爹的猎物 还把房子砸了 没事有娘亲在 房子没了娘亲还可以重新建 胡椒心中愤怒不已 但还是声音温柔地安慰龙铃儿 娘亲不会让他们把猎物抢走的 我会保护仔仔 随后他起身愤怒盯着眼睛的熊花 从空间里拿出一把小刀立刻冲了上去 仔仔们被打伤后 作为母亲的他彻底疯了 从空间幻化出菜刀 一把抓住熊花的头发 想把猎物带走也可以 先把你的命留下 熊花还没意识到脖子上的危险 惨叫一声想把胡椒推开 熊壮放下猎物就要上来帮忙 胡椒却脸色冰冷 菜刀往肥婆的脖子上更用力一分 你再敢动一下 我就割下他的脑袋 锋利的刀子立马割出一个口子 仿佛稍稍用力就会失手一处 脖子传来的刺痛把熊花吓傻了 我可是慈性 你要是杀了我你也别想活 熊壮也开口威胁 快放开熊花 不然别怪我对你动手 那就该让你们抢走猎物 然后我和崽崽饿死了 反正都是死 不如拉熊花一起陪葬好了 说完他转头看向龙玉 玉儿去生火 拿火把过来 龙玉心中一惊 自己偷看生火被发现了吗 部落除了组长 没人知道怎么生火 所以他看到胡椒会生火时 才偷偷学了 龙玉看了眼胡椒起身 跑进屋里 很快他就拿了一个 熊熊燃烧的火把出来 胡椒底气更足了 想拿走猎物 那就同归于尽好了 玉儿点火 龙玉迟疑了两秒钟 最终还是拿着火把走上前 熊花真的要疯了 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去死 你快放开我 我不要你的破猎物了还不行吗 熊壮也急忙点头 我们不抢你的猎物了 有话好好说 胡椒冲龙玉使了个眼色 龙玉停下动作 火把刚好放在熊花脸旁边烤着 熊花的脸都快烤熟了 面前的头发焦糊一片 我的房子被你们拆了 住的地方也没了 我还是跟你一起死了得了 胡椒说着就看向龙玉 熊壮连忙举起手 别别我帮你修房子 你别伤害熊花 胡椒却不满足 我怎么知道你之后会不会欺负我们 还是一起死了来得快点 那你要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别伤害熊花我都答应你 文言胡椒的目的达成了 你送两头猎物过来我就放了它 熊壮没有拒绝 立刻就回家扛了两头猎物过来 兽人都是欺奴 胡椒就是抓住这点 猎物拿来了 你快放了熊花 胡椒这才收起菜刀 脑袋凑进熊花的耳朵 这次我就先不计较了 下次要是再敢欺负我家宰宰 我一定把你这身肥肉丢到森林喂野兽 熊花下的脸色煞白 感受到脖子上的血迹连摆手 不敢了不敢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他们了 胡椒扬了羊手里的菜刀 那还不快滚 两人也不敢再停留 转身立刻灰溜溜的跑开 见状龙铃儿激动的跳起来 他们走了太好了 娘亲你好厉害 这下我们还多了两头猎物 龙摇见家里的猎物又多了 也飞到胡椒面前用小脑袋蹭他的手 龙玉和龙袖的脸色也缓和下来 只有龙中依旧阴沉着脸 要猎物有什么用 房子都没了 娘亲至少护住了猎物没被抢走 要不是娘亲我们就得饿肚子了 她以前让我们饿肚子的时候还少了 我才不需要她装好人 胡椒看了眼龙中没有说话 而是走去猎物那边准备收拾 龙玉把火把灭了 忽然看到胡椒头上的一亩星红 喂 胡椒回头目光疑惑 怎么了玉儿 你头又流血了 她皱起眉头指了指胡椒的后脑勺 胡椒摸了摸脑袋 还真是出血了 估计是原生之前给樱远下药被砸了 我没事 应该是刚刚扯到伤口了 胡椒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龙玉眉头却始终紧拧着 家里猎物有多余的 你拿一些肉去找兽医看看 别死在家里了 龙中想也不想就立即反对 不行不能让他拿肉去 万一他拿着肉跑了怎么办 大哥你忘了 他每次一有肉就送给樱远 我不同意他拿肉去找兽医 放心吧我不拿肉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部落里的兽医是个半截身子入土的瞎子 他可不敢让这种兽医给自己看病 你最好没有这个想法 龙中恶狠狠地瞪着胡椒 仿佛只要他敢打肉主意就会咬死他 龙玲儿面色担忧地看着胡椒 可是娘亲 玲儿放心 娘亲还要保护你们呢 我不会有事的 突然他才发现厨具都不见了 家里的东西呢 难道被熊花他们拿走了 是二哥怕他们把东西砸坏了 让我们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了 胡椒有些诧异 看向缩在角落里沉默寡言的龙秀 估计龙秀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来历不明 怕被熊花发现了惹麻烦才藏起来的 想到这里胡椒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秀秀做得不错 多亏你们把东西藏起来 不然娘亲的东西就要坏了 胡椒走上前揉了揉龙秀的小脑袋 听到胡椒的话 几个仔仔的耳根不约而同的红了 龙秀抿着唇嘴硬道 我不是为了你的东西 只是怕你找借口打我们 龙灵儿两只小眼睛弯成了月牙状 娘亲居然夸他们了 是第一次夸他们也 龙中别过脸 谁稀罕他的夸奖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龙玉一如既往的冷漠 一双脚趾头却紧张地抓着地面 透露出一丝丝别扭 龙摇仿佛也听懂了他的夸奖 飞到他脸旁边吐出舌头 讨好的舔了一下胡椒的脸 你们在家玩 娘亲去河边把猎物处理一下 晚上给你们做好事的 几个宰宰都很懂事 见胡椒去处理猎物了 就在家里收拾狼藉 胡椒来到河边 趁四周没有受人闪身进入空间 准备拿块干净的毛巾包扎伤口 结果发现能够触碰的货架居然多了一个 这个货架的东西比较杂 他翻找了一下 竟然有一个药箱 胡椒赶紧处理了一下伤口 用纱布把伤口包扎好 随后又用一块瘦皮当做头巾 把脑袋包裹住 这样就看不到他包扎伤口的纱布了 他就能解锁空间的新全心 此时院子里 龙灵儿看着胡椒去了河边小脸上 却愁容满面 恶毒雌性会死的吧 他以前看见部落里的兽人 也是因为受伤死了 想到胡椒这两天的好他心情十分复杂 恶毒雌性以前那么坏 就算要死也该死在他们兄妹几个手里 他看了眼几个哥哥 趁他们不注意偷偷跑出了院子 胡椒手脚麻利的处理好梅花路 扛着鹿肉回到小院子里 刚把鹿肉放下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担忧的声音 我的宅宅你哪里受伤了 快让娘看看 哪个没长眼的居然敢伤我家宅宅 我非得打断她的腿不可 转身就看到一个身段苗条的中年雌性 身后还跟着两个雄性 愣神的功夫 那雌性已经走到胡椒面前握着胡椒的双手 宅宅快让娘看看伤在哪里了 跟娘一起去看兽衣 娘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听着雌性的话胡椒反应过来 她赶紧扯住雌性 娘我没事 不用看兽衣 胡敏顿时更加心疼了 娘让你受苦了 以后你跟娘回去住 不住这个破屋了 龙灵二跟在三人后面回来 就听到胡敏的话 她顿时小脸皱了起来 外婆一家一向不喜欢他们 要是恶毒雌性回去了 他们就要被抛弃了 娘我真的没事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再说家里住的下午和五个宅宅吗 胡敏一听胡椒的话立马皱起眉头 娘要带着这几个脱油瓶一起 娘他们不是脱油瓶 是我的宅宅 您把我照顾的这么好 我也要照顾好我的宅宅才是 您就让我留在这里吧 胡敏一向对她的话是言听计同 好好好 娘都听宅宅的 胡椒准备的说辞还没拿出来 没想到胡敏就已经同意了 她一愣 心里莫名有些羡慕原生 有个这么疼爱她的娘 此时身后的中年雄性 突然愤怒地开口询问 宅宅谁把你的房子砸了 爹帮你报仇 胡强坚毅的国字脸上充满恼 胡椒浅浅一笑摇了摇头 爹没事的 我有办法教训他们 小妹你别怕 他们是不是恐吓你了 有大哥在 大哥去帮你教训他们 胡椒转头看去 是跟在二老身后的雄性在说话 应该是原生的大哥胡青山 大哥谢谢你 我真的有办法教训他们 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行 你要是有需要随时来找大哥 大哥保证帮你把欺负你的兽人 打得满地整压 胡青山拍拍胸脯保证 胡椒自然是信他的 原生的四个哥哥都是护妹狂魔 只是因为原生做死 完美的家庭被他害得支离破碎 家人也没一个善重的 仔仔你这房子也不能住 你们打算住哪里啊 胡敏还是想让他回去跟自己住 胡青山立马站出来 娘这不是有我和爹在吗 我们帮小妹修房子 此话一出胡敏就瞪了他一眼 他怎么生了这么蠢的仔仔 胡椒想了想没有拒绝 好呀 那就麻烦大哥和爹了 随后见仔仔们缩在 只剩半边的小木屋里 似乎很怕原生的爹娘 便让他们自己出去玩 只是一个下午的功夫 胡强和胡青山父子俩 竟然把小木屋修好了 临走前 胡敏握着胡椒的手一脸心疼 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来找娘 可不能再自己闷着 今天要不是你家老四来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你被欺负了 胡椒一愣 今天是灵儿去找你们了吗 是啊 今天多亏了你家老四 没想到他还挺激励 胡椒心中一阵感动 原来是灵儿担心他去把胡敏叫来了 娘 胡椒突然打断胡敏的碎碎念 他想起来 从原生被砸脑袋开始 原生的家人就频频出事 你和爹还有哥哥 最近注意安全 照顾好身体 胡椒拉着胡敏的胳膊神情认真的叮嘱 好好娘听宰宰的 宰宰真是懂事了 知道关心娘了 胡敏一脸宠密的答应了 很快五个宰宰准时回了家 龙灵儿回来第一时间就寻找胡椒的身影 小院里浓郁的肉香从锅里一出来 却四处不见胡椒的人影 察觉到胡椒不见了 几个宰宰也面色阴沉了下来 就在这时 背后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 宰宰们站那儿干什么呢 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几个宰宰同事一愣 回头看去 只见胡椒正抱着几张湿答大的兽皮 笑盈盈地望着他们 龙玉眼中迸发出惊讶的光芒 你 你没走 龙袖紧抿着唇 手里拿着根细长的木棍 听到胡椒的声音 他整个人才放松下来 胡椒皱起眉头 你们这是怎么了 今天又有人欺负你们了吗 龙灵儿小嘴巴不自觉地嘟起 娘亲 我们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 听着龙灵儿的话 胡椒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傻宰宰 娘亲怎么会不要你们了 他温柔一笑 走过去牵起龙灵儿的手往院里走 龙灵儿身体一僵 这是他第二次被恶毒雌性牵手 原来这双手不打人的时候 可以这么柔软 胡椒牵着他走到水缸边 咬了瓢水倒在石盆里 细细帮他洗手 娘亲做了好吃的 就等你们回来呢 快过来洗手吃饭 我 我自己来 看着脏兮兮的水龙灵儿 突然收回手背在背后 手这么脏恶毒雌性肯定很嫌弃他 胡椒却将他的小手拉了出来 用毛巾轻轻擦拭干净水渍 好了跟娘亲还害什么羞 龙灵儿脸颊瞬间红了 我 我才没有害羞 你胡说什么 三个仔仔不约而同的低头 看了眼自己黑漆漆的爪子 脸颊有些发热 这个恶毒雌性一定是故意的 他在看他们的笑话 下次他要把手洗干净再回来 啊我好像看不见 胡椒知道老二龙秀看不见 便走过去牵他过来帮他洗手 我自己来 龙秀脸上闪过一丝别扭想要拒绝 却不料手被胡椒紧紧握住 娘亲帮你洗 胡椒仪式同仁动作十分温柔 龙秀抬头看向胡椒脸颊的方向 他比恶毒雌性好太多了 要是他能一直这样好 那不揭穿他也不是不可以 很快胡椒帮擦好手 看向最后两个仔仔 两个仔仔不约而同开口拒绝 随后跑去水缸里咬水牺牲 六岁的小仔子因为营养不了 才看看比水缸高出半个头 咬水十分费力 胡椒笑了笑没有阻止他们 要洗干净哦 不然今晚没饭吃 两个咬水的小身影红是一顿 龙玉有些后悔 早知道他也让恶毒雌性帮他洗了 龙中咬牙切齿 该死的恶毒雌性居然又算计他 太可恶了 洗完手五个仔仔排排做好 胡椒今晚做的是牛排 新鲜的牛肉煎起来又香又嫩 闻到肉香仔仔们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 一拿到碗就大块朵移地吃了起来 龙瑶的小爪爪捏不住叉子 依旧是埋头在碗里大吃特吃 饭后胡椒赵就去河边洗碗筷 又将洗好的兽皮挂起来晾晒 进屋的时候 几个仔仔在木屋里扑干草 龙瑶在干草上开心地打滚 丝毫没被四个哥哥姐姐的愁容影响 龙明儿脸色担忧 大哥我们拿了熊花的猎物 他肯定会报复我们的 要是他下次还来抢猎物怎么办 龙中赶紧出主意 我们吃快些 猎物吃完了让他没得抢 龙袖冷不丁地打断他 那么多猎物你要吃撑死吗 龙中有些暴躁地站起来 那你说怎么办 龙玉抬手拍了拍龙中的肩膀 恶毒雌性说他有办法对付熊花 先看看他怎么做 龙中吻哼一声十分不满 他能有什么好办法 相信他还不如相信小五能马上化形呢 哦 正在打滚的龙摇抬起小脑袋 眨巴眨巴红色的兽毛 胡椒一进门 就看到几个仔仔脑袋凑在一起 小声嘀咕着什么 他一出现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胡椒有些好笑 这几个小家伙不知道兽人听觉敏锐吗 他们说话的声音他在门口就听见了 仔仔们 熊花把我们的房子拆了 你们想不想报仇 为了给仔仔们报仇 他决定独栽在隐藏实力 不仅当众揭穿仇人殴打幼崽的恶性 甚至用火烧毁对方居住的木屋 次日一早 龙灵儿拿着一块牛肉 和龙瑶一起在熊球家门口吃得开心 熊花一大早就去了组长家 家里只剩下熊球一只熊 他看到肉眼睛都瞪直了 剑只有一个雌性和一个小仔子在 他顿时贪婪地冲向两人 龙灵儿把肉给我 这是我家的肉 龙灵儿早有准备 随意一跳就敏捷地躲开 有本事你来抢呀 此刻的熊球满眼盯着龙灵儿手里的肉 这可是你说的 小杂种快把肉给我 小五快跑 说着龙灵儿把剩下的半块肉猛地往前面一炮 下一秒 龙瑶像是火箭发射式地冲了出去 熬屋一口叼住了肉 两个小仔仔一前一后跑进小树林里 熊球连忙追了上去 给我站住 小杂种别跑 很快他就看到两人速度越来越慢 似乎是跑不动了 他面上一息 气喘吁吁的加快脚步 小杂种我看你们跑到哪里去 等抓到这几个小杂种 他要把他们打得满地涨牙 就在他快抓到龙灵儿时 脚底下突然踩空掉进了一个深坑里 大哥三哥 他真的掉进去了 三个脑袋从坑边冒出来 龙灵儿兴奋的眼睛里闪烁着小星星 熊球摔得头晕眼花 听见龙灵儿的话刚叫骂出声 头顶突然飞下来无数小石头 你们你们敢砸我 砸的就是你 你才是杂主 让你天天欺负我们 我把你脑袋砸成江湖 三个仔仔扔得更凶了 就连龙瑶都用嘴巴叼着石头往坑里甩 但是他的动作实在太慢了 歪着脑袋想了想 干脆直接飞到坑上空 闭上眼睛使劲 一声顺畅无比的哗啦声响起 三个仔仔不约而同地捏住了鼻子 小五你窜息了 龙瑶还是个小兽丝毫不觉得羞耻 甩了甩尾巴 扭头昂首挺胸的飞回龙玉身后 他也帮娘亲教训坏蛋了 娘亲应该会给他吃好多肉肉吧 一想到有肉肉吃 龙瑶就憋着一股劲继续努力 坑底下的熊球被石头砸得痛到嗷嗷直叫唬 谁知一张嘴 就接了一口滑溜溜的不明物体 难闻的恶臭扑面来 妥妥傲力给含量百分百 刚张嘴想要吐掉 结果呛到喉咙 乌鲁一声咽了一口大的 下一刻他跪在坑里不停呕吐 三个仔仔也在上面干呕 实在受不了了 三个仔仔捂着鼻子拉着龙瑶快速离开 另一边 见熊球被引出门木屋里没人后 胡椒拎着一桶汽油出来 马里的浇在熊花家的墙上 小火柴一划拉往前一扔 火势瞬间长大 一口将那不算大的木屋吞噬 拍了拍手把木桶收回空间 趁受人们涌来之前离开 与此同时 熊花也来到组长家 原来是昨天看到龙玉居然有火把 他就猜测是胡椒偷了组长的生火方法 今天就是专门来告状的 听到熊花的话 组长露出严肃的表情 你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我亲眼看见胡椒生火了 他还要用火烧死我 这种偷窃的雌性可不能留在部落呀 组长顿时冷下脸来 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熊花暗自窃喜 快不跟在身后 偷窃组长的东西可是重罪 胡椒会被赶出部落也说不定 两人刚走出来没多久 一个熊性匆忙跑过来 熊花不好了 你家着火了 听到熊性的话熊花都猛了 我家怎么会着火呢 不知道 你快回去看看吧 糟了 熊球还在家里 想到出门前 他还叮嘱熊球待在家里 不要出门 熊花脸色顿时慌张起来 急忙跑回去 刚跑回家 就看见自家的房子 已经被火焰吞噬 熊球 熊球还在里面 你们快灭火就熊球 围观的众兽一厅里面还有幼崽 连忙去河边打水来灭火 很快一桶又一桶水 泼进大火里 可火势却丝毫没有减小 泼了几十桶水后 有兽人发觉不对劲了 这火根本焦不灭呀 是怎么回事 熊花见他们停下来 发了风势地推开 扶住自己的瓷吸 你们停下来做什么 继续打水来灭火呀 连火都灭不了你们还有什么用 我家熊球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们都要给他尝灭 部落里是杂居部落 各个种族的兽人都有 平日里有兽人遇到麻烦 大家也愿意帮助 可听到熊花这话 帮忙灭火的兽人 顿时都拉下领来 气愤地扔下石桶 转身就走了 熊花被推开一屁股坐在地上 干脆趴在地上哀嚎起来 我的熊球啊 你们这群见死不救的兽人 都不得好死 我的熊球要是死了 我跟你们没完 胡椒去林子里 接到四个仔仔 路过时恰好 从兽人群中看到这一幕 龙灵儿牵着胡椒的手 目光里满是新奇 娘亲 你是怎么做到 让火灭不掉的 不是灭不掉 是娘亲加了 能让火烧得更快的东西 要浇很多水才能灭掉 龙灵儿惊奇地眨了眨眼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 娘亲能给我一点 这个厉害的东西吗 以后有兽人欺负我 我就丢在他身上把它烧死 胡椒都被吓得一愣 不愧是小反派语出惊人 灵儿这个东西不能乱用 除非很坏很坏的人 才能把它烧死 等你长大些 娘亲再告诉你 她的目标是攻略小反派们 必须把誓杀的念头 扼杀在摇篮里 听到胡椒的话 龙灵儿有些失落 就在这时 她在地上哀嚎的熊花 看到了兽人群中的胡椒 她顿时想到了什么 急忙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冲过去抓胡椒 胡椒一定是你做的 你偷了组长生活的方法 故意来害我 你杀了我的幼崽 我要杀了你 四个仔仔顿时一惊 胡椒却突然拉住 他们往旁边躲开 抬起脚顺势狠狠 踢向熊花的膝盖窝 扑通一声熊花直接跪下来 胡椒惊讶地看着地上的熊花 你这是干什么 虽然你拆了我家房子 还打了我家五个 又瘦又小的仔仔 也不用跪下来跟我道歉呀 众兽听到胡椒的话 顿时都忽略了她那一脚 这种是熊花居然也干得出来 虽然他们都厌恶胡椒 但不妨碍他们同时讨厌熊花 感受到四周厌弃的目光 熊花又羞又毛 你这个贱人 一定是你报复我 烧了我的房子 我要给熊球报仇 说着就要冲上去跟胡椒四打 胡椒一只手按在龙玉肩膀上 你先带弟弟妹妹们回家 娘亲一会儿就回来 毕竟真要打起来 她还真不是熊花的对手 虽然为了仔仔她也不怕挂彩 但是她不想让仔仔们看见自己挨打 龙玉牵着弟弟妹妹被推出兽人群 回头目光复杂地看着胡椒神色失忆 这个恶毒雌性居然自己独自面对危险 换做以前 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走 龙中见龙玉不动扯了扯她的手 大哥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走呀 龙玉眉头紧重 转头拉开了龙中的手 你先带灵儿和小五回去 龙中瞪大眼睛 大哥你不会想帮恶毒雌性吧 我说了你们先走 龙玉面色冷峻直接下达命令 几个仔仔钟 就属龙玉说话最有威严 龙中看了她一眼 咬了咬牙牵着龙灵儿和龙瑶离开 见三个仔仔走了龙玉转过身 突然她肩膀上一沉 转头一看 一条黑色的小龙正扭着尾巴欢快地甩着 你要留下来也行 龙玉突然想到了什么轻咳了一声 小五 你还拉得出来吗 龙瑶眼珠子转了转 仔细感受了一下肚子里的翻译 然后很是认真的点了点脑袋 胡椒推走仔仔后 熊花已经扑了上来 两只手变成了棕色的熊掌 往胡椒脑门拍去 我却不讲武德 他只料到熊花会跟他打起来 却忘记了兽人会化身兽型来打架 胡椒正准备躲开 突然一只修长有力的大手 擒住了熊花的熊掌 你敢伤我小妹试试 二哥 胡椒微微一愣 随即是叹性的唤了一声 胡青高回头 目光担忧的落在胡椒身上 小妹你没事吧 他伤到你没有 二哥帮你报仇 听到他的话 胡椒确定这是原生的二哥胡青高无疑了 他仰起笑容摇了摇头 二哥我没事 他还没碰到我 闻言胡青高紧皱的眉头这才舒整些 冷着脸将熊花甩开 你哪只手敢碰我小妹 我就把你哪只手给剁了 突然不知是谁高呼了一声组长来了 兽人们纷纷让开道路 胡椒好奇的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浓眉方脸的中年雄性走进兽人群 怎么回事 见到组长熊花仿佛找到了靠山 连忙恶人先告状 胡椒放火烧了我的房子 把我的幼崽也烧死了 胡青高还包庇他 组长你要帮我主持公道啊 胡青高听的就要发飙 你凭什么说是我小妹放的火 你亲眼看到了吗 熊花一边哀嚎一边抹着眼泪 就是胡椒放的火 除了他还有谁会这样做 可怜我家熊球还那么小 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众兽纷纷觉得有理 他们还从未见过水浇不灭的火 胡椒怎么可能有这本事 熊花顿时就不一了 指着胡椒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放屁 一定是你搞的鬼 你就是妒忌我家熊球 比那几个小杂种长得壮 可怜我的仔啊 你家熊球长得跟猪一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是猪兽吗 组长皱了皱眉 好了都别吵了 先灭火 找一下熊球再不在屋里 组长发话熊花自然不敢再撒破了 几十个兽人合力打水 等到大火熄烈也已经是半个小时后的事了 大火过后 木屋只剩下一片灰烬 熊花冲上去捧着一把灰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仔仔 熊球你死得好惨啊 四周的兽人皆是冷眼旁观 看清了熊花的恶心嘴脸 谁也不再施舍他一分同情 突然间兽人群中传出一阵唏嘘声 哪里来的臭味 我的天啊怎么这么臭 谁在这里拉屎了 一群兽人捂着鼻子 嫌弃地看着身旁的兽人 这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臭味的肉球滚了进来 娘我没死 你为啥要捧这一把灰说我死了呀 冷不丁地听到声音 熊花一抬头就看到熊球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 哭声也戛然而止 熊球你没死 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了 这一问熊球又一阵干呕 娘呜呜 那几个小杂种欺负我 他们给我吃屎 你要帮我报仇打死那几个小杂种 他一边干呕一边哭诉 说着就要跑过去抱着熊花痛苦 吃屎 熊花家的幼崽怎么还有这品号 众兽听到这话顿时露出怪异的目光 纷纷后退了十几米 熊花一脸嫌弃地伸出手 站住 别过来 见熊花不愿意自己靠近 熊球哭得更凶了 呜呜 娘脸你也嫌弃我了 一边哭一边往熊花身边跑 胡椒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不过是给崽崽们出逐意教训一下熊球 怎么还弄了一身屎回来 正疑惑着 突然看见一条黑影羞地飞到两人头顶 胡椒心中一惊 正要上去把龙瑶带回来 却见小黑龙翘起尾巴尖尖 憋着劲闭上眼睛 对准了熊花肥肉横飞的大饼脸又是一阵输出 臭味熏的胡椒忍不住五股眼睛 简直没眼看 要不是这是原生轻生的仔 他真想假装不认识龙瑶 解决完存货龙瑶抖了抖小尾巴 屁颠屁颠地飞回龙玉身边 龙玉捏着鼻子勉强摸了摸龙瑶的脑袋 小五干得不错 刚说完 就感受到胡椒投来的目光 他装作没看见扭头看向别处 胡椒也无语了 他们居然留下搞偷袭 还真是 干得漂亮 熊花公鸭嗓般的尖叫声响彻云霄 谁干的 给我滚出来 熊球赶紧告状 娘 是龙瑶那个小杂主 听到是龙瑶干的好事 熊花顿时气的冒烟 胡椒我要杀了你 胡青高早就做好防备 拉着胡椒躲开熊花的攻击 一旁的组长面色不悦 够了熊花 部落里不允许伤害慈性 小打小闹也就算了 伤及性命是绝对不允许的 族长胡椒他烧了我的房子 还指使龙瑶来欺负我们娘俩 你要为我做主啊 熊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族长哭诉 只是那满身心臭的事 却让人生不出一丝怜悯的感觉 胡椒立马反驳 族长 大家都知道我对我家仔仔不好 他们怎么可能听我的话去做这种事 我家仔仔这么小能知道什么 他只不过是天天被熊花一家欺负想报仇而已 一番理直气壮的话说得众人纷纷点头 毕竟牙字必报对兽人来说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胡椒眯起凤膜继续开口 依我看是你平日里做的恶事太多了 兽神惩罚才烧了你的房子 你居然还想污蔑我 一听到兽神的名号 熊花顿时吓得脸都白了 你不要胡说 胡椒贪了贪手 那你说 为什么这伙大家都教不灭 不就是因为兽神不想让火灭掉吗 小说里的兽人都信奉兽神 就如同信佛之人供奉菩萨一般 众兽看向熊花的目光瞬间变了 仿佛它是什么肮脏东西 熊花顿时慌了 不可能 胡椒你不要胡说八道 族长他是在狡辩 他偷了生活方法 一定是想借口能混过去 族长文言目光落在胡椒身上 熊花说的是真的吗 胡椒大大方方的上前 我是有生活的方法 不过不是偷的 而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族长别相信他 要是生活的方法这么好发现 怎么就他一个人发现了 胡椒面色镇定 族长你要是不信 可以看看我生活的方法 和你的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此话一出 众兽人的眼神顿时都惊讶了 他真的有生活的方法 随后胡椒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我只能告诉族长一人 文言族长面色缓和了些 好你说 我生活的东西是两块石头 敢问族长可是用石头生活 听到这话 族长的表情立刻有了变化 你的生活方法 不是从我这里偷的 虽然他不想把生活的方法泄露出去 但也不会因此去冤枉胡椒 熊花顿时瞪大眼睛 怎么可能 族长你该不会也想包庇胡椒吧 你连族长的话都不行 这是不把族长放在眼里啊 果不其然 族长的脸色冷了下来 他最不喜的便是 有兽人挑战他的权威 把熊花带去山洞关两天 谁也不准探望 熊球被吓傻了 他没想到自己亲娘都被抓走了 害怕的看了眼胡椒 就灰溜溜的跑出兽人群 闹剧过去 兽人们却不愿意离开 他们都想知道 胡椒到底是怎么用石头生活的 胡椒自然知道 大家都打的什么主意 我试过了 不是什么石头都能生火 只有我捡到的这两块石头才能生火 族长我愿意把打火石献给你 只不过我想请族长答应我一个要求 这是要和他做交易了 族长目光丈量着胡椒 他感觉胡椒好像变了很多 这笑盈盈的温顺表情 是以前的胡椒不曾有过的 说吧 你有什么要求 我想参加采摘队 胡椒倒不是去这点食物 只不过他从空间拿东西出来 也不能太过分 得找个合适的理由 比如说出去捡到些什么东西 闻言族长有些差异 你要参加采摘队 以前可是胡椒哭着喊着不肯去的 现在他居然主动要求参加 胡椒点头 是的组长 希望你能同意 好 下次出部落采摘时 我让兽人来叫你 尽管知道组长一定会同意 胡椒还是高兴的露出笑容 随后从身上掏出两块打火石 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火龙给组长教学 很快随着白烟冒出 一串火苗也迅速跳出来 组长收下打火石 看向胡椒的眼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看了眼还在不远处 没有离开的狐敏和龙摇 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以后好好养你家的五个宅宅 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多谢组长的好意 我一定把宅宅养得白白胖胖的 胡椒心中颇为感慨 看来这个组长为人还不错 连原生这样的雌性也愿意示意援手 另一边的木屋里 龙灵儿四人先后回到家里 龙秀因为看不见没法参与计划 此刻龙灵儿正兴奋地给他讲述过程 熊球可惨了 家都被娘亲烧成灰了 他还吃了小五的奥利给 龙秀越听表情越发怪异 吃奥利给 昨天的计划里没有这一项了 龙灵儿说着突然情绪低落下来 不过熊花肯定没那么容易放过娘亲 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胡椒的声音 宅宅们娘亲回来了 二舅舅也来看你们了 五个宅宅同时皱起小眉头 他们对恶毒雌性一家人都没有好感 胡椒脚成块 回来时正好看见龙玉进屋 知道他们不想出来 便先带着胡青高进院子 胡青高看到院子里挂起来满满当当的肉 震惊的何不拢嘴 这些都是龙默那个废物抓的猎物 胡椒一脸严肃的纠正 二哥龙默他不是废物 以后你们不要再这样说他了 宠媚狂谋胡青高无条件的改口 好好好 二哥以后不叫他废物了 那他以前怎么每次只送一点猎物回来 他是故意欺负你 不是的二哥 以前他也送了很多猎物回来 只是都被部落的兽人私藏了 胡椒把昨天的事和胡青高说了一点 一听这话胡青高顿时怒了 敢偷我妹妹的猎物 我要去打断他们的狗腿 胡椒赶紧抓住暴走的二哥 没事的以后他们不敢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宅宅们和原生的家人 他不想因着原生留下来的烂摊的闹事 见小妹这么坚持 胡青高也没再提起这事 只是留下三只野鸡就准备离开 突然看到肉后面挂着的几块兽皮 小妹你把兽皮挂起来是做什么 那是昨天洗干净的兽皮 我想晒干给宅宅们做衣服 胡青高脸色怪异 兽皮不是这样揉制的 你这样晒干兽皮会变硬不好穿的 胡椒脸上的微笑突然凝制 他赶紧去摸了摸兽皮 果然已经变得硬邦邦的 胡青高连忙安慰他 没事不就是几张兽皮吗 你要什么兽皮 二哥过几天给你送来 谢谢二哥不用了 下次二哥教我怎么揉制兽皮吧 没想到胡椒会对这些事感兴趣 胡青高连连点头 送走胡青高 胡椒摸着硬邦邦的兽皮还是有些可惜 不过这些兽皮倒是可以做几双鞋子 这里的兽人似乎都没有穿鞋子 他和几个仔仔都是光脚的 说干就干 趁几个仔仔出门玩的功夫 胡椒进入空间找到针线 按照儿时的记忆开始用兽皮制作 很快就做好了四双小鞋子 龙瑶还没化形胡椒便没有做他的 做完仔仔的鞋子他才开始做自己的 久盯着针线胡椒有些疲惫 没等自己的鞋子做好 就靠在院子里的石墩上睡着了 在睁眼时胡椒出了一身冷汗 用手拍了拍脸颊 冰凉的触感终于让他的意识清醒了些 他做噩梦了 梦到龙瑶在一片荒草地里被一群狼砍食撕咬 半截龙身只剩下白骨 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十分不安 起身准备去把几个仔仔叫回来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安心一些 可找了一圈都没发现几个仔仔的身影 赶忙去部落其他地方寻找 忽然他听到林子前方传来讲话声 走近了些 就看见几个仔仔站在远处 胡椒面色一喜正要走过去 突然就看见仔仔们对面 还站着一个身段鲜瘦的雌性 玉儿这是我刚做好的烤肉 你们快拿去给弟弟妹妹们分了吃吧 你们一定饿坏了吧 都怪我最近一直有事缠身 没能送食物来 以后我尽量多带些食物出来给你们 胡椒皱着眉头探头看去 发现说话的正是 他刚刚穿越过来时看到的路绵儿 隔着茂密的枝叶 能看到那个娇软温柔的雌性 脸上不满了笑容 龙玉却十分冷淡地拒绝了 谢谢不用了 我们不饿 龙中只是看了一眼 路绵儿手里的烤肉没有说话 就连平日里话最多的龙玲儿 此时也没有和路绵儿搭话 有黑的小眼睛 默默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路绵儿 他们今天出去试 就听说恶毒雌性头上的上尸 被路绵儿推倒锁制 路绵儿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愣 随即又反应过来 是不是胡椒又打你们了 还是他发现我给你们食物了 不让你们吃 没关系的 你们现在吃完回去 他不会发现的 我也不会告诉任何兽人 听到路绵儿的话 除了龙中几个仔仔 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龙玉面容严肃地纠正 他没有打我们 我们也不饿 你把食物拿回去吧 龙玲儿也赶紧点了点头 大哥说的没错 娘亲没打我们 你不要胡说 一向沉默寡言的龙袖也开口了 路绵子谢谢你的好意 你还是回去吧 路绵儿听到这话 脸上的笑容都凝固了几分 他虽然和胡椒年纪相差无几 但部落里的幼崽 都是叫他绵儿姐姐 还从没有幼崽叫他绵子过 听到龙袖的称呼 远处的胡椒忍不住 捂着嘴巴笑出声 谁在那里 龙玉稚嫩的脸上 闪过一丝警惕 灵力的目光 扫向胡椒所在的地方 胡椒连忙闭嘴 可为是已晚 龙中已经踩着枯枝树叶走过来 看到胡椒时 脸上的伤疤都皱成了一团 怎么是你 另外几个仔仔也都是一愣 瘦小的身子 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 龙儿却咧嘴一笑 小跑过去 娘亲 听到这声娘亲 几个仔仔仿佛 从噩梦中惊醒 这才想起来 恶毒雌性会自称娘亲了 也发誓不再打他们了 眼看被发现了 胡椒只好硬着头皮走出去 我不是故意偷听你们讲话的 我是想来找你们碰巧遇见了 要不你们继续聊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听到胡椒的话 几个仔仔纷纷露出诧异的表情 恶毒雌性以前最讨厌的 就是路面儿 就连靠近一些 他就会破口大骂 今天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见胡椒转身就要走 龙灵儿赶紧上前拉住她的衣摆 娘亲别走 我们不是故意来见她的 是她自己来找我们的 娘亲别生气 也别讨厌我们好不好 目光对视 胡椒的心仿佛被种下了一颗内压 娘亲怎么会讨厌灵儿呢 我没有生气啊 龙灵儿开心地回握住胡椒的手 娘亲不生气就好 这声音到不似之前那样小心绸缪 反倒是真心欢喜 胡椒的心情也愉悦了几分 她转头看向路面儿 谢谢你的好意 以后你不用偷偷摸摸 给宰崽们送食物了 我不会饿着他们的 可路面儿却皱起了眉头 你到底想做什么 这几个宰崽已经瘦成这样了 你不给他们吃的也就算了 为什么连别人给他们食物 你也要阻碍 胡椒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不是我说不给他们吃了吗 胡椒正要开口解释清楚 龙中的声音冷不丁地打断 为你还走不走 此兴真是啰嗦 回头就见几个宰崽已经走到她身后 龙灵儿也拉了拉她的手 想把她拉出林子 小脚才巴掌大 她事先估算好了大小 只是稍稍松了一点不影响走路 龙灵儿新鲜感十足 踩着鞋子四处走 娘亲鞋子好奇怪 不过软软的好舒服 其他三个仔仔换上鞋子走起路来 就跟前世家里的宠物穿上鞋子走路一样 各种奇怪的姿势都有 扑呲 胡椒忍不住倾笑 龙中脸色涨红 气愤的把鞋子扯下来狠狠摔在地上 这东西一点也不好 我才不稀罕 胡椒也不生气 没关系 不习惯就不穿 娘亲不强迫你们 龙灵儿踩着鞋子兴奋的撒娇 娘亲鞋儿喜欢鞋子 谢谢娘亲 鞋儿要每天穿它 龙玉走了两步 稚嫩的脸上神情有些不自然 谢谢这个鞋子很好 只有龙袖站在原地 感受到脚底传来的柔软触感 龙袖握着长棍小心翼翼的走着 他看不见 经常会踩到锋利的东西把脚底割伤 现在有鞋子 他也可以经常出门不怕脚受伤了 当然也不能忘了小龙瑶 他拿出白瓷碗轻声叫唤 姚儿娘亲也给你准备 话还未说完 他猛地发现院子里并没有龙瑶的声音 姚儿呢 你们谁看见姚儿去哪里了 他急忙起身去寻找 龙玉反应最快 火急的小五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刚刚还在这里 一定是去哪里玩了 听着龙玉的话 胡椒不仅没有放心 反而更加焦急了 先前的梦让他心里很不安 龙袖也听出了胡椒语气不对劲 大哥你们出去找 我在家里守着 如果小五回来就叫你们 胡椒和两个仔仔先出了门 龙中看了眼着急的几人忍不住冷哼一声 装什么装 以前打小五的时候也没见你心疼过 嘴上这么说着 脚下去也动了起来 没跑两步他又折返回来 面无表情的把他刚刚扔掉的鞋子捡起来 拍了拍灰尘踹进怀里 然后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追上去 几人把龙瑶经常去的地方找了个遍 可也没发现龙瑶的身影 龙玉终于发觉不对劲 小五以前贪玩也不会乱跑 怎么会不在这里 龙灵儿小脸一摆 小五该不会出事了吧 胡椒面色苍白 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理清思绪 梦里的姚儿和狼群 还有荒草地 他连忙转头 你们知道部落附近哪里有荒草地吗 刚问完胡椒又觉得自己真傻 宰宰们又没出过部落 怎么知道部落外面哪里有荒草地 这时龙玉稚嫩的声音响起 在部落南边 过了一条河就是荒草地 胡椒心中奇怪却没时间多想 你们先在部落四处找找 娘亲去其他地方找 一定不要出部落 娘亲不希望找到了姚儿后 你们却不见了知道吗 三个宰宰点头 没有在这时候反驳他的话 胡椒立马按照龙玉所说的 往部落南方逃去 正如龙玉所说 部落往南有一条树米宽的河 河对岸是一片荒草地 此时此刻 一个黑色的小身影 正悠哉悠哉地飞在河上空 不过多时 小家伙翘着尾巴停下来 定睛一看 荒草丛中竟然有一块 香喷喷油滋滋的肉 龙瑶吸了吸差点流下来的口水 飞过去巴唧巴唧吃了起来 殊不知 一双双绿色的兽筒 已经悄悄地盯住了他 很快龙瑶把肉吃得金光 圆滚滚的肚皮朝上躺下 准备休息后再回家 一抬头就对视上一双绿色的眼珠子 龙瑶吓得一激灵 天生的警觉让他下意识地看向四周 不知何时 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 已经把他包围住了 这是狼群 龙瑶使出吃奶的劲 羞得一声飞起来 可饥饿的狼群 岂能放过这倒手的肥肉 争前恐后地追逐着 才吃了两天饱饭的小龙 速度根本比不上这群成年的狼群 不过瞬息间 狼群头领就张着低落咸水的獠牙 来到龙瑶身后 一声狼嚎贴着他的龙身响起 龙瑶心一凉 完了他要被狼群吃掉了 就在龙瑶放弃挣扎 准备接受死亡时 旁边突然扑过来一个人影 硬生生从狼口中抢过了一条命 猴小跳双手抱着龙瑶在荒草地里狂奔 你这个小崽子不要命了 这可是狼群 你怎么一个瘦在这里 他刚捕猎回来想走进路回家 谁知道却看见狼群在追捕一个幼崽 他想也没想就冲了过来 龙瑶在猴小跳怀里发出委屈的物业声 他伸出脑袋往猴小跳背后看去 一只狼爪刚好拍过来 他猛地咬住猴小跳的胳膊 猴小跳吃痛身子一侧躲过去 你这个小崽子真是不识好歹 我救了你你居然还咬我 话音刚落 就看到了拍空了爪子摔倒的狼兽 声音顿时戛然而止 还没等他松口气 怀里的龙瑶又大声叫了起来 猴小跳回头一看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几时头恶狼在后面穷追不舍 虎视眈眈的盯着他的屁股 要不是他闪得快定都要少一半了 猴小跳只能闭上眼睛狂奔 小崽子你可真是害死我了 一会儿到了河边你快点回家 别回头听见没有 就在这时 一只灰狼悄然从旁边包上来 挡住了二人的距离 猴小跳来不及停下 灰狼嗷呜一声扑了上来 他连忙向侧边扑倒 回头一看狼群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猛地把龙瑶扔出去 小崽子快跑 龙瑶还小 在空中翻滚了几圈才停下来 头望着和灰狼撕打在一起的猴小跳急的团团转 快走啊 还愣着干什么 就在这时 一头灰狼从身旁一跃而起咬向龙瑶 就崽崽 他决定不再隐藏实力 拿着沾满番茄汁的砍刀 一刀砍下灰狼的脑袋 刚想安慰受惊的龙瑶 怎料崽崽乌液着指着一个方向 胡椒这才看见和灰狼撕打的猴小跳 再次冲上前披向灰狼的脑袋 猴小跳忍着痛把灰狼踹台 刚想开口道谢 却看见是有恩怨的胡椒 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没时间解释了 快跑 胡椒说着抓起两人狂奔 猴小跳被咬伤了大腿 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我跑不动了 你们快先过河不用管我 叫喊间三人已经来到河边 好在他来时发现河水太急 已经提前在河岸两边安好绳索 他拽住猴小跳的胳膊让他抓上去 别废话抓紧绳子 姚儿你自己飞过去 说吧他一脚踹上猴小跳的屁股 随后自己也抓住绳子跳进河里 没多久岸边就冲出来几头灰狼 猴小跳吓得浑身一哆嗦 再一看 灰狼没有借力点一头冲进了河里 眨眼间就被河水冲走了 狼群头领带着一群灰狼 站在岸边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 猴小跳见状不敢再耽搁 连忙顺着绳子游到对岸去 好不容易上岸 两人都累的趴在地上大喘气 见胡椒趴在地上不动 龙瑶焦急的飞过来用脑袋拱他的手 姚儿不怕 娘亲没事 猴小跳躺在地上贪婪的呼吸着空气 趁他不注意 胡椒起身将绑在两棵树上的绳子剪断 剩下的绳子扔进空间 猴小跳缓过进来连忙和胡椒道歉 刚刚多谢你救了我呀 还好你及时出现杀了那两头灰狼 不然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想起之前他还帮着私藏胡椒的猎物 此刻心里就是一阵后悔 胡椒听到猴小跳的话连忙摆手 是我应该感谢你才是 要不是你出手相救 姚儿现在早就丧身狼嘴了 猴小跳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胡椒感激地笑了笑 忽而看到他腿上的血迹 你受伤了 文言猴小跳低头看了眼 大腿上的伤口已经能见白骨 这才感觉到疼痛重新袭来 我没事 就是被狼咬了一口 能保住这条命已经很不错了 文言胡椒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不动声色地从空间里拿出 纸穴药和纱布 猴小跳是有伴侣的雄性 不能和雌性交际太多 胡椒知晓这一点 在纱布上倒厚厚一层黄色的药物 两手拿着地点猴小跳 这是纸穴药 绑在伤口上可以纸穴 你自己可以绑上吧 猴小跳有些迟疑 这时龙腰飞了过来 用尾巴卷着猴小跳的手指 把他的手往纱布上拽 猴小跳这才回过神 结果纱布绑在了自己的伤口上 一两分钟后鲜血已经完全止住了 猴小跳满脸的不可思议 居然不流血也不痛了 胡椒你这要是哪里来的 不对兽医都没这么好的药 你该不会是个巫医吧 兽医的巫医就像童话世界里的魔女一样 能用巫术治愈兽人伤势 并且只有雌性才有可能觉醒成为巫医 但他也不想因为冒充巫医 而暴露自己的物资空间 我当然不是巫医 这只是我无意间发现的药 效果很好就戴在身上以防万一 猴小跳却连连点头 我懂我懂 我保证不说出去 胡椒人傻了 大哥你懂啥了 总觉得猴小跳怪怪的 又说不上来哪里怪 算了不想了 他看向一旁搭了着脑袋的龙瑶 姚儿你怎么会来这里 是谁带你来这儿的 龙瑶小心地看了胡椒一眼 一双水汪汪的红色兽桶里 充满了无辜和疑惑 他忘记了 粉粉的舌头发出一声奶蒙奶蒙的叫唤 胡椒却目光一顿 伸手擦了擦龙瑶的嘴巴 室友还有肉末 姚儿你吃肉了 谁给你吃的 看见胡椒有些生气的脸 龙瑶顿时身子一缩害怕地看着他 胡椒意识到是自己太着急了 面目柔和下来放缓声音 姚儿不怕娘亲没有生气 姚儿告诉娘亲是在哪里吃的肉好不好 龙瑶晃着小脑袋点头 然后飞到空中 伸出一只龙爪指向和对岸的方向 看到这一幕胡椒谋色异冷 果然 谁没事会把烤熟带油的猎物 放在部落外的荒草地里 那兽人一定是知道 龙瑶闻到味道一定会过去吃 对方是故意要害死龙瑶 只是部落里大多是胡椒得罪过的兽人 要想找出幕后黑手简直比登天还难 想到这里胡椒叹了口气 以后不可以吃外面的食物 再好吃再乐也不可以吃知道吗 想起刚刚鲜些因为贪吃一块肉丧命狼腑 龙瑶小鸡着米式的点头 回家路上 龙瑶寸步不离地跟着胡椒 生怕一眨眼胡椒就消失不见了 而此时的幕屋里 三个仔仔垂头丧气地归来 留守家中的龙秀听到声音摸索到门边 是大哥回来了吗 找到小五了吗 没有 龙玉声音暗哑地回答 龙秀脸上顿时一白 小五从来不会去到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还没找到小五 怕是已经出事了 龙中垂着脑袋拳头紧握 都怪我 要不是我没看好小五他也不会失踪 龙灵儿红着眼睛安慰 三哥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这样 龙玉死死咬着发白的嘴唇 脸上写满了自责 也许 也许娘亲能把小五找回来呢 龙灵儿小小声地开口 龙中想也不想就反驳 他恨不得小五早点去死 怎么可能把小五找回来 说不定小五失踪就是他搞的鬼 龙灵儿下意识地摇头 不会的 娘亲不会这样的 他已经变好了 他抿着唇扭过头去看外面 谁知就看到不远处正朝目五走来的雌星 龙灵儿眼前一亮 娘亲 是娘亲回来了 不等几个仔仔反应 他已经冲了出去 小院外 胡椒浑身湿漉漉的 身旁还寸步不离地跟着一条小黑龙 娘亲 小五 胡椒听到龙灵儿的声音 转眼就看到一个瘦瘦的小丫头扑过来 他连忙伸出双手 接住杀不住车的龙灵儿 娘亲回来了 小五也带回来了 放心吧 小五好好的没有出事 龙灵儿紧紧抱着胡椒的大腿 娘亲好厉害 我就知道你肯定能把小五找回来的 胡椒爱怜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正要说话 却听龙灵儿又突然惊讶一声 娘亲你身上怎么都湿了 是我不小心弄湿的 你和哥哥们带小五去玩 娘亲去换一下衣服好不好 随后看了眼院子里三个仔仔 你们也去玩吧 不要跑远了 天黑前记得回来吃饭 龙玉目光复杂地望着他 他想问恶毒磁性是从哪找到小五的 身上的衣服又是怎么打湿的 可是关心的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 龙袖看不见 只能在一旁听着几人的对话 得知胡椒身上的衣服都湿了 皱了皱眉头转身进了木屋 龙中最是不喜欢胡椒 强拉着龙玉出了院子 见几个仔仔离开胡椒松了口气 他们未来黑化成反派的最大原因 就是兽人们的霸凌欺压 要是他们知道是有兽人故意要害龙鸟 怕是会加速他们黑化的进展 他抬头看了眼天色 距离天黑也只有一两个小时了 等他换身衣服再做个大锅饭 就差不多天黑了 坐在院子里歇了两分钟 胡椒就起来准备干活 龙袖忽然走到他身前 下一刻手里被塞进了一条兽皮裙 袖袖这是哪里来的 给我的吗 胡椒不确定地问 龙袖面无表情地嗡了一声 这是我以前藏起来的 他最喜欢的兽皮裙 给你了 胡椒人妈了 好家伙人生处处是陷阱了 谢谢袖袖 娘亲正愁找不到这条兽皮裙 原来是你帮我收起来了 说着还上手摸了下他的脑袋 龙袖身体一僵 冷着脸忙后退了两步 你赶紧换了 要是生病了死了可没人能救你 说完就转身处着长棍 走到木屋后面坐下 不再理会胡椒 胡椒鸣嘴轻笑 这小子和龙中一样毒蛇 实际只是不会表达而已 很快换好新的兽皮裙 胡椒熟练地备菜生火 趁着煮肉的时间 他又做了个熏肉架子 点上火青烟飘起 缠绕在大块的肉上 四个仔仔回来时 只看到院子里冒出阵阵青烟 他们猛地想到 熊花家刚被烧掉的房子 顿时脸色一白 急匆匆地往回跑 龙灵儿焦急地寻找胡椒的身影 娘亲你在哪 龙玉也匆忙指挥龙中 老三去拿石桶打水灭火 然而四人还没进院子 就见胡椒一只手捂着嘴巴 一只手在鼻子前扇着风走出来 一脸诧异地看着他们 你们在干什么 龙中一脸愤怒地指着胡椒 你这个恶毒此心 你是不是想趁我们 不再把二哥烧死在家里 你还把房子烧了 话音刚落 龙瑶就冲了上来 熬五咬上龙中指着胡椒的食指 龙灵儿连忙上前把龙瑶拉开 三哥你没事吧 小五快松嘴 你怎么能咬三哥呢 龙瑶被龙灵儿抱在怀里 却依旧一脸凶狠 龙玉也有些生气地看着龙瑶 以前小五最是听话乖巧 今天居然为了恶毒此心咬伤老三 胡椒一惊 赶紧上前查看龙中手上的伤 我看看咬破了没有 食指上有两排牙齿印 其中有两个深深的印记 已经渗出了鲜血 流血了 娘亲帮你清理一下伤口上点药 他拉着龙中的手去咬水 谁知龙中却一把甩开他的手 不用你加好心 要不是你蛊惑小五 他怎么可能突然咬我 你这个恶毒雌性不要碰我 听到龙中的话 龙瑶从龙灵儿怀里挣脱出来 飞到胡椒身前不满地冲他呲牙 胡椒一个头两个大 他记得书里这五个小反派可是很团结的 龙瑶怎么会突然咬龙中呢 他黑着脸把龙瑶的尾巴揪住 小五不准咬人 龙瑶立即收敛起来 委屈巴巴地冲胡椒眨眼睛 娘亲保护了他 他也要保护娘亲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就算有错那也是三哥的错 谁让他凶娘亲了 胡椒没有心软 扭头走到龙玉身旁拉过龙中的手 看着胡椒的动作龙玉面色异了 你要对老三做什么 你这个恶毒雌性你放开我 大哥快带他们跑 胡椒也不理会他的叫马 进屋后拿出酒精棉签认真仔细地擦拭伤口 龙中吃痛的闷哼了一声 脸上的伤疤都皱在了一起 胡椒撇了他一眼有些好笑 刚刚骂得那么大声 现在痛怎么就不知道叫了 龙中脸颊气得飞红 我才不痛 一点也不痛 原来中二这么厉害 那娘亲可就不用这么轻轻的了 说话间胡椒迅速打开药品 把药粉倒在伤口上 又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来 几个仔仔匆忙跟进来时 胡椒刚好将伤口包扎好 见龙中完好无损地坐在地上 几个仔仔皆是一愣 恶毒磁性把龙中拖进来 是帮他包扎伤口 愣神的功夫 胡椒站起来冲龙中招了招手 姚二你过来 龙椒眼前一亮 立马屁颠屁颠地飞过去 去给中二道歉 听到胡椒接下来的话 龙椒一个急刹车瞬间傻眼了 道歉 胡椒再次重生了一遍 龙椒搭了着脑袋 不情不愿地飞到龙中面前 小尾巴尖尖翘起来 轻轻碰了一下龙中的胳膊 就飞快地收回来 转头望向胡椒眨巴着眼 好像在说我已经道歉完了 胡椒这才脸色柔和了些 上前抚摸着他的脑袋 姚二是个好宅宅 娘亲知道姚二是为了保护娘亲 可中二是你的哥哥不可以互相伤害 你把哥哥的手咬伤了 哥哥会很痛的 姚二也不希望哥哥难受对不对 摒弃亲情是小反派黑话后 结局悲惨的最重大因素 他必须把这个萌芽扼杀在摇篮里 听着胡椒的话 龙摇目光落在龙中包扎好的手指上 似乎是听懂了他的话 委屈地垂下了脑袋轻轻点了点头 呼得又飞到龙中身旁 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脖子 龙中顿时心头一软 被背叛的愤怒烟消云散 另一只手推开龙摇 嘴上却满是嫌弃 行了一个大雄性 天天就知道蹭蹭蹭恶不恶心 一说龙摇就不高兴了 像个小牛犊子一样埋着脑袋拱啊拱 死命地蹭龙中 看到两个仔仔和好如初 胡椒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好了快出来吃饭吧 再不吃都要凉了 五个仔仔在院子里排排坐 这才看到清烟是从一个木架下面冒出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把肉放在烟上面 用烟熏过的肉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娘亲这样做是为了让肉存放更久 听到胡椒的话龙灵儿有些好奇 娘亲很长时间是多久 可以放十天吗 胡椒温身回答 当然不止十天 肉熏好了可以保存几个月 龙灵儿顿时睁大双眼 那岂不是可以保存到冬天 我们冬天也能有肉吃 胡椒没给他们继续提问的机会 一人一份饭菜摆好 几个仔仔浑然忘了刚刚的一律 直勾勾的盯着胡椒的动作 他哭笑不得 都愣着干什么 看看就能饱吗 龙灵儿忍不住舔了下嘴唇 娘亲先吃 胡椒知道他们是害怕先吃他会生气 便走过去面对面坐在地上 好那娘亲和仔仔们一起吃 一日一早 胡椒起来做好早饭 从肉架上面卸了半头鹿肉 他打算拿肉去找老牛头换一点兽皮 老牛头是部落里柔制兽皮手艺最好的兽人 经常有兽人拿猎物去换兽皮 叮嘱仔仔们在家看家 便用自制的扁单挑着两块鹿肉出门了 书中写过老牛头住在部落北面 胡椒寻着北边走去 没想到老牛头的家还没找到 却被一个雄性拦住了去路 用千亿物资的富婆 却偏偏喜欢一个丑八怪 还被拒绝告白九十九次 就在他终于放弃要好好生活时 男人却自恋上了 只是在路上碰个面 敬大骂他不要脸 我只喜欢棉儿 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胡椒听得一愣一愣的 难道这位就是原生惺惺念念的英远 见胡椒愣住不动 英远脸上的厌恶之色更浓了 拿着你的肉滚 再让我看见你来这里我饶不了你 文言胡椒这才回神 想起书中英远极其厌恶原生 却拿着原生给他的猎物 转头就送去讨好路棉儿 胡椒就对他没有一丝好感 麻烦滚开 你挡着我路了 英远差点被横扫过来的扁单撞到 快步往旁边退了几步 脸上露出错愕的神情 很快又被满脸的愤怒替代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都不会喜欢你 胡椒满头黑线 我说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要把肉给你了 我是傻了还是脑子进水了 为什么要送给你这个手脚健全 还天天辱骂我的家伙 英远被说的脸清一阵白一阵的 你别以为这样说就能迷惑我 我知道你还没放弃 不然你不会带着肉来这里 我告诉你 梅儿比你好千倍万倍 你这么做只会让我更有心 胡椒差点被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 这乎是听不懂人话吗 对对对 你的梅儿比我好一万倍 所以现在你可以让开了吗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英远被气得恼羞成怒 你别给我装傻 你能有什么事 赶紧带着你的肉骨 胡椒实在忍不了了 扛着扁单走过去就是一棒转 部落是你家吗 凭什么你能从这走我就得滚 以前我是脑子进水了 才把你当大爷一样供着 现在我醒屋了 在我眼里你还不如这块肉中药 所以赶紧给我滚开 说把他挑着扁单把音远挥开 没在管身后的男人直接离去 半个钟头后终于找到了老牛头的家 老牛头住的是石屋 屋外有几棵树上挂着各色的兽皮 一个肤色略黑的中年雄性刚出门 看到胡椒脸更黑了 你来做什么 我这里不欢迎你赶紧走 牛大叔我是来找你换兽皮的 我没有恶意 听到胡椒的话老牛头脸色缓和了些 你真的只是来换兽皮的 问问牛大叔 我换了兽皮就走 您看这些肉够换几张兽皮 他把肉往老牛头跟前推了推 生怕被他拒绝了 老牛头嗓门大 一嗓子把四周的兽人都吸引了过来 见胡椒居然带了这么多肉震惊不已 老牛头也不敢相信 这雌性居然舍得拿肉来换兽皮 提着肉掂量了一下 少说也有七八十斤的肉 你这肉可以换三张大兽皮 你自己挑吧 胡椒面色一喜 谢谢牛大叔 随即养头挑选着树枝上挂着的兽皮 不远处看热闹的兽人议论纷纷 胡椒居然亲自拿肉来换兽皮 他这是中邪了 听说龙墨每次送回来的猎物都不够吃 他哪来的这么多肉 该不会是从哪偷的或是从哪家抢的吧 此话一出 众兽纷纷露出鄙夷的神情 老牛头听到这话也是脸色一遍 一手拉住胡椒的胳膊就往外推 你给我滚 这兽皮我不跟你换了 拿着你的肉赶紧滚 胡椒皱着眉 张了张嘴刚想说话 身后突然传来嘲弄的声音 人家老牛头都让你滚了 你还赖在这里真是不要脸了 胡椒回首 那污蔑自己的雌性正勾纯倾笑望着自己 没有证据就随便冤枉自己 这个雌性一定是故意来找茬的 扫了眼四周冷嘲热讽的兽人 胡椒记下他们的相貌 挑起肉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一个雄性从兽人群外挤进来 不是的你们别瞎说 这肉就是龙墨送回来的 是我亲自扛的胡椒没有偷肉 胡椒一愣 猴小跳你怎么来了 猴小跳手里还抱着一旁兽皮 大步跑到胡椒身前 我听说你要换兽皮 这些是我柔制的兽皮你拿去吧 就当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胡椒垂眸看去 他手中抱着正好是三张兽皮 思索片刻 胡椒将肉连筒扁单推到猴小跳面前 那我用肉和你换 正好不用我再扛回去了 猴小跳一脸惊慌连忙摆手 这怎么行 我不能要你的肉 胡椒一脸诚恳地看着他 你可别拒绝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救了姚儿 猴小跳这才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收下了 这时兽人群中又传来一道声音 胡椒是什么德行大家都清楚 猴小跳你这么帮他讲话 该不会和他有什么秘密吧 兽人们文言连声附和 话语中充满恶意 听了这些话胡椒脸色见了 转身走向看热闹的兽人 在诋毁自己的娇小雌性面前停下 他刚刚没听错名字的话 这个雌性就是陆翠翠 陆明儿的表妹 爱慕英远的一个心肌绿茶 因得不到英远就把气撒在原生身上 我当然比不上你陆翠翠 嘴上关心陆明儿 背地里却对英远投怀送抱 故意趁英远不在的时候 把陆明儿洗澡的地方告诉其他雄性 你可真是陆明儿的好妹妹啊 陆翠翠脸色一僵 胡椒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这是污蔑我 胡椒眨了眨缝谋恍然大悟 原来只有你说的才是实话 我的话就是污蔑 那你打着陆明儿的旗号去找英远 英远也不干净了 他必须和猴小跳一起扔进万蛇窟呀 一听英远要被扔进万蛇窟 陆翠翠就神色慌张 胡椒你闭嘴 我和英远哥哥才不是这样 众受健壮 想起陆翠翠平日里的所作所为 纷纷露出鄙夷的目光 要是日后自己被这样的雌性缠上 也要被扔进万蛇窟 可就太冤了 一时间 无人再敢拿胡椒和猴小跳说事 见目的达成 胡椒尾唇勾起一抹笑容 转身和猴小跳道别就回家去了 没走多远 身后又传来猴小跳的声音 胡椒等一等 他回头目光疑惑 还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肉不够 猴小跳连忙摇头 够的够的 我是想说今天捕猎我就去找龙梦 让他下次自己送肉回来 要是找兽人送恐怕又会被私藏 胡椒神情一致 这么说 过不了几天他就要见到大反派了 一想到梦中那条逝血的黑色巨龙 胡椒就一阵毛骨悚然 你怎么了 猴小跳疑惑问道 没事谢谢你 我先回去了 胡椒勉强的笑了笑 心不在焉的回家 此时的木屋里 五个仔仔趴在屋里的草床上 正嘀嘀咕咕的商讨着什么 龙中脸色阴沉沉的 他把肉拿走了 肯定又是送给姻缘 龙灵儿拖着塞满脸不赞同 娘亲说是去找老牛头换兽皮的 不是给姻缘 龙玉表情严峻 以前他拿到肉第一时间就是送给姻缘 现在坑给我们吃已经不错了 龙中冷哼一声 你以为他为什么突然变好 他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讨好姻缘而已 等他讨好了姻缘 立马就会把我们和爹爹抛弃 听到这话龙灵儿表情一讲 龙袖这时冷不丁开口 他不会把肉给阴远的 龙瑶飞到龙袖脸颊旁 颇为满意的上嘴巴激了一口 嫌弃的擦了擦脸上的口水 老三里伸手越来越差了 连小五也抓不住 龙中被刺激到了 趁龙瑶不注意猛地扑过去 将他紧紧按在地上 哦 龙杀亲弟弟了 龙灵儿忍不住名嘴倾笑 就连一向冷峻的龙玉也微微勾了勾唇 胡椒这时也回来了 抱着兽皮进屋放在草床上 几个仔仔皆是呼吸一致 他真的换兽皮回来了 龙瑶第一个冲过去 摇着尾巴像的哈巴狗似的 讨好的蹭胡椒的脸颊 龙灵儿也很快反应过来 起身一碰一跳地出门 很快就端了碗水进来 娘亲你累坏了吧 喝水 胡椒受宠若惊地接过水 谢谢灵儿 灵儿真懂事 龙袖虽然看不见 但听着龙灵儿的反应 知道胡椒的确和他猜测的一样 没做糊涂事 喝完水 胡椒便不再聚着仔仔 让他们自己出去玩 很快三个小时过去 胡椒看了眼太阳的高度 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这时候洗澡最是暖和舒服 他赶紧架锅生火烧水 出去叫几个仔仔回来洗澡 仔仔们回到院子里 就见胡椒正往一个圆圆的东西里面倒水 你们回来了 这是娘亲今天让别人帮忙做的洗澡盆 今天娘亲给你们洗澡 仔仔们都僵住了 恶毒雌性居然要给他们洗澡 他是发什么疯了 不等几个仔仔回答 他就走上前捉住了龙中 龙中两只手紧紧拽着裙摆 瞪大眼睛愤怒地看着胡椒 你干什么 别动我衣服 胡椒忍俊不惊 小家伙还害羞了呀 龙中表情依旧凶狠 谁 谁害羞了 你别碰我 我自己会洗 不要你假好心 胡椒忍不住笑出声 又想到兽人大多都很早熟 的确应该保持距离 就让他合着兽皮裙坐进盆里 只帮他洗头发搓背 看着龙中一头满是死结的鸡窝头 正打算给他修剪一下 却遭到龙中的强烈反抗 你敢动我头发试试 我不用剪头发 龙中双手捂着脑袋 有黑的瞳孔中泛着一抹星红 胡椒一时愣住 不明白龙中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终而你的头发都打结了 娘亲帮你剪短一点 以后会长出来的 龙中却仿佛受到刺激 我不剪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你想让大家都看到我的伤疤 然后嘲笑我 你滚 听了龙中的话 把毛巾给他让他自己擦干 龙中洗完澡后 就一声不吭地离开院子 几个仔仔面面相去都没有跟上去 再给几个仔仔都洗完后 龙秀不知何时站在胡椒身后 五岁的时候老三刚刚化形 还不能熟练控制身体 你只会老三生火做吃的 老三照做生了火 却在烤肉时不小心栽进火堆里 烧伤了半张脸 你不仅不救老三 还大骂老三弄脏了肉 听部落的兽人说 老三以前长得最是好看 最喜欢在河边臭美 从那以后他一直用头发把脸挡住 你要剪他的头发 无疑是要他的命 听完龙秀的话 胡椒心中一阵赫然 难怪龙中会自己最是厌恶 他又猛地想起什么 那你的眼睛也 龙秀知道胡椒想问什么 我这眼睛是天生的与你无关 说完了话 龙秀便像往常一样 转身走向阴暗的木屋 好似那无尽的黑暗 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胡椒的声音 却让龙秀脚步一顿 娘亲一定会想办法 治好你的眼睛 还有钟儿的脸 听说乌衣有让兽人 起死回生的能力 娘亲一定帮你们找到乌衣 龙秀双手攥紧 我们不需要你的承默 娘亲知道以前做了很多错事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们了 龙秀心头一致 随即冷漠地迈开步子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看着龙秀孤寂的背影 胡椒却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他记得男女主离开部落之后 在另一个大部落遇到了乌衣 部落外是连绵的山脉和森林 猴小跳一路小心翼翼地 朝着山脉深处赶去 来到一处幽暗的山洞外 龙墨你在里面吗 我是猴小跳 可漆黑的山洞里只传来他的回声 久久得不到回应 猴小跳有些急了 你不说话我就进来了呀 里面呼的传来一声低沉暗哑的声音 什么事 猴小跳脚步一顿连忙停下 是胡椒跟我说 下次希望你能亲自送猎物回去 他说他想你了 幽暗的山洞深处 一双金色的瘦铜条的睁开 阴冷的眸光里泛着一亩狐疑 这个雌星又在搞什么鬼 山洞外 猴小跳见龙墨许久没有回答有些着急 这龙墨该不会不相信吧 就在他酝酿了一堆胡椒的好话 准备和龙墨解释时 我知道了 下次我会亲自带猎物回去 猴小跳面色一喜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迅速钻进丛林 山洞内 巨大的金色兽铜碗如两个太阳 悠悠地盯着洞口两久 罢了 就算那个雌星再不洗自己 他也是他的伴侣 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照做 只是若他在折磨宰宰 让宰宰出了什么意外 他一定会亲手了解他 另一边的木屋里 胡椒正给几个宰宰换新作的衣服 门外突然传来陌生的叫骂声 胡椒你给我滚出来 不要脸的东西 敢把竹椅打倒到猴小跳身上 我今天非撕烂你的脸 是狐狸 所以他被朋友排挤 被男友抛弃 甚至连不认识的雌星 都站在他家门口破口大骂 胡椒对付这种人也是熟练的很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撕烂我的脸 猴香见状更生气了 你好不要脸 勾引姻缘不成 居然还勾引我家猴小跳 就算你给他再多肉 他也不会被你诱惑的 听见这话胡椒算是明白了 这个雌星是猴小跳的伴侣猴香 多半是看到猴小跳拿回去的肉 误会他要纠缠猴小跳 我之前缠着姻缘是因为他没有伴侣 如今他和陆明儿成为伴侣 我已经没有再纠缠姻缘 更不可能打猴小跳的主意 至于你说的肉 那是我用来和他换兽皮的 许多兽人都看见了 听了胡椒的话 猴香脸上的表情瞬间被定格了 那肉是猴小跳用兽皮和你换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茬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找那些看到的兽人问 不然你以为我家肉多了没厨房 摆给猴小跳吗 猴香仔细想着他的话 猴香还真是这么回事 只能舔着脸善善一笑 这个是我弄错了 不好意思啊 胡椒没想到猴香还给自己道歉 这倒是比熊花那种人要好的太多 随意的摆摆手 没事误会解开了就好 不过是谁告诉你 我送肉给猴小跳的 闻言猴香也反应过来不对劲 是鹿翠翠 这个混蛋居然骗我 果然不出他所料 也只有鹿翠翠那个小心眼 才会故意在猴香面前误导他 误会解开后 胡椒看见三个仔仔在院外 正看着自己 便招了招手温柔开口 育儿灵儿中二 进来吃饭了 龙秀听着脚步声接连响起 知道是兄弟几个回来了 除着长棍站在原地没动 就在这时 一只温暖柔软的手牵住了他 秀秀走 娘亲带你去吃饭 刚进院子的龙玉兄妹 三人睁大眼睛 恶毒雌性怎么变得 这么细心体贴了 以前他只会骂龙秀是个瞎子 他不仅不照顾他 还不准他们兄妹几个帮他 他今天居然连吃个饭 都亲自去牵龙秀 惊讶过后 龙灵儿率先高兴地跑过去 娘亲现在不嫌弃 二哥看不见 他好喜欢现在的娘亲呀 几个仔仔很快拍好 胡椒掀开锅盖 令人垂涎的香味立即飘散出来 一人打了一碗鹿骨汤 外加五个牛肉丸 突然一声肚子叫缓的声音响起 抬头才发觉猴香还没有离开 正站在院子外面 看着他锅里的汤 嘿嘿你这做的是什么 怎么味道这么香 瘦人虽然会用火做熟食 但也仅仅是熟得谈不上好吃 胡椒也不是吝嗣的人 这是我用鹿骨头熬的汤 你尝尝 猴香眼前一亮 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下一秒就送去嘴巴边 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 太好喝了胡椒 你真厉害 居然能做出这么好喝的汤 猴小跳救了我家龙瑶 我还没好好谢谢他 这些肉和汤你拿回去给仔仔尝尝 猴香有些不可置信 真的是给我的 传言说胡椒不好肯定都是假的 谁再说他一句不好自己就跟他们挤 猴香像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双手捧着碗接过来 胡椒你真好 好好吃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 胡椒你好厉害 胡椒笑了笑 你喜欢吃就好 很快几个仔仔都吃完后 胡椒拿着锅碗来到河边 看到院子里已经没人了 新面移动来到空间里 空间里新解锁的货架 证实了胡椒的猜想 果然只要获得兽人的好感度 就可以解锁新的货架 不仅仅是几个仔仔 其他兽人的好感度也可以 他走到最新的货架前 发现货架上出现的是一些作物种子 与之前不同的是 每样种子都有介绍 上面还标注了种植的时间 和注意事项等等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他正愁明天出森林采摘时 怎么寻找种子 这空间简直就是他肚子里的灰虫啊 书中部落第一次被其他兽人袭击 是因为冬季缺少食物除去不猎 被其他兽人发现引来了危险 只要交部落的兽人种植土豆 那么就不用担心缺少食物的问题了 次日一早 胡椒就起床出发去采摘队 刚到地方就看见熟悉的组长 组长我没有来吃吧 没有 雌性还没到齐呢 此时周围几个雌性看到胡椒靠近 纷纷往旁边站 好像他是什么脏东西 不想和他沾染分好 胡椒已经习以为常 面不改色的站在原地 约莫等了十几分钟 又有五六个雌性杉杉来吃 其中便有陆明儿和虎精陆翠翠三人 樱远送陆明儿过来 看见胡椒也在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你怎么也在这里 胡椒看了他一眼没打算搭理他 见胡椒无视自己 樱远眉头一皱 走近两度压低了声音 你别想耍什么花招 我说了我是不会看上你的 你要是敢欺负明儿我就掐死你 胡椒抬起眼皮子 看傻子一般的眼神望着樱远 这货怕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吧 干脆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眼不见为己 真是想不明白原生到底涂啥 涂他自恋脸臭说话还难听吗 这时陆明儿也走过来 阿元怎么了 没事 我今天要去狩猎队就不能陪你一起了 你和虎精在一起小心一点 要是有受人欺负你就告诉我 陆明儿善解原意的点头 你去吧我没事的 没过多久雌性都来起了 原生的母亲胡敏也来了 看到胡椒也在胡敏非常惊讶 转念一想自家宅宅如今懂事了 一路都亲密地拉着他的手走在队伍末尾 出了部落后 四周都是遮天蔽日的大树 组长和三个雄性亲自护卫 一个钟头后来到一片比较平坦的平地上 胡椒一眼扫去 这片平地上生长着大量的土豆 看来今天的目标就是挖土豆了 思索间 组长已经拿着工具走到众兽前面 大家过来拿兽补 争取多挖些土果为今年冬季屯粮做准备 要是有其他可食用的果子也一起采摘回去 所有雌性领的工具 开始各自找地方挖土豆 组长和三个雄性则是在四周巡逻 保护雌性们的安全 每年秋季 组长都会组织雌挖掘土果和采摘可食用的果实 有不少兽人会吃陌生的果实中毒而死的 也正因此 几乎每年冬季部落里的食物都不够 胡椒想出来 正是为了多找一些能食用的水果蔬菜进行种植 改变冬季被兽人袭击的悲惨事件 他故意和胡敏去远一些的地方挖土豆 然而在四周寻找了一圈 他才发现 这里除了土豆就是杂草 根本没有他认识的能吃的植物 胡椒有些颓然 只能任命地挖土豆 他手脚麻利 很快就踩到小山丘一样多的土豆 胡敏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娇娇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干活了 文言胡椒身体一僵 糟了 忘记旁边还有个原生的母亲了 就在胡椒思索该如何解释时 胡敏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 娇娇了你受苦了 一定是因为龙墨不在部落你干了很多活 现在干活动作都这么熟练了 胡椒文言尴尬一笑 没有娘 其实我也没干多少活 可能就是我比较有干活的天赋吧 要不然你考虑考虑再找个伴人吧 部落里除了姻缘 优秀的雄性还是挺多的 想到家里五个可怜的宅宅 胡椒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娘我不喜欢姻缘了 就想把五个宅宅好好养大 胡敏大脑短路了好一会儿 才猛地意识到胡椒说了什么 娇娇你终于想通了 我们娇娇这么好 姻缘他不喜欢你 是他眼睛有问题 不远处 陆翠翠见两人有说有笑心里 很是不爽 见四周没人注意到自己 走到胡椒跟前哀哑一声 抬脚把胡椒堆好的土豆 踢得满地都是 胡敏气愤地站起来 陆翠翠你没长眼睛吗 脚长着不会走路就砍掉胃狗 陆翠翠故作惊慌地退了两步 哎呀对不起 我就是看你们挖的慢想来帮忙而已 说话尖脚底咔嚓几声 顿时又踩烂了好几个土豆 胡敏顿时火冒三丈 这可是冬天的粮食 少一个土果冬天就少一口吃的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把我挖的赔给你 陆翠翠一脸歉意地上前 拉着胡米的胳膊 眸光撇过他背后 藏在草堆里的一块石头 陡然夹中手上的力道 往后狠狠一推 可一只纤细的手 却捏住了他的手腕 陆翠翠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猛地推开 紧接着脸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糖 胡椒你竟然打我 胡椒冷哼一声 打的就是你 陆翠翠气急 看到不远处被声音吸引 正看向这边的兽人们 瞬间又换上了一副 楚楚可怜的表情 我只是想帮忙而已 你要是不喜欢我直说就是 为什么要打我 此话一出 四周的雌星顿时不满地围了上来 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指责胡椒 陆明儿上前扶住陆翠翠翠 翠翠翠你没事吧 胡敏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第一反应就是站在胡椒这边 贤惠气有本事你们冬天饿死 别吃我们娇娇挖的土果呀 陆翠翠你没事跑来装什么大尾巴狼 踩坏了这么多土果还好意思说帮忙 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毁坏粮食的 听到胡敏的话 雌星们也看到了地上被踩烂的土洞 陆翠翠一脸委屈死不承认 我不是故意的 听到动静 组长一脸严肃的表情走过来 怎么回事 胡椒没给陆翠翠机会 组长陆翠翠他踩坏了我挖的土果 我娘说了他几句他就记恨在心 想把我娘推到石头上 还好我反应快 不然我娘就被他推到摔死了 你瞧瞧多专业 连作案动机都替陆翠翠想好了 听了胡椒的话 陆翠翠脸色一白 这蠢货怎么会知道他要做什么 下一刻陆翠翠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我没有 梅儿姐姐你要相信我 一旁的虎金看不下去 胡椒你胡说八道什么 陆翠翠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文言陆明儿也打消了心中那一丝疑虑 胡椒这次是你太过分了 不管翠翠做错什么你也不应该打他 你得翠翠道歉 胡椒不禁发出一声冷笑 他说实话没有一个人心 陆翠翠哭两声就是对的 他冷着脸反问道 我胡说八道 陆翠翠我问你 这地上的土果是不是你踩坏的 刚刚是不是你抓住我娘的手 果子是我踩坏的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你敢对这寿神发誓 你刚刚没有任何想伤害我娘的想法 陆翠翠顿时脸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他怎么可能敢对寿神发誓 要是欺骗寿神那可是要被降天罚了 虎金最是看不惯胡椒 胡椒你别得寸进尺了 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情 陆翠翠凭什么要发誓 陆绵儿也一脸生气 胡椒你别太过分 快给翠翠道歉 胡明简直要被气笑了 凭什么道歉 我家娇娇又没做错什么 别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娘俩就怕了你们 胡椒拉住胡明的手 给他使了得安心的眼神 好不发誓也行 那我再问你 你知道我平日里最讨厌你们 还舔着脸过来是为了什么 别说你想帮忙 我这么恶毒还纠缠你的姻缘哥哥 你还帮我是不是有病 你要是没病 那就是借着帮我的名头 故意采坏土果报复我 这可是大家冬天的粮食 看来你是想让大家冬天都饿肚子呀 陆翠翠牙口无言 这个胡椒怎么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 陆绵儿沉声赤道 胡椒你够了 翠翠只是不小心的 族长陈卓莲走出来打断他们的对话 目光落在被采烂的土果上 头疼的揉了揉眉心 陆翠翠你采烂土果 这些食物在冬季会从你的氛围里扣除 可胡椒打了他 这时您还没说怎么处罚胡椒呢 胡椒看向虎精 这个虎妞还真就是个热心肠 帮完好闺蜜陆明儿又帮陆翠翠 到最后连命都搭上去了 真不知道该说他傻还是单纯 族长头疼的闭上眼睛 随后又看向胡椒身后的胡敏 目光落在他被掐了一圈红印度的手臂上 陆翠翠蓄意伤害胡敏 胡椒只不过是保护胡敏 为什么要惩罚他 胡敏的皮肤本就白得发亮 轻轻一掐就会泛红 要真只是想帮忙 陆翠翠为什么要使劲掐胡敏的胳膊 胡敏根本没发觉陆翠翠的意图 此时听到组长的话转身去草丛里一把了 果然看到了一块大石头 陆翠翠你怎么这么呆 我怎么得罪你了你要害死我 陆明儿和虎精也不可置信地看着陆翠翠翠 没有我没有 陆翠翠张黄失措地摇头 以后冬季部落不会再给陆翠翠分发食物 你回去后尽快找伴侣吧 以后也不用参加采摘队了 他本想等回部落再单独找陆翠翠商谈 可虎精袍根问底也只能当众宣布他的决定 陆翠翠脸色一白跌坐在地上 他还想求情 组长却大手一挥 行了这是到此为止 以后再犯就驱逐部落 都抓紧时间挖土果吧 雌性们纷纷散开 谁也不愿意再接近陆翠翠翠 陆明儿犹豫着伸手想要把陆翠翠扶起来 却被虎精一把拉走 你还管他做什么 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雌性 也没比胡椒好到哪里去 胡椒听得一清二楚 却一脸淡然 娘我们也继续挖土果吧 胡敏气不过想骂回去 可看到胡椒那娇软甜美的笑容心 顿时就软了下来 好好去挖土果 中午时分太阳毒辣 雌性不像雄性那样体力充沛 都躲在树底下休息 胡椒见胡敏脸色飞红热的快要脱水了 借口走到无人的地方 从空间里拿出两个水嫩的梨子 娘我刚刚在旁边捡到了两个果子 你吃 胡敏有些惊讶 你吃娘不想吃 胡椒哪能不知道胡敏在想什么 娘有两个 我们一人一个吧 胡敏一脸无奈只好咬了一口 这果子怎么这么好吃 你再拿捡的 娘也去看看能不能捡到 胡椒一屁股在旁边坐下来信口胡粥 没了 应该是吃草的野兽落下的吧 我就看到这两个 可惜了 这么好吃的果子不知道是哪里长的 胡椒笑了笑没说话 吃完梨子后 胡椒目光环顾一圈找到组长 刚想开口说话 却突然被他身后的东西吓了一跳 紧接着的废物雌性 居然得到至高兽神的青睐 甚至还解决部落苦恼的粮食危机 当胡椒谎称自己收到兽神之意 说出种植土豆和熏肉保存的方法后 族长顿时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有了这些方法 部落冬季都不会缺少食物了 很快采摘结束 族长安排应远和几名兽人帮胡椒种土豆 应远虽然不情愿 却不得不服从安排 一周后 种下的三千斤土豆全部发芽 不出意外的话 冬季来临前他们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临走前 胡椒把所有注意事项全部告诉组长 毕竟自己肯定不能时刻来盯着 盯梢的事情还得组长来安排 殊不知陆翠翠正躲在阴暗的草丛里 脸上带着得逞的笑容 随后陆翠翠找到在河边洗衣服的陆明儿 十分诚恳地对采摘的事情道歉 见陆翠翠眼眶湿润 陆明儿也是立刻心软 你知道错了就好 以后不可以再有这种伤害雌性的想法 陆翠翠乖巧地点头 可眸子里却闪过一次妒忌 明儿姐姐 我好久没和你说话了 一会儿能去你家玩吗 这段时间她都没有借口找陆明儿 也没机会见到英远 陆明儿没有发现她的异样 当即起身邀请陆翠翠回家 两人回到家中 英远正半裸着身子 在院子里用兽爪撕开猎物 陆翠翠一时看呆了 英远哥哥好久不见 可英远却静止越过她 关心地走向身后的陆明儿 陆翠翠极度地抓狂 趁两人说话的功夫 她悄悄进屋 将兽皮床上的白色羽毛 偷偷藏在身上 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去 次日一早 胡椒还没起床 就听见有兽人在门口大喊 胡椒不好了 土果苗都死了 等到她来到地里查看时 距离和近的土果苗都已经枯萎 而其他距离河边较远的田地 土果苗却依旧茁壮生长着 她蹲下来 伸出白皙的手指按在土上 明显的湿润感袭来 这些土果苗是因为浇水过量才死的 组长却直摇头 不可能啊 我今天才派兽人过来巡视 根本没有让兽人浇水 也许是有人趁巡逻的兽人来之前 偷偷给土果苗浇水 故意害死土果苗 话音刚落 旁边走上来一个雄心 组长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这个您看看 胡椒转头看去 见她手里拿着一根白色的鸟兽羽毛 一旁的鹿脆脆面露震惊 绵儿姐姐 那不是你每天戴在身上的羽毛吗 族长立刻沉着脸看向陆绵儿 土果苗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陆绵儿吓得小脸苍白 羽毛是我的 可土果苗的死真的和我无关 昨天我就发现羽毛不见了 可众兽人明显不相信这套说辞 正当陆绵儿不知道怎么办事 胡椒忽然站出来 既然如此 那就对比一下地上的脚印好了 我刚刚发现那边有许多陌生脚印 想必是昨天偷偷浇水的兽人留下的 谁的脚印对得上 谁就是摧毁土果苗的兽人 陆绵儿文言用力地点头 组长我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随后他走到河岸边对比了脚印 只见那地上的脚印细长 一看便不是同一个兽人 这个结果在胡椒的意料之中 陆绵儿身为疏忠女主 自然不会做出对部落不利的事情 既然大家都在这里 不如都对比一下脚印 兴许能找出真凶呢 角落里的陆翠翠文言顿时脸色一白 这里这么多兽人 一个一个的试得等到什么时候 我看你就是不会中土果 故意找借口的吧 也对多亏你提醒我 雄性没有这么小的脚 只要让部落的雌性 都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很快 雌性们排着对一个一个的 去对比脚印 陆翠翠站在最后硬着头皮上去 他和地上的脚印一模一样 是他摧毁土果苗的 陆绵儿看到这一幕 微弱的瞳孔中写满了不相信 是你昨天偷了我的羽毛 绵儿姐姐你在说什么 明明是你把羽毛送给我 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呀 我什么时候把羽毛送给你了 没想到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 不等他说完 陆翠翠就用泛着哭腔的声音打断他 绵儿姐姐 事到如今你就承认了吧 我真的不能替你瞒下去了 一时间 众兽也不知该相信谁 就在这时胡椒再次开口 昨天我和组长就是在这里谈话的 要知道谁是真凶 去看看四周的角落里 有没有相似的脚印就行 很快众兽在树后找到相同的脚印 陆翠翠脸色刷得一下白了 胡椒笑意盎然地看着他 胶水过量会让土果秒死的方法 是你听到的 这一切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吧 陆翠翠急得舌头都打结了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族长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你几次三番危害部落 今天你就搬去部落外面居住 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进部落半步 陆翠翠害怕地瞪大眼睛 被驱逐的雌性再也不能回部落居住 代表从此失去了部落里优越的环境 陆翠翠哀嚎着祈求原谅 却没有一个兽人同情他 很快陆翠翠被赶到部落外 他害怕地走在森林里 却意外撞见几个流浪兽人 几个流浪兽人见状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这下今年的冬季可不会无聊了呀 陆翠翠害怕地腿发软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我们部落有很多雌性 他们明天会出来采摘 我可以帮你们得到他们 流浪兽人脸色一喜 嘴上说着让他说出情况就放过他 可当陆翠翠说出地点后 他依旧没有逃过流浪兽人的摧残 从此只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另一边 胡椒从噩梦中惊醒 他梦到陆翠翠在采摘土果石 被一群流浪兽人抓去侮辱了 虽然最后被阴远救回来 可却因为郁郁寡欢最终自杀了 陆翠翠翠死后 各种天灾集体出现 他和宰崽们都也死在了这崩塌的世界里 想到上一次他梦到龙瑶的事成真了 他心里咯噔一声 所以他不仅要攻略大反派 还要防止陆翠翠死掉呗 怀着心事 次日一大早就起来 给宰崽们做好丰盛的早餐 他怕这次没能阻止陆绵儿 这就是他和宰崽们的最后一顿饭了 龙灵儿揉着眼睛迷迷糊糊的出门 娘亲今天怎么这么早 灵儿来帮你 一睁眼却被满桌子的佳肴给愣住 这么多食物 娘亲你怎么做这么多 我们吃得完吗 胡椒回头温柔的笑了笑 不用帮忙 灵儿去叫他们起床准备吃饭了 龙灵儿恍惚的进屋 把另外几个宰崽也叫了出来 一家六口坐在桌边 怎么都不动 是不合胃口吗 龙玉看了眼院子里 你把食物都做完了 明天我们吃什么 龙中一脸警惕的瞪着胡椒 你是不是想骗我们把食物吃完 好找借口把我们丢掉 龙咬眨巴眨巴眼睛 两只龙咬放在小肚子上 最终下定了决心咽下口水 如上战场一般熬污了一声 好像在说以后可以吃少一点点 胡椒好笑的看了他们一眼 胡说什么呢 娘亲今天做这么多事 因为你们爹爹快回来了 他会带很多食物回来 不会让你们以后饿肚子的 闻言龙玲儿眼前一亮 爹爹要回来了 太好了 好了你们快吃吧 吃完了娘亲还得去采摘队呢 胡椒挨个揉了 柔仔仔们的脑袋转移了话题 几个仔仔收回目光 专心地吃了起来 胡椒脸上的笑容染上了几分愁色 算算日子龙莫估计就要回来了 他还没见过大反派长什么样呢 万一长得十分猙獰 可不他该怎么办 思索间有兽人来叫他去采摘队了 胡椒胡乱吃了两口就离开了 龙中皱眉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他有点奇怪 龙玲儿也十分苦恼 娘亲肯定不想让爹爹回来 所以才不开心的 龙玉点头表示赞同 他一向不喜欢爹爹 龙瑶没有反应 只是在巴唧巴唧吃着饭 三个仔仔回神 就看到自己的碗自己被吃的精光 小五 三声怒吼七七响起 只有龙瑶抿着唇坐在桌边 冷白的脸上若有所思 胡椒和雌性们来到采摘的地方 这次他们不是采摘土果 而是采摘其他果子 胡椒放眼望去 发现了好几种他熟识的水果 可他现在没心思摘水果 闭门心思都放在了龙玲儿身上 拿着兽皮带子 一直跟在龙玲儿旁边 大有龙玲儿走哪 他就跟哪的架势 和龙玲儿形影不离的虎金看不下去 你滚去别的地方 别一直跟着我们 我没跟着你们啊 我是看这里果子比较大采过来的 你想多了 虎金气不过 你明明就是 地旁的龙玲儿拉住他 冲他摇了摇头 算了虎金 我们去旁边摘吧 虎金愤愤不平 玲儿你就是太好说话了 才被他欺负的 但还是拎着兽皮带子 和龙玲儿挪了地方 胡椒扭头若无其事地摘果子 无视了虎金愤怒的目光 等两人换了的位置 他又拎着兽皮带子挪到旁边 这里果子好像更大 虎金忍无可忍愤怒地咆哮着 这胡椒绝对是故意来哀眼的 胡椒眯着眼掏了掏耳朵一脸无辜 我摘果子而已你凶什么 我又没挑你的 这里这么多果子只准你们摘 就不准我过来摘了 听到争吵的声音 族长立刻走了过来 怎么回事 胡椒立马告状 族长我认真摘果子 虎金他总是影响我 他可没说谎 他当当一直在勤奋地摘果子吗 是虎金对他有偏见 看见他就要骂他几句 文言族长立即皱起眉 摘果子是大家的事情 你要么认真摘 要么别来 不要打扰胡椒 虎金一脸憋屈 却又一时找不到说辞 好了都专心摘果子 族长一声令下 四周终于又恢复了宁静 半天的时间 他们足足摘了几百斤的柚子和柿子 今天就忙到这里吧 大家都休息一下 一会儿我们就回部落了 听了族长的话 雌性们都坐在树下 有的拿了几个果子一包口服 雄性则是忙碌着 用兽皮和藤条把果子打包起来 胡椒也挑了个柿子 坐在路明儿旁边看 怎么还没见到流浪兽人 难道真的只是个单纯的噩梦而已吗 正怀疑着 路明儿突然起身走向远处的树林 胡椒精神一震 立马小心翼翼的跟上去 不敢有丝毫松懈 然而没走多远路明儿就发现了它 我想尿尿 一个人害怕正好一起吧 说完就正大光明的上前 和路明儿并排走着 路明儿点了点头没有在意 两人走了一段路 确定味道不会飘到摘果子的地方 才找了个灌木丛停下来 胡椒刚看了一圈 也没发现四周有什么异样 看来那个梦只是他想多了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流浪兽人 正想着 旁边的灌木丛里传来沙沙的声音 回头一看 一条黑色巨蟒从灌木丛里抬起上半身 他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这条黑色巨蟒 和梦里看见的流浪兽人的兽形一模一样 黑色巨蟒的眼中流露出邪恶的笑容 这里果真有磁性 看来那个磁性没骗我们 灌木丛里又窜出两个兽影 一头缺了一只耳朵的斑纹大 还有一头吓了一只眼的灰狼 看见灌木丛里的两个磁性 流浪兽人兴奋的咸水从獠牙上滴落 路明儿一回头就看到三个恐怖的流浪兽人 吓得直接跌坐在地上 这时胡椒猛的回神来 他们是流浪兽人 快跑 胡椒像个弹簧似的从灌木丛里弹起来 跑过去拽着路明儿的胳膊 撒鸭子往采摘果子的地方跑去 流浪兽人虽因很恐怖 但都是有残缺的 实力不如部落里的兽人 只要跑到组长载的地方就安全了 三个流浪兽人黑黑一笑立马追了上去 突然路明儿吃痛的叫了一声 胡椒 我嚼完了 胡椒听到声音回头一看 就见路明儿趴在地上正吊着筋豆豆 该死 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呀 想到梦中世界崩塌景象 胡椒一咬牙豁出去了 从空间拿出一把砍刀转身冲了上去 我跟你们拼了 段儿胡已经追到路明儿身后 微猛的瘦身眼看着就要压在路明儿身上 胡椒咬个牙 对准段儿胡的脑袋消去 小慈性有点本事 还想偷袭 黑色巨蟒蛇尾一甩就将胡椒拍飞出去 卷起砍刀拿到眼前仔细看了看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奇怪 胡椒摔得头晕眼花 挣扎着抬起头 就看见黑猛已经把他的砍刀抢去了 他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雄性和雌性果真实力悬殊啊 绝望间 下眼灰狼已经掉到来到胡椒身前 张开狼嘴准备叼起胡椒离开 下一秒他意念一动 两手握住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剑 狠狠朝灰狼另一只眼睛上插去 接着就是灰狼痛不欲生的惨叫 另外两个流浪兽人听到动静 急忙奔过来查看灰狼的情况 胡椒没敢停留 趁机拉起路眠儿搀扶着他跑 胡椒我脚好疼 我走不动了 路眠儿一蹶一拐 声音里带着哭腔 换做平时胡椒也是非常愿意欣赏美女的 可是现在不想死就给我忍着 路眠儿泪眼朦胧 原来胡椒是这么善良的雌性 为了救自己连逃命的机会都不过 要是能活下去 他一定会报答胡椒 不再对他怀有偏见了 另一边 两个流浪兽人发现灰狼眼里插着一只剑 掉头就开始追两个雌性 流浪兽人眼里只有欲望没有同伴 眼看着流浪兽人就要追上来 路眠儿心意很推开胡椒 你快跑别管我了 胡椒被推得一个量抢 心里有一万个草泥马奔腾 看着发狂的灰狼挣扎着扑过来 血盆大口仿佛要咬断路眠儿的脖子 一向好脾气的胡椒忍不住抱了粗口 冲过去挡在路眠儿面前 就在胡椒闭上眼准备等死时 忽然他眼前传来砰的一声 灰尘四起 呛得他捂住口鼻睁开眼 只见一条威武霸气的黑色巨龙飞在半空中 如钩一般的龙爪扣住灰狼 瞬间在地上砸出一个两三米深的大坑 咔嚓一声 灰狼呼吸间便失去了生命气息 胡椒瞳孔猛缩 尽管现场十分血腥 可他除了害怕更多的是庆幸 要不是这条黑龙杀死灰狼 死的就是他了 只是他怎么感觉 这条黑龙这么眼熟吗 等等 这不就是自己的大反派老公吗 若是多年的老公终于出现 可两人的第一次相认 竟是在备受追杀的森林里 好在龙作为万寿之尊 很轻松的就解决几个流浪兽人 见流浪兽人走了 胡椒连忙向黑龙跑过去 龙墨是你吗 可黑龙却吐出一口龙溪 龙身一跃就离开了 魂后的龙溪直接将胡椒掀翻在地 不是吧 见到我反应这么大吗 胡椒你没事吧 陆明儿从地上爬起来 一瘸一拐地过来扶他 刚刚那是龙墨吗 他也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对你呢 胡椒人有些猛了 陆明儿这是什么情况 咋突然帮自己说话 陆明儿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只是担忧地检查胡椒有没有受伤 胡椒想到梦里陆明儿自杀 还是有些不放心 今天的事只是个意外 你不要放在心上 可别因为有心理阴影什么的回去又自杀了 听到胡椒的话 陆明儿感动坏了 这时候居然还担心自己 他可真是个善良的雌性啊 我没事胡椒 刚刚话还没说完 胡椒大喊的声音打断了他 他担忧地跑过去护着陆明儿 明儿你受伤了 胡椒是不是你又欺负明儿了 这具灰狼尸体又是怎么回事 我就觉得你今天不对劲 肯定是你联合流浪兽人想要害明儿 陆明儿文言皱着眉头 你不要这么说胡椒 刚刚多亏了胡椒救我 要不是他我现在已经没命了 听了这话胡椒一脸迷茫 明儿你在说什么呢 是不是他威胁你了 组长一脸深沉地走近询问事情情况 尤其看到地上的尸体脸色更凝重了 陆明儿赶紧开口解释 刚刚有三个流浪兽人突然出现 是胡椒和龙墨救了我 这灰狼流浪兽人就是被龙墨杀的 另一边 龙墨带着猎物回到部落的家中 五个仔仔正好从屋里出来 龙灵儿雀跃地扑进龙墨的怀里 是爹爹 娘亲没骗我们 她真的让爹爹回来了 看到仔仔们 龙墨冷硬的脸上晕开一抹温和 其他四个仔仔也跟在后面很开心 唯有龙墨 绕着龙墨转了一圈 又伸长脑袋看向龙墨背后 好像在期待什么 龙墨有些奇怪 姚儿怎么了 以前龙墨也是一样爱和自己撒娇 怎么今天突然不沾自己了 龙灵儿养着小脑袋解释 小五是在找娘亲 娘亲怎么没和爹爹一起回来啊 龙墨一愣 那个雌性什么时候和仔仔的关系这么好了 看着龙灵儿期待的目光 龙墨下意识隐瞒今天的事情 我没看见他 应该一会就回了吧 龙墨深邃的眸子看向院子里的陈设 一边是堆积的整整齐齐的木头 整个院子好像也重新修整过 木屋也多了一个 乍一看竟然有种温馨的感觉 他许久没回来家里竟然变化这么大 而在得知胡椒没回来后 龙墨直接扭头飞到龙玉脑袋上趴下 三个雄性仔仔兴致缺缺的转身回屋 龙墨一时间猛了 自己好像被冷落了 龙灵儿眼珠子机灵的一转 推着龙墨就往外走 爹爹你快去把娘亲找回来 我们饿了 快去找娘亲回来做饭 龙墨满心的疑惑 他还会干活 难不成家里的这些 都是那个雌性做的 回头正想说他来做就行了 龙灵儿却已经扭头毫不留念的跑了 爹爹快去吧 我们在家等你和娘亲哦 龙墨只好任命的去找胡椒 森林里得知附近有流浪兽人 组长不敢多耽搁 当即就让雄性带着果子起程回部落 胡椒一如既往的跟在队伍幕尾 耳边忽而传来一道柔柔的声音 胡椒我能跟你一起走了 抬头正好看见一脸稀奇的龙墨儿 胡椒微微一愣 往旁边挪了挪没有拒绝 龙墨儿面色一喜 小跑着来到胡椒身旁和他并起走 森林里的路并不好走 一个人走刚刚好 两个人走就显得有些拥挤了 第十九次被旁边的树枝划到胳膊后 胡椒心里十分郁闷 这龙墨儿怎么回事 天天要和自己挤在一起 突然一旁的龙墨儿开口 今天谢谢你救了我 以前是我误会你了 你要是生气就骂我打我 只要你能解气要我做什么东西 作为女主他从小就跌不疼娘不爱 本以为只有姻缘和虎精是真心对他好的 可没想到一直厌恶的胡椒居然能舍命救他 胡椒却有些怪异的看着他 你脑子进水了 自己又没病 为什么要打他骂他 难道是刚刚被流浪兽人打坏了脑子 想到这里 胡椒皱眉伸手摸了摸路明儿的额头 没发烧也没伤口呀 路明儿脸颊微微泛红 胡椒可真好 知道他受伤还特意扶着他一起走 异形兽人刚回到部落 就发现部落入口处围了一群兽人 组长皱眉上前询问什么情况 只见浑身是血的姻缘躺在中间 裸露的上半身也有大大小小的抓伤 组长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发生什么了 姻缘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 原来是今日狩猎队碰到变异狼兽 一时重击被伤成这样 组长立刻指挥 快去找兽医过来 不多时 一个白胡子老头被一头猛虎扛过来 怀里还抱着一捧不知名的绿色植物 白胡子老头上气不接下气 抖成筛子的手伸向阴远的伤口 你这伤口太深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治 只能尽力试试了 说完 就将手里的绿色植物放进嘴里咀嚼 十几秒后 已经被咀嚼成绿色江湖的植物又吐在掌心 啪的一声尽数贴在阴远的伤口上 阴远又是疼得脸颊一抽搐 路明儿满脸担忧 兽医 太深了 只能看她的运气了 要是过两天 她的伤口没有烂就还能恢复好 不然的话 这条胳膊算是废了 路明儿文言小脸刷得一白 组长也看向白胡子老头 请你再想想办法救救阴远吧 白胡子老头依旧是摇了摇头 表示束手无策 胡椒目睹全部过程却不足担心 身为男主角肯定能够逢凶化吉的 他反倒是更担心龙默 毕竟之前他为了救自己伤得不轻 要是发言化农怕是又得受一顿罪 想到这里 胡椒就转身往家里走 正蹲守在兽人群中的侯小跳突然看到她 胡椒你也在这呀 你快帮一帮姻远吧 胡椒身形一僵 感受到无数双目光汇聚过来 转头善善一笑 你说什么呢 连兽医都无能为力 我更帮不了姻远 侯小跳急忙拨开旁边的兽人跑上前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不过你上次给的粉末好像对伤口很有效 说着他伸出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 就一点点也好 听到侯小跳的话 组长眼神一动 胡椒你有办法治姻远吗 胡椒还没有回答 侯小跳就在一旁疯狂的点头 见状 组长放下身段恳求的看着胡椒 书中好像没有写姻远受伤 他也开始不确定这是不是变故 万一也和路明儿一样 想到这里胡椒勉强点了点头 我事实但不能保证 听到这话 侯小跳立刻推着胡椒来到龙墨旁边 而不远处的老树下 龙墨目光阴致的望着被推向姻远的胡椒 那个雌性果然还想接近姻远 狐狸生性狡猾 他对宰宰好恐怕也是装来讨好姻远的 想到家中五个宰宰还等待胡椒归来 龙墨冷漠的转身离开 五个宰宰听到外面的动静 跑出来又只看到龙墨一人 龙灵儿寻找了一圈 粉粉的小嘴唇不由的嘟起来 爹爹你怎么没把娘亲带回来 另外几个宰宰虽然没说话 但也都是注视着龙墨等候他的回答 龙墨动作一顿 没找到 听到这话几个宰宰的脸色微微一面 龙瑶摇着尾巴飞到龙墨面前 张开嘴巴焦急的往外扯呀扯 龙玉冷静的看了眼天色 以前这个时间他已经回来了 采摘对不会回来这么晚 龙中皱着眉 他得罪了那么多兽人 说不定被丢在部落外面了 龙灵儿脸上顿时一马的担忧 娘亲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龙秀没有说话 却仔细倾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不放过细思末节 听着几个宰宰焦急的问话 龙墨心中暗暗不爽 以前他们对胡椒从来都是目不关心 如今倒是变得和自己生疏了 看来是自己许久没回来忽略他们 你们都饿了吧 我现在烤肉给你们吃 他记得这几个宰宰最喜欢吃肉 每次只要自己一拿肉回来 他们就熬带不要吃肉 怎料几个宰宰不约而同的摇头 龙灵儿善善笑了笑 爹爹你还是快去找娘亲吧 我们还不饿不急着吃饭 他还记得爹爹烤的肉的味道 可以说是除了苦味什么味道也没有 还不如直接生吃呢 龙玉瞄懂 对我们不饿 先找人要紧 龙中撇了撇嘴 这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你们居然不饿 刚说完就收到了来自龙灵儿威胁的眼神 那真是太巧了 我也一点都不饿 龙袖也轻轻地应了一声点了点头 龙墨凝着眉 宰宰们怎么可能不饿 这么低劣的谎言他一眼就看穿了 却忽然想到 也许是宰宰们不想让自己太辛苦吧 既然不饿 那就晚点饿了再和我说 文言几个宰宰同时松了口气 还好不用吃苦苦的烤肉了 部落里 胡椒皱眉观察了英远的伤口 这么深的伤口 光靠止血药粉可治不好呀 族长我需要一个空的屋子 把英远抬到屋里去治疗 任何兽人都不能进来 谁知英远却冷下脸来 我死也不用你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想用这种方法和我独处你做梦 胡椒真的很无语 不愿意就算了 但我愿意看见你这张死于脸一样 陆明儿有些生气地看了眼英远 英远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娇娇她不是这样的慈性 又急忙起身拉住了胡椒满脸歉意 娇娇你别生气 我替英远给你道歉 英远皱着眉一脸不满 明儿为什么要给她道歉 陆明儿着急地直咬嘴唇 你这样我要生气了 娇娇她也是好心才肯帮忙的 要是你出了事我怎么办 英远最见不得陆明儿受委屈 好好我都听你的 你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地旁吃狗粮的胡椒一阵无言 不愧是男女主 都伤成这样了还在撒狗粮 她撇了英远一眼 我不喜欢勉强别人 英远正要发怒 地旁的陆明儿连忙 抓住她的胳膊捏了捏 只好被迫低下脑袋 不勉强 一点也不勉强 很快木屋准备好 等组长等人出去了 胡椒才假装从外面 拿着医药箱进来 用消毒水给伤口消毒后 再将伤口缝合包扎 想着英远对自己的恶言相向 胡椒故意没给她打麻药 一顿操作下来 英远差点没了半条命 见胡椒出来 组长和陆明儿连忙上前 英远她怎么样了 伤口已经处理了 只等伤口结痂愈合了 站在后面的侯小跳一脸骄傲 我就说胡椒一定可以的 她可是屋 说到一半 侯小跳连忙捂住嘴巴 组长严肃的脸上带着一丝好奇 你刚刚说胡椒是什么 侯小跳满头大汉 忽然灵光一闪机灵地跳起来 嗯 咬到舌头了 好痛好痛啊 胡椒一心惦记着龙木 没有在意他们的话 和组长告别后就赶紧回家了 陆明儿却看着胡椒的背影 她总觉得刚刚吼小跳 是想说娇娇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夕阳下 五个仔仔在院子里拍拍座 琪琪拖着脑袋望着天边的红色 太阳渐渐落下 不远处一道倩影出现在夕阳下 五个仔仔齐刷刷地睁大眼睛紧至后背 龙玉和龙中慌忙起身 一个跑到柴火边整理 已经整整齐齐的木头 一个拿桶给已经装满水的水缸注水 龙灵儿第一时间兴奋地冲了出去 龙袖敏锐地察觉到什么 两眼一闭假装睡着了 娘亲你终于回来了 灵儿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看到这么软萌可爱的仔仔 胡椒一天的疲惫仿佛都一扫而空 娘亲怎么会出事呢 只是今天回来晚了点 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啊 龙中啪的一声把空石桶重重地放在地上 谁担心你了 别自作多情 胡椒故作伤心地打开兽皮包裹 原来没人担心我 那我可真是伤心了 亏我今天还特意给某些仔仔带了果子回来 他叹了口气一脸忧郁道 既然都没人关心我 那这些果子我就勉为其难自己吃了 龙中看了眼水润饱满的果子 咽了口口水又别扭地拧过头去 不吃就不吃 爹爹带了肉回来 谁稀罕吃你的破果子 三哥你又骗人 我们明明一起等了娘亲一下午 为了等娘亲做的食物 你都不愿意吃爹爹烤肉 正从屋里出来的龙墨刚好听到这句话 所以仔仔们是嫌弃自己做的烤肉难吃 龙墨感觉有被打击到 胡椒也身形一顿看向门口 他只知道龙墨是个大反派 没人说过大反派原来长得这么帅 他想不通 原生怎么会放着这么帅的龙墨不要 偏偏要去做狂妄自恋的英远的甜狗呢 龙灵儿拉了拉胡椒的手 娘亲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们饿坏了吧 一会儿娘亲给你们做好吃的 他把柚子和柿子分给几个仔仔 龙中还怨气着拒绝 龙灵儿目光狡黠地看了眼胡椒和龙墨 上前直接把手里的柿子塞进他的嘴巴 三哥快吃吧 很好吃的 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龙中往外走 还不断给龙玉识眼色 龙玉心领会神 我突然想起来有个东西落在河边了 你们陪我去找一找 顺便还把龙妖和龙袖也一起带走了 小院里顿时只剩下胡椒和龙墨两人 那个 刚刚在部落外救了我们的是你吧 谢谢你 龙墨的眼神里却满是厌恶 叫我回来有什么事直说吧 说完我就走了 我是想说 你别去森林了 以后就住在部落里 龙墨英智的双眸眯起 这个恶毒雌性又想搞什么鬼 你不说话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以后你就和宰宰们住在一起 随后不等龙墨说话 胡椒就把他拉到院子里 我刚刚看你受伤了 快给我看看你伤在哪里了 说着胡椒就在龙墨身上寻找伤口 怎料龙墨听到这话脸色突然阴沉下来 一把抓住胡椒的双手 你到底想干嘛 脱下男人的衣服 然后拿出药箱为他治疗 怎料男人却发疯般抓住他的手臂 嫌弃的将他甩开无名远 把你的心思都留着去勾引英远吧 我嫌恶心 胡椒满脸黑线 看伤口和这玩意有什么关系 怎料龙墨再次靠近 你不用假惺惺的关心我 我也会养你和宰宰 胡椒文言瞬间气炸了 我和宰宰用不着你养 要不是怕自己嘎在他手里 谁会想讨好这个死冰块啊 龙墨却误解了他的意思 不用我养 难道你想让英远来养吗 我告诉你你休想 我的宰宰只能我来养 说完他转身正要离开 胡椒忽然发现了不对劲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定睛一看才发现 他身上的兽皮已经被血染红了一块 胡椒一脸严肃地点起脚 你坐下来别动 我看一下你的伤口 或许是见胡椒难得神情正经一次 龙墨沉着脸顺从地坐下来 胡椒解开龙墨上半身的兽皮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胸口处的伤口正不停流出鲜血 怎么会这么严重 他不敢耽搁 赶紧进屋从空间拿出消毒水和药 仔仔细细地帮龙墨清理伤口 很快上完要绑了一层绷带 见鲜血慢慢止住才松了口气 说了几句叮嘱的话准备离开 突然想起龙墨现在这么讨厌自己 应该不会听自己的话 于是补充了一句 你的伤口不快点好就不能补练 到时候可就不要你养崽崽了 龙墨只能咬着牙硬成下来 随后他捡起满是鲜血的兽皮准备穿上 下一刻突然被胡椒抢走 你要干什么 这张兽皮一看就得洗了 直接穿得脏死了 不得不承认恶毒雌性说得对 他刚要伸手拿兽皮去洗 胡椒一把将兽皮藏到身后 我说了你伤口不能沾水 赶紧回去休息我来 随后二话不说就去河边洗兽皮了 小院外五个仔仔躲在树下 看见胡椒出来连忙藏起来 龙凌儿撑着小脸一脸疑惑 娘亲好像有点不高兴 是和爹爹吵架了吗 龙中冷哼了一声 不高兴的是爹爹才对吧 他连兽皮都不给爹爹穿 才不会呢 娘亲才不是这样的 龙玉淡淡地打断两人的对话 重点不是谁生气 而是他今天会不会赶爹爹走 闻言龙凌儿顿时泄了气 可是娘亲不高兴 肯定不会留下爹爹 那怎么办呀 就在这时龙秀提醒了一句 爹爹不是受伤了吗 上次凌儿受伤是恶毒雌性照顾的 如果他能照顾爹爹 爹爹就不用离开了 龙中却不抱希望的躺下 他有那么好 我才不信他会照顾爹爹 龙凌儿却灵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某些办法 不多时胡椒洗干净瘦皮 随后回小院开始做饭 正切着肉突然听到龙凌儿的声音 转头一看 龙凌儿养着脑袋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胡椒心中一凉 怎么了凌儿 谁欺负你了 龙凌儿却摇了摇头 娘亲天已经黑了 你能不能不要赶爹爹走 胡椒一愣 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要赶他走了 见胡椒没有立刻回答 龙凌儿轻轻摇着胡椒的胳膊 爹爹为了捕猎受伤了 他一定很疼 娘亲就受留爹爹几天吧 我和哥哥们也都好想爹爹 听着仔仔娇娇软软的稚嫩声音 胡椒心中一阵柔软 抬手摸了摸龙凌儿的脸颊 娘亲不敢爹爹走 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想起龙凌是为了救他才受的伤 这么看来他对原生也不是那么讨厌 他得趁热打铁对龙凌好一些 才有机会不被打在森林里 龙凌儿闻言突然开心地握起拳头 可很快他就嘟起嘴 可是娘亲不让爹爹干活 部落里只有被嫌弃的雄性 才没资格干活的 胡椒一时雨夜 原来是这样吗 难怪他不让龙凌儿洗瘦皮 他的脸色那么臭 你们爹爹捕猎很累了 娘亲只是想让他休息一下而已 得了胡椒的保证 龙凌儿终于心满意足地蹦打着离开了 与此同时目无外 龙玉和龙凌儿刚好把胡椒的话全听进去 龙玉仰头看了眼龙默难看的脸色 姻缘已经和陆明儿成为伴侣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去找过姻缘了 闻言龙默的神情微微一顿 所以他做的这些 不是为了去讨好姻缘 他好不容易变好 现在又彻底放弃了姻缘 你要是不在家里 他很有可能喜欢上其他雄性 到时候会生几窝别的宰宰来抢我们的食物 所以为了我们几个能平安长大 希望你不要离开 龙默醋眉 我怎么教你的 食物要靠自己获得 没有人能一直护着你 龙玉却双手抱胸气定神闲 我靠能力留下爹爹也是我的实力 龙默脸色一黑 以前多好多独立的崽子 现在都被胡椒给浇坏了 一个小时后 满桌的美味被摆上餐桌 五个仔仔闻到香味瞬间冲出 迅速地坐上了鸽子的小板凳 只留下两个相邻的木凳 龙默瞬间脸色一黑 这群小兔崽子 为了吃的就能把爹卖了 龙默直接走到离空位最远的龙摇旁边 把他滴溜过去 换了座位却没有坐下来 而是黑着脸走到胡椒身后 轻松接过他手里的猪腿 胡椒一愣 这个冰块是要帮他 本想说不用自己来就好 可突然想起灵儿对自己说的话 想了想他伸手把刀递过去 龙默却十分嫌弃表示不需要 随后手臂幻化成龙爪 眨眼间三条猪腿已经被平整地切开 胡椒眼睛一亮 厉害呀 不愧是帅气的大反派 连切个猪腿都这么扬眼 听到胡椒的声音 龙默手上动作一顿 看够了吗 随即端起成猪腿的大盘子放在桌上 胡椒回过神瞬间脸红 他居然对大反派饭花吃了 赶紧丢掉脑子里的颜色给大家分食物 龙默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大块猪腿 以前这个雌性有吃的都是自己霸占 今天不仅做了他的食物 还给他分了整条腿 难道在他的猪腿里下毒了 龙默抱着怀疑的态度咬了一口 金色的瘦铜划过一抹惊艳之色 这雌性居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肉 一口接着一口 不知不觉一条猪腿就吃完了 看着手中的猪腿骨头 面无表情地压下想缩骨头的冲动 胡椒吃完烤肉后给宰宰了家菜 忽而发现龙默阴沉着脸盯着自己 你怎么不吃 是不合你胃口吗 龙默一脸阴郁地看着胡椒手里的筷子 然后又看了看他碗里和宰宰一样的勺子 为什么我用的和你不一样 恶毒雌性居然给他和宰宰一样的餐具 是觉得自己只配和幼宰用一样的东西吗 胡椒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你是想用这个筷子吗 龙默没说话冷着连点头 胡椒犹豫着拿出一双新筷子 瘦人应该不会用筷子吧 龙默却一把拿过筷子 胡椒没办法只好游着它去了 他学着胡椒的样子拿出筷子 怎料五根手指像是不听使唤的似的 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就是无法控制筷子 好一会儿才捏住了筷子 伸向盘子里去加菜 结果反复十几遍硬是没加起来一块肉 龙中好心的用勺子帮他加菜 爹爹你就用勺子吧 再这样下去你饿死了也吃不着肉 龙默的脸色瞬间难看 吃你的 废话这么多 他的好胜心彻底被激起 发现筷子始终不听使唤后 直接握成拳头用筷子去扎盘子里的肉 随后把手反过来终于吃到了第一口肉 看着龙默像个刚学用筷子的小孩一样 抓着筷子在盘子里扎肉 胡椒一个没憋住笑出了声 下一刻对面刀子一般的眼神投射过来 他赶紧用手捂住嘴巴 嗨嗨 我和他不小心呛到了 见龙默忧愿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他 胡椒只好硬着头皮解释 绝对没有笑话你的意思 你这个方法很好 吃起来很方便 说着他也握着筷子 扎了块肉一口塞进嘴里 感觉这样肉都更好吃了 龙默冷哼一声 脸色黑沉的收回目光 他觉得这个雌性一定是在嘲笑他 吃完饭 五个仔仔自己洗干净了回屋 胡椒收拾好碗筷 龙默把院子里打扫干净后 想上去帮忙 我去洗碗你去照顾仔仔 早点休息 快点把伤养好 才是你该做的事情 闻言龙默只好进屋去 龙灵儿见龙默进来一脸诧异 爹爹你为什么来这个屋 难道不是和娘亲一起睡吗 自从胡椒把小木屋建好后 他就和仔仔们分开住了 几个雄性仔仔都大了 也是该自己睡觉了 闻言龙默眉头一皱 难道外面那个小木屋是给他住的 没事我过来看看你们 说完就出门往另一个木屋走去 此时胡椒已经去了河边 压根没看到龙默去了他的小木屋 胡椒洗完东西后已经累坏了 把东西放在院子里 打了盆水简单洗了洗 就进屋往床上一倒准备睡觉了 谁知他刚躺下 却压到了一具硬邦邦的身体 身下传来一声抽吸声 胡椒的瞌睡瞬间清醒了 是谁 龙默一手捂着胸口 胡椒你在做什么 听到龙默的声音 胡椒一愣 立刻站起来摸索龙默的位置 你没事吧 刚刚我撞到你哪里了 龙默正忍着疼 突然感受到一只柔软的手 胡乱的摸索着 住嘴别乱动 胡椒顿时不敢动了 收回手跟小学生罚战式的 站在墙角 那个你要是不舒服 我可以去外面帮你看看伤口 我没事 好的很 龙默轻轻爆气 声音一字一句的从牙缝里蹦出来 胡椒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那你去宰宰那个屋睡觉吧 这里是我住的地方 龙默一时间愣住了 他不是故意引他过来的吗 见没有回话胡椒有些疑惑 怎么了 是不是撞到哪里起不来吗 没有 龙默面色铁青的捂着胸口站起来 静止走出了小木屋 门外他阴沉着脸去崽崽毒屋 在门口犹豫了半想 他又退回院子 在柴火堆的干草上将就了一晚上 次日 胡椒吃完早饭准备出门一趟 还有几个月就冬季了 部落的木屋可无法熬过冬天 思来想去他觉得应该建造食物了 不仅饱暖还扛风 见胡椒出门 龙灵儿立马跑到龙默身后 爹爹娘亲出门了 你快去陪娘亲一起 龙默皱了皱眉还是跟了上去 他倒要看看这个雌星到底想做什么 胡椒出了门准备去族长家 半路上看见很多兽人都往部落外走 问了才知道原来来了个龙族兽人 还是和龙默来自同一个部落的 想到书里龙默因蜕变失败被族人抛弃 这会儿来了个龙族兽人 岂不是要给龙默找不通款 他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可不能因为这个新来的加速龙默的黑化 部落入口 身材健壮的龙五被兽人们包围在中间 闭脸傲慢地接受着众兽崇拜的目光 他的目光扫过兽人群 突然看到了长相精致妖劳的胡椒 这个小部落里居然还有这种美人 要是能把这个雌星带回部落去 部落里的那群龙仔子一定羡慕死他了 他撩了撩油腻的发烧 卖着高傲自信的步子走到胡椒面前 雌星你长得很好看 愿意跟我交配吗 胡椒只感觉眼前的光突然被挡住 他还没说话就听雄星继续道 只要你跟我交配 我就会带你去龙族部落 再也不用在这个偏僻的荒野小部落生活了 已经激动的说不出来话了吗 没关系 我有耐心等你回答 胡椒人傻了 这是遇到兽人版普姓南了吗 他张了张嘴正要拒绝普姓南 怎料突然被龙五打断 龙默你也在这里啊 没想到出了部落还能遇见你这个废物 听到龙默的名字胡椒一愣 回头一看 正好看见龙默脸色阴沉的处在后面 我去 大反派该不会误会什么了吧 没错 他的确误会了 他觉得胡椒之前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够去龙族部落 那个给他耻辱的地方 龙默这么多年没见 没想到你还是像个闹种一样 以后说出去 可别告诉别人我跟你是一个部落了 我嫌丢脸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 你已经被赶出龙族部落 像你这种废物不配再回去了 龙五话音落下气氛诡异的安静 部落的雄性们纷纷皱眉 虽然他们也觉得龙默是废物 但是听着龙五的话非常不爽 偏偏龙五丝毫没有感觉 依旧得意忘形的哈哈大笑 龙默隐忍地咬着牙霜拳紧握 毛子里逐渐笼罩了一层黑色雾气 突然胡椒板着脸挡在龙默前面 抱歉我根本不认识你 也对你没有一点兴趣 你口中的废物是我的伴侣 对我来说他比你强上千倍万倍 要是你再侮辱我的伴侣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龙默表情突然错愕了 这真的是他记忆中的胡椒吗 居然在一个强大的雄性面前维护自己 说完胡椒还牵起龙默的手 已是自己话语的真实性 龙默只觉得浑身都僵硬了 那个口口声声说厌恶他的雌性 居然主动拉住他的手了 龙五脸色一僵 怎么可能 他这个废物哪里比我好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觉得自己已经有伴侣了 不配跟我交配对不对 没关系我不介意 只要你把这个废物抛弃 我愿意接受你和仔仔 胡椒嘴角抽了抽 这不幸男到底哪来的自信 实在忍不住了 抓起一把吐气冲冲的走到龙五面前 见胡椒走过来 龙五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你终于想通了要抛弃那个废物了吗 龙默眼中也闪过一丝失望 果然他猜得没错 抛弃他是他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 可情绪都还没到位 就看见胡椒挥手拔土往龙五嘴里按 你再说一句废物事实 下次就不是吃土 直接让你入土了 胡椒凶巴巴的说完 又狠狠踩了一下龙五的脚趾头 瘦人的脚趾头是最脆弱的地方 一脚下去 直接让龙五痛的脸都清了 说完胡椒转身拉着龙默离开 不知走了多久 胡椒气消了些 才想起来自己竟然把大反派拉走了 他赶紧松开手 那个刚刚情况紧急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后保证不会随便碰你了 见龙默不说话 胡椒有点心虚 该不会大反派已经生气了吧 谁知龙默接下来的话 却让胡椒彻底羞红了脸 但龙默厌世的冰山老公 却主动开口和媳妇表白 胡椒人傻了 这还是大直男龙默吗 龙默却撇开眼神解释 你随时都可以碰我 伴侣之间本来就是这样的 文言胡椒嘴角逐渐上扬 所以说龙默已经不排斥自己的触碰了 自己喜白有望了 高兴完猛然想起来他还有事 我要去找组长 你跟我一起去吗 他小心翼翼地抬头 看了眼龙默英俊的侧脸 有一说一 大反派看起来真的养眼 突然冰冷的声音让胡椒猛的灰神 抬头就看到龙默顿皱眉盯着自己 不是要去找组长 还去不去 去现在就去 胡椒捂着微微发烫的脸埋头往前走 他刚刚居然对着大反派饭花吃了 龙默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这家伙是怎么了 难道是之前摔倒脑子摔傻了 很快食物的事情得到组长的帮助 见证了土果苗发芽后 他已经完全信任了胡椒 两人回到家没多久 胡椒就发现龙默不见了 他也没在意 大反派一直跟着才难受呢 怎料直到饭菜做完龙默都没回来 龙灵儿有些担心 爹爹怎么回事 这么晚还不回家 龙玉也皱起眉 会不会是又去森林里住了 龙中冷哼一声 我觉得有可能 爹爹肯定特别不想住在这里 见状胡椒柔胜安慰 也许你们爹爹有什么事在忙 要是饿了你们就先吃 文言龙窑迫不及待地坐到小板凳上 养着脑袋期待地等待投胃 龙中一巴掌拍在龙窑头上 就知道吃 除了吃你就不能做点蝶的 其实胡椒心里也是担心 万一龙默真的走了 还怎么攻略他 突然龙灵儿兴奋指向远处 爹爹回来了 胡椒搭拉着的脑袋抬起来 他没走太好了 此刻天色早已渐沉 龙默以为胡椒和仔仔都休息了 本想巧然回去 没想到走进院子 却看见几双眼睛 七七看着自己 这是在等他吗 胡椒赶紧上前把他推到桌前坐下 快来吃东西吧 仔仔们都在等你 说着胡椒还特意给他拿了双筷子 龙默原本还有些柔和的脸色 看到筷子的那一颗瞬间僵硬了 第二天 族长召集所有人集合 他和龙默也一起去了 谁知刚到就被一个雄性拦住 是昨天的油腻龙族兽人龙武 小慈性真巧 我们又见面了 胡椒冷眼看着他后退两步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们部落可不是随便就能进出的地方 忘了告诉你了 我现在就住在这里 以后我们就是同一个部落的兽人了 胡椒翻了个白眼转身就要离开 可龙武却快步上前拦住胡椒 我知道你昨天拒绝我肯定后悔了 要是想我了随时来找我 我保证比龙默更让你满意 胡椒满脸黑线 正想骂人突然被人打断 龙武原来你在这里 族长笑呵呵的走过来 胡椒给你们介绍下 这是龙武来自龙族部落 龙默你应该和他认识才对 龙武暂时在我们部落住下了 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 你还没选住址 在部落选一个地方盖房子吧 龙武冲胡椒抛了个媚眼 我住在他家旁边就好了 好家伙差点没把胡椒恶心思 族长当然乐呵呵的点头 他一生的夙愿就是让部落强大 有强大的兽人加入当然是欢迎 等兽人们聚齐了 族长又当众宣布了一遍 龙武入住部落的好消息 突然部落外急急忙忙 跑进来一个雄心 族长不好玩 我在部落外面看到陆翠翠 他好像快要死了 怎么会这样 快把他带过来 不一会儿 一头雄狮背上扛着一个 浑身血淋淋的雌性狂登回来 胡椒对陆翠翠的事情不感兴趣 胡椒的背影 胡椒脚步一顿 回头就看见他阴冷的目光 族长见状连忙沉着脸的问 你怎么弄成这样子了 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族长的话 陆翠翠垂下了眼帘 一只手死死地握紧 指甲深深地插进了血肉中 片刻后他抬起头 满眼惊恐地看向胡椒 族长都是他 他和流浪兽人勾结 害我被流浪兽人抓去了 他还要害死大家 此话一出 无数目光落在了胡椒身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清楚 族长面容严肃 胡椒现在对部落有很大的作用 要是真的和流浪兽人勾结 那很可能威胁到部落的安全 我也是从流浪兽人那里偷听到的 胡椒把我被赶出部落的消息 告诉流浪兽人 让他们把我抓去 还杀了我的伴侣 他还把采摘果子的地方 透露给流浪兽人 让他们去抓部落的瓷性 虎精文言一脸惊恐地指着胡椒 难怪那天你一直跟着我们 我就说你怎么会那么好心 救了绵儿还没受伤 原来是你早就和流浪兽人商量好的 陆绵儿却皱眉扯住胡椒的手 不是的 那天流浪兽人差点就把娇娇打死了 他不认识那些流浪兽人 听到陆绵儿如此肯定胡椒也疑惑了 到底是谁在说谎 组长严肃的脸一片铁青 胡椒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胡椒却一脸坎然 我没有做过 陆翠翠他在说谎 组长也在心里松了口气 他当然希望这是假的 谁知陆翠翠的声音再次响起 胡椒我知道你讨厌我 可你也不能勾结流浪兽人 害我和大家呀 流浪兽人真的好可怕污 可双手的遮掩下 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 散发着恶毒的光芒 众兽一看他如此可怜 心也偏向了他这边 纷纷咒骂胡椒有问题 陆翠翠扑服着爬到组长脚边 组长我好不容易才逃回来 求你别干我出去 他们会把我抓回去的 组长见状点了点头 吩咐兽人安排他的住处 陆翠翠站立着站起来 却见胡椒丝毫没有动容 凭什么 自己变成了这富贵样子 他却还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他装着畏惧的指向胡椒 组长 他还会给流浪兽人传递消息 陆翠翠害怕地提醒 让众兽感到了威胁 一时间兽人们的焦点 聚集在胡椒身上 胡椒的表情并没有多大变化 却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龙墨 双目对视 猝不及防看见那双冷漠的瞳孔 他也不相信自己 他和上凤眸轻轻吐出一口气 组长把我关起来吧 听到这平静的声音 众兽皆是一愣 他居然这么淡定 但很快受人群就传出附和声 一声声辱骂 连绵不断地砸在胡椒身上 这时一个小黑影突然从空中飞过来 胡椒接住小黑影神色诧异 姚二你怎么过来了 话音刚落 四个瘦小的仔仔从人群里艰难地钻出来 龙灵儿跑到胡椒身旁红着眼睛 我娘亲不是坏雌性 不要把我娘亲关起来 那里很黑娘亲会害怕的 看到五个仔仔 胡椒心中生起丝丝的暖意 龙中冷冷地哼了一声扭过头去 我才不是关心你的死活 龙玉掩着嘴倾咳了一声 我怕小五和灵儿出事 龙秀虽然没说话 却始终紧抿着唇 耳朵紧紧注意着胡椒的声音 旁边的兽人看到他们 凶神恶煞地上来驱赶 几个幼崽倒什么乱 赶紧让开 不然连你们也一起关 龙灵儿却死死抱着胡椒的大腿部 娘亲灵儿不要你走 要走灵儿也要跟你一起走 文言胡椒一阵心疼 他扯动唇角露出一个牵强的笑容 灵儿听话 娘亲只是离开几天而已 乖乖和哥哥们回去 在家要听爹爹的话 等娘亲回来了再给你们做好吃的 随后把几人送到龙墨身前 龙灵儿还想过去 却被龙墨伸手按住肩膀 龙灵儿看着龙墨冷漠的脸 气得握着粉泉捶她的手臂 爹爹你快去和大家说 娘亲没有做过那些事 我不要娘亲离开我 龙墨的骨头很硬捶得他手通红 不知道是不是痛的 痘大的泪珠霹里啪啦的落下 这一幕落在龙武眼里 就是龙墨懦弱胆小 你们放心 我龙武一定不会让流浪兽人伤害到部落的 随后又转头看向一旁的胡椒 等我抓住流浪兽人 就从他们口中问出真相怀你清白 他觉得雌性一定感动得要哭了吧 办理那么没用 自己却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可胡椒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傻子 他直接无视了龙武 调整好情绪随后冲龙墨淡淡一笑 照顾好宰宰们 你好不容易回来就多陪陪他们 他们都很想你 说罢又转头看向族长 地里的土果苗还需要照看 一定别再发生多浇水的事情 不然土果苗死了就白费功夫了 族长点点头想说话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几个宰宰七七喊着龙墨的名字 可龙墨依旧低垂眼眸 胡椒看向那些要把自己关起来的兽人 走吧别浪费时间了 很快走出两个魁梧的壮汉 带着胡椒往部落外走去 被关的地方 就是部落里最阴暗的洞穴 可胡椒却不要太开心 终于不用又当爹又当妈的照顾宰宰 这时洞外忽然传来轻轻的呼喊声 陆绵儿你怎么过来了 见到胡椒 陆绵儿脸上露出笑容快步跑过去 我给你带了点试的 这里条件艰苦 委屈你要在这里受苦了 胡椒善善一笑 没有的事 我在这里很好 陆绵儿只觉得他是在逞强 对不起 你为了救我差点受伤 结果还因此被陆脆脆误险 胡椒连忙摇头 这个跟你没关系 你别这样说 谢谢你今天特意给我送食物 我会珍惜这些食物的 陆绵儿红着脸白白手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明天我还来给你送 你别害怕 相信他们一定能查明真相放你出去的 胡椒笑了笑 自己有意空间的物资根本不差食物 但看着陆绵儿关切的表情 胡椒想了想还是没有拒绝 送走陆绵儿后 他就开始面对无尽的黑暗 想到今天隆没冷漠的眼神 自己的洗白之路还很长啊 龙武你来这里做什么 龙武走到火堆旁一脸关切 我不放心你 来看看你 胡椒嘴角抽搐 看了眼两手空空的龙武 是打算用画饼来关心自己吗 你看到了我还活着 你可以走了 那怎么行 我要多陪陪你 小慈星你还是做我的伴侣吧 龙墨他根本保护不了你 亏你还这么护着他 你出了事他连看都不来看你一眼 谁说龙墨没来看我呢 胡椒忍不住抬荡 我今天在外面守了一天 都没见龙墨出现在这里过 胡椒一时雨夜 龙墨回来才怪了 他肯定巴不得自己死在这里 龙武看到胡椒低下头 还以为他正因此失落 我可不会像龙墨那样 对待自己的伴侣如此无情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保护你的 他觉得自己现在一定很帅 这个小慈星听完肯定很感动 殊不知胡椒压根没听进去龙武的话 满脑子都是洗白之路多坎坷 另一边 五个仔仔在家里闷了一天 也不和龙墨说一句话 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几个仔仔才出门来找食物 谁知一出门就看到龙墨 饿了吧 我去借火种 回来就给你们做吃的 可他刚转身 就听到龙灵儿生气的声音 我才不吃你做的东西 我就要娘亲回来 随后五个仔仔齐刷刷自己开始生活烤肉 仿佛龙墨不存在 龙墨脸色黑得跟探似的 这几个仔子居然为了胡椒孤立自己 他试图上去帮忙 却被五个仔仔无视 看着如此排斥自己的仔仔们 龙墨脸色阴沉 随后冷着脸转身离开了 直到天完全黑了也没回来 木屋里 五个仔仔看着外面毫无睡意 龙灵儿有些后悔 爹爹出去这么久都没回来 会不会生气了不回来了 我看爹爹是不会回来了 他脾气那么差 现在肯定气死了 都怪我 要不是我说话惹爹爹生气 爹爹也不会出去了 龙玉安抚地揉了揉龙灵儿的脑袋 不怪你灵儿 爹爹是成年雄心 没什么好担心的 沉默寡言的龙袖也难得开口安慰 放心吧 爹爹只是脾气差脸臭了点 他又不是傻子 他不会让自己有危险的 听了几个哥哥的话 龙灵儿心情果然好了不少 对爹爹能出什么事 现在应该担心娘亲才是 而此时正在前行的龙墨突然打个喷嚏 下一刻一道巨大的黑色兽影 在木屋前降落 换成人形一脚踹开眼前的门 陆翠翠正在睡觉 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 起身就看到一双新红的眼睛 正死死盯着自己 他正要开口说话 突然整个身体都被提了起来 两只脚惊恐地胡乱蹬着 他害怕地看着眼前的雄心 一双手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 拼命挣扎想要把那只 扼住自己喉咙的手扒开 可龙墨的手依旧死捏住 直到对方快要窒息才松开手 龙墨你要做什么 我可是慈性 你想杀我吗 龙墨却只是冷谋看着他 声音带着浓浓的力气 为什么要污蔑他 黑肤被陷害后 作为丈夫的他彻底疯了 趁着夜色冲进木屋 一把掐住陆翠翠的脖子 你为什么要陷害胡椒 陆翠翠被吓得冷汗直冒 可对胡椒的恶意终究压过恐惧 我没有污蔑他 那些都是我听流浪兽人说的 话还没说完 龙墨就用脚狠狠踩在他的手指上 再不说实话 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根折断 陆翠翠却依旧咬着牙不肯回答 龙墨本就没什么耐心 再次踩上一根手指狠狠一折 坎交伴随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我说我全说 龙墨这才挪开脚 目光凌厉的看向那张丑陋的脸 陆翠翠却像疯了一般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胡椒可以在部落和英远相处 而我只能被流浪受人折磨 我就是要让他比我痛苦一百倍 还有陆绵儿 一个没用的废物雌性凭什么能得到英远 你们夺走我的一切 那我就要你们一起给我陪葬 陆翠翠说着就癫狂的大笑起来 等胡椒被赶出部落 他也会受到和我一样的折磨 闻言龙墨眼中的杀意更浓 看着眼前得意的女人 她只手换作龙爪 如弯钩一般刺向陆翠翠脸上 突然屋外传来几声惊呼 龙墨别杀她 组长和英远几人出现在门口 可龙墨却好似没有听见 龙爪直接插进了陆翠翠的双眼之中 女人顿时捂着双眼倒在地上痛苦大喊 健壮众兽都生出一股良意 她居然这么狠 龙墨却淡然地甩了甩手 英智的眸子却没有离开陆翠翠 这时组长和众兽才反应过来 立即上前把她拉到身后 尽管陆翠翠做了那样的事 可动手杀死雌性是会被赶出布鲁 组长这是在保护龙墨 龙墨也没有反抗 你们刚刚应该已经听到了 一切都是陆翠翠搞的鬼 你放心 我不会让胡椒在蒙兽冤屈的 陆翠翠 刚刚说的话我们已经都听见了 我们部落怎么会出现你这样的败类雌性 认出组长的声音 陆翠翠脸色惨白地大叫起来 是你早就安排好了 故意来引我说出真相的 听到陆翠翠的话 组长的脸色更黑了 把陆翠翠带下去扔去万蛇窟 组长身后立即走出两个雄性 将陆翠翠直接从地上拎起来 我不要去万蛇窟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可是慈性 你们和胡椒都是一伙的 流浪兽人不会放过你们的 要不了多久你们全都得死 恶毒的诅咒钻入每一个兽人的耳中 让所有人的脸色更难看 直到陆翠翠被人拉远 屋里终于安静下来 两久才有一个雄性小声询问 流浪兽人真的会来报复我们部落吗 马上英远就要带领雄性去换海盐了 到时候英远不在 我们可抵挡不住流浪兽人 英远嘀吼一声 明天一早 我就去流浪兽人的老巢 把他们一网打尽 省得每天担心 文言组长皱起眉头 你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 去找流浪兽人太危险了 我已经决定了 要是等我伤彻底恢复 换海盐就赶不及再冬季回来 那样更加危险 可组长依旧满脸担心不敢答应 就在这时传来龙武的声音 组长你别担心 还有我呢 我保管带领大家把流浪兽人杀个片甲不留 感受到众兽崇拜敬仰的目光 龙武笑容满面 对了龙墨 流浪兽人差点把你的伴侣抢去了 还联合那个雌性想害死你的伴侣 你应该会跟我们一起去吧 龙墨一直沉默地低垂着毛子 他一定会让龙墨死在这次行动里 到时候胡椒还是自己的 另一边的胡椒从噩梦中惊喜 这次他梦到龙墨三人在和流浪兽人恶战 结果遭受了流浪兽人的埋伏 龙墨浴血奋战 却被龙武在背后捅了一斗 几人战败后部落也惨遭屠杀 自己和宰宰们也没活下来 我怎么会突然梦到这些 难道又是和上次一样 是个遇知梦吗 随后站起来往洞口走去 他要找外面的雄性问问情况 可突然外面忽而传来脚步声 很快组长和陆明儿出现在胡椒的视线里 你们怎么来了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却看到陆明儿一脸喜色 娇娇你可以回去了 我们是过来接你回去的 实在抱歉 陆翠翠他已经承认罪行了 我们都知道你是无辜的 胡椒愣住了 怎么才过一晚上他就招了 娇娇你还不知道吧 昨天龙墨为了你亲自去找陆翠翠 让他说出了真相 胡椒一脸不敢置信 真的 那龙墨呢 他怎么没过来 组长迟疑了片刻 龙墨他 他和英远一起去剿灭流浪兽人了 胡椒瞬间涌上一股强烈的危险预感 他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出发多久了 天还没亮时就出发了 龙武说要打流浪兽人的措手不及 胡椒在心中把龙武骂了几百遍 梦里流浪兽人早就设好了陷阱 就等着他们上钩了 龙墨他们有危险 这是流浪兽人的陷阱 组长一脸疑惑不解 什么意思 陆翠翠一个雌性 怎么能从流浪兽人手中逃脱呢 恐怕是流浪兽人故意放他回来 引部落的兽人上钩的 文言两人脸色结实一白 因为他们知道胡椒说的有道理 这下陆明儿也急了 组长快派人去支援英远他们吧 要是落入了流浪兽人的圈套 英远他们就危险了 组长却一脸为难 可是部落里只剩下一些刚成年的兽人 强壮的雄性都已经被英远带走了 那派人去告诉英远让他们回来 说不定来得及呢 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恐怕他们已经到了流浪兽人的老巢了 胡椒文言低头沉思 看来只能用出那个东西了 组长我有办法 或许还有机会 另一边 在英远的带领下 众兽来到森林深处 前面就是流浪兽人的巢穴 既然找到了那还等什么 趁他们还未发现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英远也有些急切地点头 你们几个和我一起进去探幕 把流浪兽人引出来 剩下的人埋伏在这 龙墨却突然低声叫道 流浪兽人的巢穴怎么会这么安静 不对劲 龙武不悦地看着他 你要是害怕就躲在后面别说话 流浪兽人生性懒惰 肯定是还没睡醒了 英远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不等龙墨开口 便带着数十个兽人进了洞穴 就在英远带着众兽正要进入洞口时 走在最后的兽人发出一阵惨叫 只见一条黑蟒从壁底下钻出 正用尾巴紧紧缠绕着兽人的脖子 众兽惊慌刚想后退 沙包里又钻出十几个流浪兽人 将他们团团包围 领头的是一个通身红褐色 有两头像那么大的蝎子兽人 小虎说的果然没错 你们真的来了 看来那个雌性没有耍花招 英远脸色彻底缠了下来 你埋伏我们 说完他就展翅蓄力 亮出尖锐的鹰掌向蝎兽冲去 密林之中龙武脸色一变 这群阴险的流浪兽人真够狡诈的 居然早就埋伏在这里了 玄机他又恢复阵定 龙武走到队伍前方 正要对兽人下达命令 一群兽人在狼群的冲击下纷纷倒地 龙墨在空中不停击杀狼兽帮忙 忽然心中一礼 转头看到了狼群中间的高大的灰狼身上 再看向四周的狼群 似乎是有所规矩一般 一阵又一阵地对他们发起进攻 那头狼首领在指挥狼群 得先把他杀了 不然我们都会被狼群耗死在这里 就在他要上去和狼首领拼死一战时 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尖利的鸟鸣声 狼群听到声音 也纷纷警惕地抬头望向天空 龙墨目光一瞥 发现来的是部落里仅剩的几个鸟族兽人 他并未多想 多一个兽人 他们就多一分战胜的希望 可突然他看到一个鸟兽背上的雌性 胡椒 他怎么会来这里 龙墨小心 身后的兽人惊呼一声 下一秒龙墨感到龙尾一阵刺痛传来 一只狼兽跳起来死死咬住了他的尾巴 龙五看向提醒龙墨的年轻兽人 阴险的毛子里闪过一丝不悦 他刚刚故意让开那边的防线 让狼兽袭击龙墨 这个家伙居然破坏了他的计划 年轻兽人见龙墨没事松了一口气 可是下一秒 看到鸟兽背上的胡椒震惊的瞪大眼睛 小妹 他怎么会来这里 听到年轻兽人的惊呼声 龙墨下意识回头看去 还未来得及思考他是谁 半空中的胡椒突然吹向口上 就是现在上 话音落下 所有鸟族兽人突然朝狼兽俯冲下去 每个人的爪子上都抓着长长一串的红色物体 末端的褐色丝线燃着火星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短 丢下东西的一瞬间 四周猛的响起噼里啪啦的炸裂声 同时生起一股味道刺鼻的白色烟雾 狼群说到底只是普通野兽 突然受到惊吓顿时四下狂奔起来 狼首领气得眼中生起一团怒火 再这样下去 他们会被这群可恶的兽人反杀 只是片刻功夫他就准备逃跑 察觉到狼首领的动向 胡椒连忙大声对龙墨喊道 快抓住那个头狼 别让他跑啊 听到胡椒的声音 龙墨眸色一沉 身体却嗅得一声冲出去追向狼首领 眨眼睛一阵黑影从眼前闪过 带血的龙尾狠狠砸在狼首领身上 撞倒了一棵大树才落在地上 龙墨快速上前一掌按住狼头 正要用力将他的脑袋碾碎 头顶又传了胡椒的声音 别杀他 随后焦急地轻拍着鸟族兽人的后背 快飞低下让我下去 鸟族兽人见状快速飞向地面 很快胡椒从鸟族兽人身上跳下来 龙墨疑惑地扭头盯着胡椒 仿佛在问他为什么 胡椒看懂了龙墨的眼神 阴远他们还在和流浪兽人恶战 我们可以让狼群帮我们 说罢他就转身看向狼首领 那群流浪兽人给了你什么好处 我也可以给你 只要你让这群狼去对付流浪兽人 我可以不杀你和他们 狼首领目光憎恨地瞪着胡椒 丝毫没有反应 见状胡椒脑筋一转 忽而蹲下来拿了个棍子戳了戳他 我知道你想利用流浪兽人来杀兽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流浪兽人也会杀狼兽来吃 等我们死了 他们照样会把你们都吃了 只要你现在帮我 我可以承诺以后不杀你的族人 并且放你们离开这里 但你要是不帮忙 反正都是一死 死之前我会让族人把狼兽都杀光 让你们一起陪葬 闻言狼首领瞪大眼睛 撕裂端的狼嚎声 预照着他此刻绝望的兴起 片刻后他闭上兽眼轻微地点了点头 一声低沉的狼嚎过后 四周的狼群都安静了下来 胡椒面色一喜 隆漠 他愿意帮我们对付流浪兽人 纯白的红筒里倒映出胡椒绝美的脸庞 必是让他一步开目光 就在这时 两人身后传来呼喊声 胡椒微微一愣 这个人是谁啊 小妹你怎么会来这里 有没有伤到哪里 刚刚担心死我了 胡椒愣神过后猛地想起来 这是原生的三哥胡青鹿 因为三哥和四哥常年在林中历练 他还没来得及见过 三哥你也来了 大哥和爹爹他们呢 胡青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他们都在部落里 其实我是偷偷过来的 闻言胡椒松了口气 他没在胡青鹿身上发现伤口 应该都是其他兽人和狼兽的血 胡青鹿压低声音 你可千万别告诉爹娘他们 不然我就死定了 胡椒撇了撇嘴 能活着回去再说 地旁的龙墨不悦地低哼了一声 樱远还在里面生死不明 胡椒回过神来 对对赶紧去救樱远 狼兽领心不甘情不愿地发出一声狼嚎 四周的狼兽顿时向平地上涌入 而龙墨在听到胡椒交集要救樱远的话时 眸色又是一尘 他就这么担心樱远的安危 与此同时密临外 樱远被蝎兽逼得退无可退 十个兽人如今只剩下三个 就在这时 无数头灰狼将它们给团团包围 蝎兽发觉不对劲 回头一看 就见到断儿虎已经成为狼群的食物 很快几个兽人从它们身后走出来 看到这一幕 樱远眼中迸发出不可置信的光芒 随即低笑一声 俯冲下去把剩下三个活着的兽人救出来 胡椒你不是会救治吗 他们快死了 你救救他们 听着樱远命令的语气 胡椒微微皱眉 看向三个掩掩一息的兽人 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就不了 他们活着只会更痛 闻言樱远顿时瞪大眼睛 不可能 你就是不想救他们 龙墨冷着脸大力扫开樱远 不等他反应过来 龙爪刺穿三个兽人的头颅 合上眼的最后一秒 三个兽人头一次 向龙墨头以温和且感激的目光 看到龙墨的动作 樱远瞬间发狂地冲向他 这是我的族人 你怎么能杀死他们 害死他们的是你 龙墨冷冷地撇了他一眼不为所动 樱远瞬间僵在了原地 对啊是他害死了他们 要是他能听龙墨一句全 他们也不会中了流浪兽人的埋伏 吵什么 害死族人的是流浪兽人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为他们报仇明白吗 说着胡椒目光扫向不远处的流浪兽人 怎料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 所有人看不起的弱小慈性 却成功打败十几头灰狼 甚至独自骑着大鸟 救下了被狼群包围的冰山老公 在胡椒的指挥下 剩下的几个流浪兽人也被反杀 因为龙墨和英远卖力的战斗 其他兽人都没怎么消耗 都夸赞其两人的强大 龙墨第一次被众兽如此对待 只能沉着连走到胡椒身边一言不发 这时突然有兽人大喊 龙武你杀了几个流浪兽人 我记得你不是说要帮我们杀光他们吗 龙武瞬间面色铁青 我是想杀 可他们俩都杀完了也没给我留 下次我一个人就能杀光 文言众兽顿时露出鄙夷的表情 胡椒也只是暗暗记下龙武的算计 随后转身跑到不远处的狼首领身前 我会遵守诺言放你们离开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们双方的仇恨无法化解 如果你想活下去 就带着你的族人找一个没有兽人的地方吧 在这个世界兽人就是食物链顶端 两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远离 狼首领深深的看了眼胡椒 两久扭头直接离开 带狼群身影全部消失 胡椒才准备和大家一起回去 怎料转头就撞上了一对深邃的红色兽童 吓得他脚下一滑 整个人往前栽倒下去 完了这下要摔残了 谁知一双有力的大手突然搂住了他 胡椒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整个捞起来温柔扶正 没事吧 低沉唇厚的嗓音从头顶传来 胡椒连忙摇头 没 没事 随后快速后退两步半 雄性的气息让他脸上止不住的发烫 龙墨看了眼自己身上的血迹 还以为他是嫌弃自己脏 冷漠的转身准备离开 胡椒赶紧大喊等一下 随后从包袱里拿出毛巾 转身帮龙墨擦拭脸上的血迹 龙墨整个人僵住了 回过神来立刻捏住了胡椒的手腕 胡椒善善一笑 我是看你脸上太脏了 想帮你擦一下 要不你自己擦也行 待龙墨松开手 他赶紧把毛巾塞进他手里转身跑开 当龙墨回过神来 胡椒已经坐在胡青鹿幻化的黄狐背上 还一脸兴奋的揉搓绒毛 一看就很开心 他冷着脸换成龙形 一跃而起飞上空中 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龙身 顿时目光更阴沉了 看那个雌性刚刚的样子 他应该很喜欢那种长毛的兽吧 没多久重兽就回到部落 当组长和鹿明儿看到队伍时欣喜若狂 胡椒刚从黄狐背上跳下来 就被冲出来的胡敏暴入怀中 我弟娇娇 你可吓死娘了 以后可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胡椒好笑地拍了拍胡敏的后背 娘我这不是没事吗 哦对了 我还把三哥平安带回来了呢 果然战火瞬间转移 胡青鹿代替胡椒成为被说的对象 姻缘一脸愧疚地向组长请罪 对不起组长 我没能把他们都带回来 你怎么惩罚我都行 组长笑着摇头 比起被流浪兽人灭族 这样的结果已经好太多了 胡椒这次多亏了你 之前都是我对不住你 这时有兽人在后面喊道 组长不光是胡椒 这次龙墨也帮了大忙呢 文言众兽人纷纷夸奖龙墨的勇猛 只有被忽略的龙武脸色铁青 凭什么那个废物可以被人认可 想到今天众兽的嘲笑 龙武的眼里划过一抹狠毒之色 回家路上 胡椒发觉龙墨好像一直闷闷不乐 本以为是受伤身体疼痛 所以加快脚步想要回去给他包杂 谁知龙墨突然停下来 你很喜欢有毛的兽 胡椒虽然奇怪也点点头 喜欢啊 毛茸茸的很可爱 怎料说完龙墨的脸色一黑 那你喜欢英元也是因为他有羽毛吗 胡椒人傻了 这和英元有什么关系 看着胡椒久久不回答 龙墨更生气了 不等他回过神来 就冷着脸转身继续往家走 胡椒一脸莫名其妙 不过想到龙墨今天受了伤 还是心软的跑着跟了上去 谁让自己还指着他活着呢 两人刚回到家 龙墨就扑进他怀里舔着他的脸 胡椒顿时脸上发痒 好了好了 你这小家伙 又添我一脸的口水 一旁的龙墨更吃醋了 伸手拎着他的后脖梗甩飞出去 看着龙墨被甩飞 胡椒一颗心都被踢起来了 双手也下意识地伸出接住他 他还想你怎么能这么抱你 摔坏了怎么办 龙墨却冷着脸不说话 这小崽子明明没有毛 可他好像也很喜欢的样子 龙灵儿听到声音开心地跑出来 见状胡椒蹬下身子 接住扑过来的龙灵儿 灵儿在家有没有乖乖的 灵儿很乖 哥哥们和小五也很乖 我们都很担心娘亲 龙中傲娇的冷哼了声 谁担心他了 可看见胡椒身上没有受伤 这才哼了一声扭过头去 龙袖的鼻尖耸了耸 怎么有股血腥味 龙灵儿这才发觉 他爹浑身是血 略带敷衍的关心是怎么了 龙墨突然感觉自己有点多余 应该是错觉吧 你们爹爹今天去剿灭流浪兽人了 还把可恶的流浪兽人都杀死了 厉不厉害 龙中皱着眉忍不住问 你确定不是在哄我们 文言龙墨脸色顿时黑了 小兔崽子最近越来越疲累 龙中只感觉后背一凉 连忙躲到龙玉身后闭上了嘴巴 我去河边洗洗 说完龙墨直接转身跑开 胡椒也没阻拦 转身先给五个仔仔准备晚饭 饭摆上桌时龙墨也回来了 一张俊美绝伦的脸上还泛着水气 让胡椒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龙中双手抱胸站在胡椒身后 胡椒收回思绪 就看到龙中像个小老头 一脸嫌弃地看着自己 小家伙瞎说什么 随后把碗筷摆好掩饰自己的心虚 龙明儿有些好奇 三顿你刚刚在说什么 胡椒立刻给龙中塞了一块肉 他说他饿了 快吃吧 吃完了早点休息 吃完饭后 仔仔们很快就回屋睡着了 可龙墨一直没有进来 走到院子里 看见龙墨一直站在篱笆旁 难道是伤得很重睡不着吗 随后他快速走上前 你受伤很重吗 我有药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 龙墨表情一降 不用你回去休息吧 胡椒呕了一声转身回屋 想了想还是从空间拿了一些药粉 送到仔仔们的木屋门口 龙墨你睡了吗 我把药放在门口了 你需要的话自己来拿 木屋里久久没有回忆 以为他睡了的胡椒也转身离开 怎料前脚刚走 院子外的树下就走出来一个人影 走到门口把药包拿起来 此刻他裸露的肌肤上布满了 大大小小的伤口 被河水浸泡过后 伤口已经开始发白 一阵接一阵的刺痛深入骨髓 他打开树叶 抖动着叶子把药粉撒在伤口上 一时间疼痛缓解了不少 龙墨眸子一沉 这么有效的药粉一定很珍贵 他居然把这么珍贵的药粉 给了自己这么多 可他不是很厌恶自己吗 一日做好早饭 胡椒左等右等都不见龙墨的身影 灵儿你知道爹爹去哪了吗 龙灵儿老老实实摇头 不知道 早上就没看见爹爹 胡椒一脸愁容 难不成又跑回森林去了 这时院外传来脚步声 胡椒还以为是龙墨回来了 转身一看却是侯香 侯香笑了笑热情的上前 你是在等龙墨吗 你怎么知道 他一大早就不见了 我还等他回来吃东西呢 他和英远去海边换颜了 文言胡椒和五个仔仔顿时瞪大眼睛 龙墨他和英远一起去换颜 龙玉不可置信 跌跌去海边了 龙中压根不相信 怎么可能 他才不会去呢 是真的他们已经出发了 组长让我和你说一声 有英远在你别太担心 胡椒人妈了 就是因为英远他才不放心 他记得原剧情是英远一人带队去的海边 难道是因为他让龙墨回来了 所以改变了剧情 他们换颜回来至少要三个月吧 不过娇教你放心 冬季之前肯定能赶回来的 胡椒点了点头 他总不可能再把人结回来 只希望幻颜能和书里写的一样顺利 可他总觉得好像遗漏了点什么 挠了挠头想不起来 十日后 龙墨和一行兽人来到一片草原 因为带着物资无法带更多的食物 大家每天吃的食物都需要轮流捕猎 今天刚好轮到龙墨捕猎 怎料龙武居然主动提出要一起 龙墨回头正要拒绝 英远却出声替他决定 两个兽人捕猎更快一些 你们一起快去快回 文言龙墨没说什么转身离开 龙武冲英远笑了笑 可转过头来 脸上却变成一脸阴沉狠 没过多久 龙武突然飞回营地 龙墨在外面遇到了点困难 让我回来找人帮忙 胡青露你能过去帮一下龙墨吗 胡青露一脸诧异 那家伙该不会是弱到 连猎武都拿不动吧 嘴上嫌弃地说着 身体却是连忙站了起来 幻成回黄狐真身示意龙武带路 一龙一虎很快离开营地 胡青露跟了一段路发距不对劲 龙墨为什么要你回来找我帮忙 直接让你帮他不就好了 而且走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到捕猎的地方 空中的龙武听到声音也停了下来 其实需要你帮忙的不是龙墨 而是我 龙武眼神的敌意让胡青露立刻警觉 你需要我帮你什么 自然是让我取了你的小命 话音刚落 巨大的龙身就飞速撞向胡青露 好在胡青露早有提防 瞬间向后一跃离开了原地 你为什么要杀我 我本来不想杀你 要怪就怪你是胡椒的哥哥 只要杀了你再栽赃给龙墨 胡椒就会厌恶他 我就有机会得到胡椒 胡青露闻言一脸不可置信 胡氏哥们 你要追我妹不应该讨好我吗 你若是喜欢娇娇去追求就是了 现在是去幻炎的关键时刻 要是影响了幻炎的大事 你就别想在部落待下去了 你们这种低等兽人懂什么 我可是高贵的龙族兽人 就算杀了你 难道你们族长舍得让我离开吗 说完他眼里闪过一抹阴狠之色 龙身一甩再次袭向胡青露 胡青露脸色一沉 猛地撒出一把黄白粉末 龙武猛地用龙爪挡住眼睛 发现那只是一些 没有任何杀伤力的灰尘 我还当你有什么能耐 去死吧 另一边的营地 龙墨带着石头猎物回来 兽人们看到这么多猎物都两眼放光 毕竟幻炎路上 他们是第一次抓到这么多 胡青山却皱眉拦住他 我三弟呢 龙墨有些疑惑 我没看见他 他不是在营地吗 不是你让龙武回来叫他去帮你 你把他弄哪去了 听到这个名字 龙墨脸色瞬间黑了 我没有和他一起 也没叫他回来过 话音刚落龙墨脸色一遍 换为龙身飞了出去 龙墨你去哪里 你到底把我三弟带去哪里了 说着也换为青湖匆忙跟了上去 这一切发生太快 其他兽人都没反应过来 两人就已经跑远了 因缘不悦地皱起眉头 这两个家伙擅自离开营地 你们几个就在这里处理猎物 剩下的雄性和我一起去把他们追回来 而此时的胡青鹿非常危险 龙武对他的攻击愈发狠 不一会儿身上就布满了伤口 他咬了咬牙 张开狐狸嘴巴发出悦耳的短促叫声 空中进攻的龙武动作一顿 你还真有闲心 临死之际还在那吟唱 说完正准备给胡青鹿致命一击 突然感觉龙尾一阵麻痹 回头一看 竟是数十条各色的花蛇咬上了他的尾巴 不仅是蛇 还有数不清的毒虫 都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龙武脸色一白 这是怎么回事 胡青鹿冷哼一声 我可不是那么好杀的 不过是一些小虫子 你以为这些东西就能拦住我 他冷笑一声 龙尾一甩身上的毒蛇就被甩了出去 龙族兽人的龙铃可是非常坚硬的 那么一丁点毒素不影响我杀你 说着黑龙横扫过去 地上的毒虫舌已顿时被压死一大片 尽管如此 毒虫仿佛不知畏惧 源源不断的往黑龙身上爬 龙武彻底抓狂 索性不再理会身上的毒虫 直接袭向胡青鹿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匆忙赶来的龙墨和胡青山看到这一幕 同时发出一声高喊声 龙墨眸中划过一抹力气 猛然冲刺撞向龙武的下巴 龙武根本没反应过来 被这么一桩顿时咬住了自己的舌头和嘴唇 下一刻龙武在空中痛得直翻滚 龙墨却没打算放过他 尖锐巨大的龙爪狠狠从他脑袋上划过 只听咔嚓一声 龙武的两个龙脚骑骑飞了出去 胡青山急忙来到胡青鹿身边 三弟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胡青鹿也回过神来 是龙武这家伙 他想杀了我 此话一出 众兽看向龙武的同情眼神瞬间就变了 经过上次一战 他们早就对龙武有诸多不满 此刻文言更是纷纷对他破口大骂 龙武却没回话 只是躺在地上不停痛苦打滚 他好像中毒了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毒虫 大家快后退 只见无数毒虫不停地往龙武身上摇 毒素瞬间顺着血液蔓延至龙武全身 龙墨 我要杀了你 龙武嘶吼的声音从毒虫缝隙中传出 鹰远和众兽都看得头皮发麻 可谁也没打算帮助龙武 好了我们回去吧 吃饱了还要赶路去换岩 大家纷纷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地面忽然剧烈地晃动起来 几人转头看去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差点吓死 但老公第一次出远门 竟带回来一个绿茶小慈性 不仅装柔弱伯同情 甚至当着正气面想和老公贴贴 好在老公专情又直男 一脚踹开绿茶果断划清界限 就在龙墨几人处理完龙武后 远处的火山突然喷发 见状鹰远立刻大喊让几人快逃 可岩浆来得极快 眨眼间就来到几人不远的位置 龙武因被毒虫纠缠无法飞行 瞬间就被岩浆吞没 几个不会飞行的兽人已经能感觉到热量 跑在龙墨及时回缘 龙爪一捞抓住几人丢在背上 鹰远见状也立刻效仿 最终所有人有惊无险地逃出岩浆范围 几天后的部落里 胡椒和露米尔几人正在缝制兽皮衣服 屋外突然传来兽人的呼喊声 鹰远他们回来了 组长叫你们过去 胡椒文生急忙抬头看去 这么早回来难道出事了 想着他着急的一路小跑 组长发生什么事了 龙墨呢 见状组长连忙安慰 你别担心龙墨他没出事 胡椒松了口气 这才发现龙墨几人站在不远处 面色一喜正要抬手打招呼 突然就看到龙墨身后 走出一个娇软柔弱的雌星 切生生地抓着他的兽皮衣服 胡椒的声音戛然而止 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柔弱小美人 部落里总共就十几个雌星 胡椒来了这么久 几乎都眼熟过了 可以肯定这个不是部落的雌星 愣神的功夫 鹰远和众兽走了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怎么会这么早回来 文言因缘脸色难看 族长对不起 路上遇到了天火 物资都被天火淹没了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回来的 族长文言脸色一白 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十岁 而且去海边的路也全都被天火覆没了 我们在附近找过了 没有路可以过去 此花一出 众兽脸色都如死灰一般沉寂 现在没有物资也没有海盐 这是要把他们逼上绝境了 看着众兽垂头丧气的样子 族长叹了口气 你们刚从天火中私利逃生 不要自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都回去好好休息吧 这时族长才注意到还有个陌生雌星 这是谁 怎么会跟你们一起回来 察觉到众兽的目光 雌星这才胆怯的开口 我叫黄月 是在路上逃难时遇到龙墨的 我的部落被其他部落攻打 族人都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 多亏龙墨在森林里救了我 我能不能加入你们的部落 听到这话 族长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 当然可以 我们部落非常欢迎你 可以旁的胡椒却难受了 这不是书里女配的名字吗 原剧情是樱远就回了黄月 黄月因此对樱远一见倾心 怎么现在变成了龙墨就的了 谢谢族长 你们部落的兽人都是好人 你和他们赶路回来一定累坏了 我让雌星带你先下去安顿 以后需要什么再来找我 随后族长环顾一周 虎金你带黄月去休息 熟悉一下部落吧 就让他暂时住在你那里 虎金爽口应下从人群中走出来 哪知黄月看了虎金一眼 就胆怯地缩回龙墨身后 族长我害怕 能不能让龙墨带我熟悉部落 其他兽人我不敢 看到这一副小白花的模样 胡椒就来起 书里原生的四哥胡青远 就是喜欢上了他 却被他利用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他走上前拦在龙墨和黄月中间 不好意思 我的伴侣不喜欢和别的雌星接触 你就克服一下吧 黄月文言小脸一白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已经有伴侣了 胡椒却倾笑一声 那你现在知道了 就不用一直盯着我的伴侣看了吧 他可是清楚得很 虽然前期黄月来到部落时 是失忆的状态 可等他恢复记忆后 却是个心机深沉的雌星 只见黄月两只手紧紧揪着自己的衣摆 一双大大的眼睛透着无限委屈 旁边的兽人看不下去了 纷纷指责胡椒太小气 怎料胡椒却插着腰冲出来对质 胡椒只不过说了实话而已 怎么就欺负他了 随后胡椒冷哼一声看向黄月 都是雌星有什么好怕的 非要赖在龙墨身边 我看你就是对他有意思 胡椒有些诧异 这虎妞居然帮自己说话 谁知下一秒虎精就看着胡椒冷哼一声 和胡椒以前纠缠姻缘是一个德行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族长笑呵呵的打圆场 黄月你别怕 我们部落的兽人都很好呢 我换个兽人带你 这是一个年轻雄性从兽人群中挤出来 族长我来吧 我对部落熟悉 胡椒纹身看去 有些熟悉的脸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族长已经乐呵呵的点头 是胡青远啊 既然你愿意那就你去吧 我带你 黄月怯生生的抬头 好好那就拜托你 胡椒回过神来连忙出声制止 胡青远会被黄月害死的 他可不能让两个人接触 四哥你不是答应今天给我做骨针吗 你怎么有时间带他熟悉部落 胡青远一脸茫然刚想问什么情况 却见胡椒皱着眉眼睛一等 啊对对我想起来了 我是答应你了 而后反应过来连忙转头冲组长道歉 对不起啊组长 你再找别人吧 组长无奈转头问向身后的兽人 其他兽人早就已经跃跃欲试 巴不得能够和黄月多接触 怎料龙墨却突然开口 组长还是我去吧 胡椒听到这话一脸不可置信 大哥你不是最烦此心了吗 不会真的喜欢上这个绿茶了吧 胡椒大脑一片空白 满脑子都是完了自己要失宠了 之后大反派厌恶自己 到结局自己不是还得嘎 龙墨却只是看了眼愣住的胡椒 随后转身大不留心的走了 黄月急忙慌张的跑着跟上 等胡椒回过神来两人已经走远 只能忧郁地望着龙墨的背影心里发愁 胡椒不满地瞥了眼胡椒 你脸色这么臭干嘛 你不是很会抢雄星的吗 你要是不爽就去把龙墨抢回来啊 路眠儿赶紧扯了扯他的胳膊制止他说话 然后转头冲胡椒笑了笑 娇娇你别生气 他跟黄月不会有什么的 你要相信龙墨呀 胡椒牵强地扯了扯嘴角 我知道我没生气 他只是有点害怕呀 要不是怕死谁管大反派喜欢谁呀 他摆了白手 我先回去了 宰宰回家看见我不再该着急了 回去得好好琢磨琢磨修改攻略计划 做了这么多努力可不能前功尽弃 此时另一边 黄月艰难地跟在龙墨后面跑 龙墨脚下却是丝毫没有放缓 直到走到一座空木屋前 龙墨才停下来 你的木屋到了 以后你就住这里 说完想到胡椒今天的反应 有事就去找组长 别来找我 黄月还没来得及喘气 听到这话顿时小脸更加苍白了 谢谢你 还没说完脚下就一个亮枪 眼看要往龙墨身上跌去 龙墨却向旁撤了一步 刚好与黄月擦肩而过 黄月脚底虚浮地跌了几度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小心绊倒了 别装了 龙墨面无表情地再次躲开他的手 在森林里 明明是你自己用兽型跟着我到了营币 我根本没有救你 他知道这个雌性没有那么柔弱 一个能用兽型跟上他速度的雌性 怎么可能会像他表现的那样胆小娇弱 我不关心你为什么要撒谎 但你想留在部落就别来烦我 否则我不介意再把你送回去 黄月双手合在胸前一脸无辜 龙墨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明白 当然是你救了我 我只是想报答你没有别的意思 要是你的伴侣误会了我可以道歉的 只希望他不要生我的气 明明是我见游怜的模样 可龙墨只是冷冷地看了眼黄月 最后微微点了点头 的确你最好祈祷他别生气 否则你趁早滚回你之前待的地方 黄月的表情顿时僵在了脸上 可龙墨不再看他一眼转身离开 组长安排给黄月的木屋离英远家很近 没走一段路 就看到英远站在屋外 周围还围着几个兽人 英远可以啊你 一回来就换了身心兽皮衣服 这兽皮衣服的样子我怎么没见过呀 看起来好奇怪 我知道我知道 我看见胡椒做过这种兽皮衣服 这该不会是胡椒送给你的吧 听到这话龙墨脸色一沉 瞬间换作龙身快速飞离了这里 瞎说什么 这是陆明儿亲手给我做的 怎么可能是胡椒那个家伙做的 当胡椒回到家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今天小五和凌儿怎么这么安静 胡椒狐疑的走近 就看到五个仔仔除了龙袖 都浑身湿漉漉的躲在门后面 这是怎么回事 胡椒一阵心疼 忙拿出毛巾给几个大仔仔一人递了一条 然后给龙凌儿擦脸擦头发 你们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是不是有幼崽欺负你们了 龙凌儿连忙摇头 没有谁欺负我们 我们就是不小心在河里摔跤了 眼神却飘忽不定 胡椒一眼就看出来不对劲 他蹲着身子神色认真 凌儿撒谎的话 娘亲可是会生气的 如果你们在外面受欺负了 娘亲会很担心的 思考片刻后 龙凌儿就老老实实地垂下了脑袋认真认错 娘亲凌儿知道错了 凌儿以后不会撒谎了 胡椒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 告诉娘亲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可龙凌儿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各所以然 这时龙袖轻量的声音脱口而出 是陆离 我们在河里抓鱼的时候 他带了一群幼崽过来把我们推倒在河里 龙袖只恨自己眼睛看不见 没法保护兄弟姐妹 龙玉也低着头老老实实认错 对不起是我没护好他们 撒谎片你也是我提出来的 龙中则是咬牙切齿 可恶的陆离就是仗着受多势众 等我长大了一定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 胡椒看了一眼龙中满脸力气的表情 只觉得等他长大 恐怕就不只是打掉牙这么简单了 突然他灵光一闪 崽崽们想报仇吗 娘亲给你们个好东西 我们的幼崽报仇 龙中嫌弃的吐槽 不就是个绑了绳子的破木头 这能帮我们报仇吗 胡椒笑了笑没有过多解释 从地上捡了块小石头 闭上一只眼瞄准了不远处树上停留的一只鸟 石头瞬间弹射出去射中脑袋 下一颗鸟扑腾一声从树上掉下来 在地上挣扎了底下就不再动它了 几个仔仔齐刷刷转头 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门 他居然用这两个东西打死小鸟了 其实弹弓威力不大 但脑袋是鸟最脆弱的地方 娘亲打中了他的脑袋 所以他才会死的 不过拿去打兽人也是很疼的 用的时候要注意分寸 可以教训坏蛋 但是不能存有害人之心知道吗 五个仔仔点头如捣算 兽人天生对强者怀有重敬之心 而胡椒打死小鸟这一举动 让他们感觉雌性形象瞬间变得高大起来了 随后胡椒把弹弓挨个分发到仔仔手里 几个仔仔都兴奋地到处找鸟练手 龙袖突然靠近 这个东西还给你 我用不着 他猛地想到龙袖看不见 心里顿时柔软下来 心疼地把弹弓放回去 你会用得着的 等娘亲以后找到无一给你治疗眼睛 你就可以用了 而且娘亲见过和你一样失明的兽人 他们看不见 却能靠耳朵听声打中目标 袖袖这么厉害说不定也可以呢 文言龙袖面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一抹西击 他并不抱希望能把眼睛治好 不过靠听声音 或许可以努力试一试 他缓缓握紧了手里的弹弓 突然感觉人生有了方向 几人说话间龙袖也回来了 胡椒顿时紧张起来 让几个仔仔去旁边玩弹弓 自己则是跑回了小木屋里 去拿他精心给龙袖准备的礼物 龙袖刚进院子 就看到几个仔仔拿着奇怪的树枝在玩 原本阴沉难看的脸上露出一抹奇怪的表情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正疑惑着 胡椒从小木屋里跑出来 笑盈盈的小跑过去到龙袖身边 龙袖面无表情紧绷着一张脸 什么事 胡椒笑了笑 把手里的兽皮衣服拿出来 你路上辛苦了 我给你做了套新衣服 但是不知道你穿起来合不合适 你试一试 要是不合适我好感一下 说着他把兽皮衣服放在龙袖身前认真的比划着 可看见他手中的衣服 居然和英远穿的款式一模一样 再联想到临走时那几个兽人玩笑式的话 他只觉得心里有一团无名火 这个雌性居然拿送给英远一样的衣服来给他 抬手冷漠地挥开胡椒放在自己身前比划的手 胡椒被挥得倒退几步 手里的兽皮衣服也掉在地上 面子里的五个仔仔瞬间齐刷刷地看过来 一脸不满地看着龙袖 那可是娘亲亲手做的衣服 胡椒也是一愣 你做什么 他急忙去捡地上的兽皮衣服 衣服掉在地上顿时就沾染了不少灰尘 这是新衣服还没穿过呢 你要是不喜欢跟我说一声就是了 我再重新给你做一件 他没忽略龙袖难看的脸色 他以为他是单纯的厌恶自己才做出这样的反应 不用做了 我不需要 既然是和送给英远一样的衣服 连浮衍一下做件不一样的都不愿意 那他不要也罢 却不知他现在有多嚣张 之后就有多后悔 落下男人的衣服 然后为他穿上自己缝制的新衣 怎料男人却发疯般打开他的手 生气地把他推倒在地 这么丑的衣服我嫌恶心 胡椒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不要算了 反正也是我顺手做的 文言龙默脸色更难看了 果然这件衣服只是顺手的施舍 随后黑着脸转身离开院子 爹爹也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对娘亲 灵儿再也不喜欢爹爹了 我看爹爹也没有说错 不想穿丑衣服有什么不对吗 刚说完龙中就一声惨叫 原来是龙瑶已经气得咬住他的脑袋 老小五 你找打吗 龙中低吼一声 可龙瑶灵活的根本抓不住 娘亲你别生气 爹爹肯定是脑子坏掉了 娘亲做的衣服才不丑 灵儿最喜欢了 看着灵儿乖巧懂事的模样 胡椒心里的气也顿时消了大半 同时有些懊恼刚刚的气话 那些话不就让龙沫更讨厌自己了吗 惆怅了一会儿 胡椒就打起精神去鲨鱼做饭了 晚饭时候龙沫也没有回来 胡椒等了半想 估摸着不会回来的才叫宰崽们开饭 深夜当胡椒和宰崽们都睡下 院外才出现一道修长略带疲惫的身影 闪身跃上他上次睡的那棵树 一日龙沫早早醒来就去了组长家 胡椒起床也没见到熟悉的身影 虽然苦恼也没办法 只能往河边去抓鱼准备今天的伙食 小妹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胡椒回头就看到胡青远兴奋的跑来 他飞奔到胡椒面前 然后从背后拿出一把细长的东西 这可是四哥昨天一晚上没睡觉 连夜给你打磨出来的骨针 一般瘦人四哥都不给他的 胡椒脸上的疑惑更什么 四哥你给我骨针干嘛 胡青远也是一愣 不是你昨天说让我给你做骨针的吗 胡椒一拍脑门 四哥敷一下眼睛吧 胡青远想也没想就遵从 毕竟妹妹可不会害自己 随后他疑惑的摸着下巴 你今天很不对 怎么感觉你不开心的样子 胡椒愣了愣 连忙白手否决四哥的想法 见妹妹不愿意说也没办法 送完古针胡青远就告别离开小院 胡椒也继续拎着石桶去河边 五个仔仔见他离开 捏手捏脚的从侧边去追胡青远 龙摇手当其冲 像个小火箭似的发射出去 没一会就追上不远处的胡青远 某人就感觉屁股突然一痛 哪个小兔崽子咬我屁股 回头一看 就看到龙摇死死咬住他的屁股 小兔崽子 谁让你咬我屁股的 想挨打是不是 说完把龙摇拎在胸前 气愤的扬起另一只手 做事就要打他屁股 下一刻他动作一顿 你这小东西屁股在哪呢 我怎么找不到 此时后面的几人也跟上 一眼就看到胡青远要打龙摇的样子 住手 不准欺负小五 龙灵儿也急了 坏蛋四舅舅 你快放开小五 说完冲上去抱着胡青远的大腿 嗷乌就是狠狠一口 胡青远脸色一白 痛得把手里的龙摇甩开 到底谁欺负谁啊 明明受伤的一直是他好吗 龙中连忙跑过去拉住妹妹 别以为我们是幼崽就好欺负 只有龙袖发觉不对劲 四舅舅 你为什么要打小五 我欺负他 明明是他冲上来就咬了我一口 我才把他抓起来的好吗 几个仔仔顿时沉默了 还有你这个小丫头 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凶的幼崽 龙灵儿顿时尴尬的笑了笑 对不起啊四舅舅 我们还以为你要打小五 算了懒得跟你们几个仔子计较 说着转身就要走 龙玉突然叫住他 四舅舅 你不是想知道娘亲为什么不开心吗 文言胡青远就脚步一顿 娇娇为什么不开心 快告诉我 是因为爹爹嫌弃娘亲做的衣服愁 听完龙玉的话 胡青远顿时火冒三丈 龙墨这个家伙 他居然敢这么对待娇娇 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 胡青远越想越气 直接换成兽型冲去找龙墨算长 另一边 龙墨正准备完成组长分复的任务 突然一只大型白狐冲了过来 罩着他的脸就来了一爪子 龙墨反应迅速 闪身躲开了白狐的攻击 正要握紧拳头揍回去 突然看清是胡椒的四哥 胡青远你发什么疯 龙墨你敢欺负我小妹 我今天不报仇 我就不叫胡青远 龙墨眉头紧簇 还没开口 胡青远就继续接二连三的打过来 龙墨一直忍耐着没有还手 正要继续质问 忽然就看见胡青远身上的衣服十分眼熟 他不是给英远一个人做的吗 这件衣服哪里来的 也是他做的 你还有脸问衣服 我小妹辛辛苦苦为你缝制的衣服 手都被戳破了好几个洞 你居然敢说他做的丑 这么欺负他我今天就要打死你 龙墨闻言愣在原地 他是专门为我做的 想起昨天胡椒拿衣服时的一脸期待 他心里一顿自责 那英远身上的那件兽皮衣服 也是他做的吗 不远处路过的胡青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你们在说什么 英远身上的衣服 那可是绵儿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 英远又不喜欢胡椒 怎么可能穿他做的衣服 龙墨微微一愣 不是他做的 那怎么一模一样 当然是胡椒教我们做的呀 绵儿觉得好看 就学来给英远也做了一套 听了胡青的话龙墨僵住了 他误会他了 想到这里 他瞬间换作龙形急忙冲向家的方向 看到了地上堆着的一把骨针 龙墨脚步微微一顿 鬼使神差地拿起一根骨针 往手指上扎下去 一阵刺痛后 他的手指瞬间就冒出了黄豆大小的血珠 想到胡椒之前都是遭受了这些 他顿时攥紧了手 转身快步离开了木屋 另一边胡椒提着空石筒来到河边 撸了撸手臂弯腰开始摸鱼 然而他没有捕猎的经验 忙活了半天只抓到一条小鱼 算了 抓鱼这种事情不适合我 趁四下没人 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七条十几斤的大鱼 随后放进石筒里满意地拍了拍手 提起石筒准备回去试 刚转身就看到个雌性 是陆离的娘陆母 胡椒直接无视了他拎着桶绕道走 陆母却快他一步拦住了他 抓了这么多鱼是不是很重了 不如我帮你拿几条 你不用谢我 分我一半鱼就行 我就勉强原谅你之前对陆离做的事 随后伸手就想开始抓鱼 胡椒毫不客气地一巴掌拍上他的手 不劳你费心我自己拿得多 之前那些丑我还记着呢 陆母瞪大眼睛面红耳士 你这个小贱皮子 居然打我 我可没打 是你自己想偷我的鱼被鱼咬了 你怎么能怪我呢 陆母顿时气地吐血 忽然看到远处路过的兽人生意 一屁股坐到地上哀嚎起来 他嗓门很大 很快吸引来了不少兽人 见识部落里最难缠的陆母 谁也不想趟这趟浑水 胡椒特不想在这跟他耗着 转身就想走 陆母眼瞅着他要走 就滚过去抱住他的脚死活 不肯撒手 打了我还想跑 把我的鱼给我留下来 不然你别想走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胡椒文言有些惊讶 这可是你说的 说罢就精准地踩在一只手上 陆母腾的脸直抽搐 你敢踩我 等组长来了 我一定要让组长把你赶出去 胡椒却丝毫不怕 不用谢我 我就是这么乐于助人 喜欢满足别人的愿望 胡椒一脸真诚 趁他痛得松手 抬起另一只脚踩 在他另一只手上 陆母腾的还来不及嚎叫 胡椒已经直接从他身上踏过去了 四周的兽人只是看热闹 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枪 怎料这时突然传出一道 柔柔弱弱的声音 陆大娘年纪大了 怎么能这么对他呢 你快把大娘的鱼还给他吧 大娘太可怜了 胡椒一眼扫过去 就看到了一副小白花模样的黄月 这家伙表面上看起来 是在关心陆母 实际上却是把脏水 全都往自己身上泼 难不成在你眼里 谁可怜谁就说的是真话吗 他说这于是他的就是他的吗 黄月一脸委屈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我了 原以为四周的兽人 会像之前那样来劝慰自己 怎料抬头一看 却见兽人们纷纷 用怪异的目光看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 黄月你还不知道吧 陆大娘经常做这种事 你可别被他这副样子给骗了 黄月顿时小脸一白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 我只是看陆大娘可怜 胡椒皱了皱眉 只觉得这个家伙似乎不太对劲 地上的陆母知道 今天讨不到什么好处了 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灰溜溜的离开了 胡椒正准备离开 黄月却走了过来 胡椒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误会你的 你别生我气好不好 胡椒无语了 今天怎么都约好来恶心自己啊 我犯不着和不熟的瘦生气 说完提起石筒 正要赶紧回去 黄月忽然拽住他的石筒 我帮你干活吧 只要你能原谅我 极大的力气拽到胡椒身体后仰 他正想借力站稳身子 谁知黄月却比他还先一步倒下 胡椒瞳孔微缩 这一幕典型的就是自己要推他下河 就在胡椒思索该如何扭转局面 忽然眼前一道巨大的黑影落下 直接挡住了众兽看过来的视线 不等胡椒反应过来 龙墨一脚将黄月踹进河里 这回轮到黄月傻眼了 一落水就惊慌失措的在水里扑腾 龙墨却看也不看他一眼 见媳妇完好无损 才在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胡椒一脸震惊地望着眼前的大反派 来就来 咋还把黄月给踢下河了呢 不等胡椒反应 龙墨就将胡椒连带着石桶一起飞走 胡椒被吓了一跳 赶紧抱住龙身生怕掉下去 让他没想到的是 龙身居然没有一丝摇晃 很快他就被惊艳的景色给吸引了 身下的部落越来越小 部落外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绿色山脉 这也太美了 胡椒一路发出惊叹声 两人像到了旅游景点观光式的 在部落外游荡了一圈 才再次回到部落 龙墨小心翼翼地低头看着胡椒 见胡椒似乎并没有开心的样子 果然此性没那么好火 想着他伸手夺过了胡椒手里的石桶 一声不吭提着石桶就往家中走 胡椒只好默默地跟在后面 只是低头看了眼来看比绣花的步伐 大反派这是脚抽筋了 怎么走得比乌龟还慢 另一边 黄月还在水里扑腾求救 众兽立刻跳下水去救他 只是下一秒 几个兽人看着没过小腿的水陷入沉思 又看向一旁害怕的喊救命的黄月 这里水不深 要不你站起来试试 黄月惊慌的动作一将 这才发现实际上水根本不深 赶紧一脸尴尬地站起来 对不起 我是鸟族兽人天生怕水 不知道这里的水这么浅 没事没事你快上岸吧 洞生病了就不好了 其中一个憨厚的雄性 连忙把手上的泥巴擦干净 快不淌水过来扶他 你快回家换身干净衣服吧 一旁的雄性见状大声催促 好了没有 我们还要去洞穴取言回来 耽搁了时间小心阻掌怪罪 听到这话 黄月单纯的眸子里忽然闪过一丝暗芒 轻轻拉住准备离开的憨厚雄性 怎么了慈性 你哪里不舒服吗 谢谢你救了我 我想报答你 能不能让我跟着你一起 我一个人有些害怕 看到这么一个楚楚可怜的慈性在恳求自己 憨厚雄性哪里还拒绝得了 谢谢你 你是个好雄性 只是在头低下来的那一刻 女人脸上出现的是一脸算计之色 另一边 胡椒跟着龙墨像蜗牛一般走回家 慢到他感觉都快度过了一个世纪 直到看见不远处熟悉的院落他才松了口气 今天的龙墨实在是太反常了 吓得他大气也不敢出 可当他看清院子里的情况时 顿时被吓了一跳 还怎么也想不到 未来会杀了他的大反派老公 如今却哭唧唧道歉求原谅 此时胡椒刚回到家 就看到院子里围满了寿人 询问后才得知是组长带来食物的材料 正当他想要感谢组长时 组长却笑着摇了摇头 你还是感谢你的龙墨吧 这都是他在森林里一点点找的 胡椒顿时愣住了 可他明明没把这件事告诉龙墨呀 组长连忙解释 他飞行速度快 所以我才会拜托他去帮忙找 文言胡椒下意识地回头 却见龙墨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 他有些奇怪 大反派不是很讨厌自己吗 为什么还会这么辛苦帮忙 组长没有察觉到胡椒的一样 只是期待地问胡椒什么时候开始建 我需要人手帮我建造食物 但我也不是白让大家帮忙的 我会把建造食物的方法 交给帮忙的寿人 听到这话众兽连连点头 商讨过后胡椒暂停敲定了下来 五天时间搬运材料 然后就开始建造食物 众兽走后院子里总算清静了下来 胡椒惦记着龙墨正想找他 却见一个身影被对着西洋回来 龙墨手里还提着石桶 变化的是石桶里的鱼已经杀好了 原来他刚刚是去河边杀鱼了吗 他小跑过去在他身旁停下 看着面前小麦色的腹肌 他顿时有些心虚的低下头 谢谢你找到了建食物的材料 这些鱼给我来拿吧 你这些天辛苦了 去休息就好 谁知他的手还没碰到石桶 就被龙墨躲开了 这些事情不用你来做 还有你做的衣服很好看 我不该说那些难听的话 对不起 胡椒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没听错吧 大反派居然向他道歉了 我看到姻缘也穿了一样的衣服 以为你是做给他的才说了气话 你要是还生气的话 我离开部落也行 听到这话胡椒连忙抬起头 你可千万别离开部落 说完他才注意到龙墨正目光深邃的望着自己 心虚的一开视线 我没生气了 你就在家里住着吧 我们也要建食物了 没有你怎么行 闻言龙墨终于松懈了一口气 脑海中回荡着最后一句话 薄唇不由自主的勾起一母笑语 胡椒却偏着脑袋心里不停打捕 怎么回事啊 大反派这是吃错了吗 不对啊 导演他拿错剧本了吧 胡椒晃了晃脑袋 赶紧把这些可怕的幻想抛出去 你等一下 说完红着耳根子逃一般跑进屋里 没一会儿 就见胡椒又火急火燎地跑出来 看到他手里的东西时龙墨目光一愣 你没扔 我辛辛苦苦做的衣服怎么会扔啊 胡椒小声嘟囔着把衣服递过去 既然你不嫌丑的话还要不要 不要的话我以后就不给你做了 不等他说完龙墨立马伸手接过衣服 要以后也要 小院外似的仔仔聚集在树下 小五看见了没有 快点下来告诉我们啊 身子小小的龙墨则是钻进了树叶之间 只露出一双红色兽瞳望着院子里的两人 不多是龙墨才转身飞下树 用尖尖的空尾巴卷成一个爱心的形状 CP头子龙灵儿最兴奋 爹爹和娘亲和好了 龙中却撇了撇嘴 要是这样还不和好 那爹爹是真没救了 说着就要往家里走 龙灵儿立马拉住他 不行还不能回去 爹爹娘亲才和好 三哥你嘴巴这么堵 回去一开口又惹娘亲不高兴了 龙中人傻了 这还是自己妹妹吗 小院里 龙墨拿了衣服一时间 竟不知该做些什么 还是在胡椒的催促下 才转身进屋去换衣服 只是出来后却一脸沉闷 你怎么了 难道是大小不合适吗 没有 沉默片刻后龙墨缓缓开口 这是我第一次拥有新衣服 我出生时还有个哥哥 因为我比较瘦弱 所以不受爹娘待见 除了不让我饿死以外 什么也没有给过我 听了龙墨的话 胡椒微微皱起眉头 他没想到龙墨的过往会这么惨 或许他的黑化早在出生就确定了 我可能不是很强 但我会用这条命守护你何宰宰 闻言胡椒只觉得鼻尖有些发酸 他一直以来害怕的大反派 没想到只是一件兽皮衣服就成功了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想象中的高兴呢 随后他露出一个明媚温柔的笑容 你只是需要时间成长 以后一定会成为比音乐更强的兽人的 我相信你 龙墨心中一阵触动 他真的相信自己吗 说完胡椒连忙转移话题 生怕他沉浸在过去不好的回忆里 看着胡椒离开的背影 龙墨眸子里闪过坚定的神色 自己一定不能让他失望 天快黑时五个仔仔才杀杀回来 胡椒已经做好了烤鱼板上的桌 五个仔仔一回来 就自觉的洗好手在桌前排排坐 下次记得早点回来 不然赶不上晚饭了 龙中撇嘴嘀咕了一句 还不都是灵儿 什么 胡椒没听清疑惑的看过去 三哥刚刚说娘亲好厉害 一出手就抓了这么大的鱼 三哥你说是不是 龙灵儿转身看向旁边的龙中 龙中只觉得大腿被狠狠掐了一下 顿时倒抽一口凉气 是是是是 龙中咬牙切齿的憋住不叫出声 要是这小妮子生气了 以后更没他好果子吃 龙秀听到这些声音 脸上也多了一抹笑容 龙玉师不时帮他挑一下鱼刺 是个尽知尽责的好大哥 胡椒见状也笑盈盈的夸奖 玉儿真懂事 都知道照顾弟弟了 地旁的龙墨听到他的话谋色一沉 原来鱼还要挑刺吗 看了眼胡椒面前还没动的鱼 他也把筷子伸过去 啪的一声 胡椒用筷子拍走龙墨的筷子 你的不够吃吗 来家我的鱼做什么 你的侄女程度也不低啊 一日 胡椒是被一阵焦急的对话声吵醒的 出了门发现龙墨在院子里 旁边还站着一个熊系 部落的盐都没了 组长要找大家过去想办法 胡椒脑子顿时清醒了 赶紧和龙墨跑去储存盐的洞穴 洞穴里的地上放着一些物资 其中一个角落里摆放着几个兽皮袋子 此时兽皮袋子已经空点了 地上有一滩滩液体 顺着兽皮的空隙流到了地上 兽人群中的鹿明儿看到他 机身来到他身边一脸担忧 看到是鹿明儿胡椒微微点了点头 这是部落里所有的盐了吗 对 本来还够雌性度过冬季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话音刚落就有兽人询问怎么办 没有盐对部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大家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 大不了给雌性喝兽血 只要能扛过这个冬季明年换回盐就好了 文言重兽只是安静了片刻 马上就又开始躁动起来 用兽血虽然也能补充身体盐分 但喝了兽血的雌性体弱多病 都闭嘴 你们在这里炒就能炒出盐来吗 族长 不如冬季一到我就带着物资去海边换盐 这样冬季莫尾我就能赶回来 族长连忙摇头 冬季出远门可是很容易冻死的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不想让明儿冬季靠喝兽血度 族长也一时沉默了 虎精忍不住嘀咕 难道除了兽血之外 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盐了吗 听到这话胡椒灵光一闪 对啊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 族长我还有一个办法 娇娇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族长丝毫没有怀疑胡椒的话 现在在他眼里胡椒就是部落的救星 我之前在采摘果子时 看到有野兽摘树上的果子吃就尝了点 那种果子也是咸的 不知道能不能代替盐食用 这话当然是骗人的 盐果是地球上的一种植物 会爬树的动物都用它来补充盐分 他在这里根本就没看过 只不过这里的植物大多数和地球一样 他就不幸还找不出一样的盐果 族长立即激动地询问是怎么样的 我也记得不太清了 应该是小小的圆的 吃起来又咸又苦 他怕自己说得太详细 万一长得不一样误导了他们就不好了 尽管如此 众兽仍旧是两眼放光激动异常 纷纷对胡椒表示感谢 胡椒却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 可他回头一看 四周也没有可疑的目光 一番商讨后 众兽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胡椒也放心地和龙墨回家 以后我会补更多的猎物 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 听到龙墨的话胡椒愣住 疑惑地望着旁边高大的雄心 我可能不强 但养活你和宰宰们还是可以的 以后不要饿着自己 虽然很疑惑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其实龙墨是想到 刚刚胡椒吃小果子的事情 一定是平日里的食物不够 才会去摘那么小的果子充饥 以后一定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把胡椒送回家后龙墨就出门了 他没多想就去做早饭 突然见到龙灵儿欢喜地跑进院子 娘亲我打中了小鸟 我是第一个打中小鸟的 娘亲我力不厉害 没想到灵儿比哥哥们还厉害 真棒 听到胡椒的话 不远处的几个仔仔纷纷叹了口气 看像被他们埋在土里藏起来的十几个小鸟 谁让这是他们的亲妹妹呢 就是可惜这些小鸟了 娘亲我要把这个小鸟送给娘亲 这是我第一次抓到猎物 一定要给娘亲吃 好呀谢谢灵儿 娘亲一会儿就把灵儿的猎物杀了好好品尝 娘亲我会杀猎物 这个我自己杀 胡椒想了想没有拒绝 给了他一把小刀 龙灵儿激动地接过小刀 一蹦一跳地去了河边 拿着小刀龙灵儿就在河边开始放血 一双白嫩的小手精准地用小刀剖开麻雀腹 掏出内脏又细心把把骨和肉分离 一根根细的跟鱼刺一样的骨头 被剔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肉末 不一会儿 龙灵儿手里就多了一把没有骨头的肉 胡椒还没做完早饭呢 就见龙灵儿兴致冲冲地又跑了回来 娘亲我把鸟杀好了 这是肉肉给娘亲吃 胡椒整对人愣住 这是那只鸟 这一坨肉 怎么看都和那只小鸟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啊娘亲 虽然肉肉是少了点 但是灵儿以后会抓很大很大的猎物给娘亲吃的 胡椒嘴皮子抽了抽 捕猎是雄性做的事情 你是雌性不用捕猎的 文言龙灵儿期待的小表情顿时失落了 那雌性应该做什么 杀猎物吗 这个灵儿也可以的 胡椒总觉得小丫头对杀异常的兴奋 再看她扔在手心的肉顿时一击灵 该不会是血脉里的试杀野性被激发了吧 赶紧弯下腰开口 杀猎物其实也是可以让雄性来做的 像灵儿这么 她瞥了眼肉斟酌了一下用词 这么细心的雌性 可以做更厉害的事 比如说当个兽医什么的 龙灵儿呆呆地眨了眨眼 当兽医的话 可以把欺负娘亲的患兽人都弄死吗 对兽医 以后娘亲老了生病了 就可以找灵儿治病了 也不知龙灵儿听没听到最后这句话 总之她又振奋了起来 好娘亲 我要当兽医 龙灵儿宝贝地拿着小刀 娘亲这个东西可以送给我吗 一脸期待地仰头问道 胡椒看了眼 小刀没多想就答应了 只要你不伤到自己就行 还有别让部落里的兽人看见 得到了礼物 龙灵儿一脸兴奋 拿着小刀就去几个仔仔那里炫耀了 龙中不屑地撇了撇嘴 这么小的东西能有什么用 等我长大了 爪子比这个锋利多了 龙袖最是细心 灵儿 记得别让其他兽人看到这个东西 就在这时胡椒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 仔仔们回来吃早饭了 而这时龙墨也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早 你不是去不猎了吗 只见龙墨手上没有猎物 反倒是手上抱了一个石头做的罐子 胡椒正疑惑着 就见他把罐子递过来 你打开看看 胡椒这才接过罐子 往里面一看顿时惊讶的睁大眼睛 这是盐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盐 该不会洞穴里的盐是你 胡椒脑袋一片空白 满脑子想的都是偷了盐怎么办 这么一大罐子盐那是无价之宝了 龙墨居然这么毫无防备的就给他 洞穴里的盐的确花掉了 这是以前我用食物找组长换来的 一直放着没有用 这些盐虽然不多 你先拿着用 以后我会想办法弄到盐的 听着这话胡椒嘴角抽了抽 什么叫不多 这一大罐子还是金盐 简直不要太多好吗 不用不用 这些盐已经很多了 你不用再为盐的事情操心了真的 龙墨却只当他是在宽慰自己 他虽然不吃盐 但也以前在部落里却见过 这点盐根本不算什么 没想到他变好之后竟然如此贴心 他更不能让他受委屈了 看看什么叫男人的自我攻略 胡椒珍惜地将盐拿进屋 这可是大反派亲手给他的盐 得好好保存 放好了盐 胡椒就拉着龙墨吃早饭 吃完后龙墨就出去不练 家里的木头烧得差不多了 他种的萝卜和油菜也都发芽出苗了 部落南边的地里面土豆也在茁壮成长 除了盐的问题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只是胡椒看了眼院子里一烧就空的木头 木头烧得太快 看来还得想办法烧制一些木炭 正当他出门准备找组长商量时 不远处突然走来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不愁了报仇了 嚣张的陆母一家终于得到报应了 就在刚刚胡椒收好了盐 随后找到族长说了木炭的事 族长一口硬撑下来 立刻吩咐族人去准备 当天夜里胡椒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有一个巨大的湖泊 湖泊上结满无数的盐花 这些要是能带回部落 以后就不愁没有盐吃了 胡椒高兴完一脸迷茫地看向四周 远处一轮今日缓缓从红霞中攀升 那是东边 胡椒呢喃了一句 忽然听到东边悲切的龙啸和呼鸣声 他正想上前看看发生了什么 下一刻眼前的画面突然破碎 等他再次醒来早已天亮 想起先前几次的预知梦 他打算做完早饭后找族长商量 怎料他还没出发 族长倒是带着一群兽人亲自来找他了 原来是已经找到盐果 但是数量稀少根本不够 没关系族长 我知道哪里能找到足够多的盐 此话一出 所有兽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娇娇你说的地方是哪里 胡椒想起梦里的龙啸湖明 是在太阳升起的方向 如果那是部落的位置的话 西边有一个很大的湖泊 那里长满了盐的结晶 模样像花可以当作盐来使用 族长兴奋的嘴唇都在发动 这件事要是成了部落就有救了 这是一道弱弱的声音传来 族长仅凭一句话就要去找盐花 会不会太草率了 原来是小绿茶黄月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担心路上的兽人受伤 路母满脸怨恨跳出来 他说的对 要是出事了你负责吗 再说哪有盐能长出花的 说不定就是胡椒胡舟的 见路母站出来 黄月嘴唇暗暗勾起 又悄无声息地退进兽人群中 凭什么要听胡椒的话 自从他开始被兽神托梦 部落就接二连三地发生灾难 我看他根本不是复兴是灾心 文言胡椒谋色冷了下来 我若是灾心 第一个就要你滚出部落 路母被胡椒的灵力眼神吓到倒退 这家伙不是最胆小怕事 怎么敢当着大家的面反驳他 随后反应过来 羞愤地指着胡椒的鼻子 你们听见没有 这个恶毒磁性要把我赶出部落 他就是灾心 够了 你要是在这里闹事 就和路翠翠一样离开部落 听到这话路母顿时耸了 只能不满地瞪了眼胡椒 既然路大娘提出来了 我就在这和大家明说了 取言我只是提供方法 无论路上发生什么吃了言身体好坏 都是大家自愿的 要是都怪罪于我 以后有什么事我也不会和组长说了 众兽一听连忙摆手 纷纷表示都愿意自己承担 下午 组长就挑选了八个兽人 前往西边寻找烟花 胡椒则是回空间 准备烧煤炭的材料 与此同时 龙钟和龙袖提着石筒来到河边 他们今天还要抓鱼 正巧路名的弟弟路犁带着朋友出现 今天怎么只有你们两个杂主 一个瞎子一个丑八怪 也想来河边抓鱼 别是来这里喂鱼的吧 路犁的话一出 其他幼崽纷纷捧肤大笑 路犁 有本事你一会儿不要哭着喊着叫爹娘 听到这话路犁更是哈哈大笑 丑八怪你还敢威胁我 看来是之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路犁一边大笑着一边摩拳擦掌 就在这时休的一声 一个小石子精准地打中了他的脑袋 谁干的 快滚出来 术后龙明儿兴奋挥舞着小手 龙玉笑了笑 瞄准又是清脆的几声响 几个幼崽又痛得嗷嗷直叫 路犁从疼痛中缓过来 你们敢打我 我要打死你们这些杂种 路犁话音刚落 漫天石头却飞了过来 顿时把他砸得栽了个跟头 啪哒啪哒滚到了河里去 幼崽们哪里见过这等场面 闹着脑袋一会就全跑光了 而路犁好不容易忍着疼痛爬上岸 一抬头就看见龙中凶狠的眼神 丑八怪给我让开 小心我打死你 龙中刺牙露出一个很利的笑 然后一手按住路犁脑袋按进水中 龙秀听到声音淡淡提醒 老三别把他弄死了 会给他和爹爹惹麻烦的 放心吧二哥我心里有数 不会弄死他的 只是让他多喝点水 毕竟以前每次路犁欺负他们 都是这样干的 这次一定要狠狠报仇 见路犁一连喝了十几次水后 龙灵儿有些心疼了 三个你让他上来吧 等下来人了就没时间了 该轮到我报仇了 龙中这才松手 路犁猛的从河里抬起头 拼了命的往岸上爬 谁知刚一上岸 就看到一个笑容甜美的小慈性 站在旁边 手里还拿着一个 闪着寒光的锋利物品 你要做什么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 路犁心中一惊正要起身逃跑 下一刻被四个崽崽 按住了他的手脚 只能惊恐地看着 缓缓蹲下身子的龙灵儿 当路犁收到消息来到河边时 就看路犁在地上 痛苦地发出惨叫声 你们这群杂种 快把路犁放开 今天我要打死你们 这些害人的小杂种 说着抓住没来的逃跑的龙瑶 等我扒了他的皮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随后捡起地上锋利的石头 狠狠往龙瑶身上砸去 胡椒赶来时正好看到这一命 住手 你敢动我仔仔试一试 我就动他怎么了 一条废物不能化形的龙而已 还不如一只臭虫 我今天就要扒了他的皮 挂在我家门口 话未说完 胡椒一只手化作尖锐的长爪 狠狠向路犁抓住龙瑶的手一抓 路犁疼得尖叫出声 龙瑶也趁机逃出躲进胡椒怀里 瑶儿你没事吧 小家伙眼貌惊心 但还是晕乎乎地摇了摇小脑袋 看见胡椒出现 四个仔仔纷纷跑了过来 提起来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龙瑶儿睁大眼睛 指着胡椒还在滴血的爪子 娘亲你的手 胡椒抬起双手 这才发现她不知不觉 竟然瘦化了爪子 娘亲没事 照顾好姚二 她叮嘱了一句转身看向路母 这边动静闹得大 很快河边就聚集来了不少兽人 路母只觉得十分丢脸 你个小剑蹄子 你敢打我 她话还没说完 胡椒就大不上前甩了她一巴掌 我今天打的就是你 你想把我宰宰的皮 我还打不得你了 路母捂着脸瞪大眼睛 小剑蹄子竟然敢打她 她还没说话 胡椒反手又甩了一巴掌 为老不尊 仗着自己脸皮后就欺负又宰 我已经想打你很久了 说话间胡椒又连甩了十几巴掌 直到她的手都打痛了才贪贪停下来 你再敢动我宰宰一次 我就打你一次 这次是用手 下次也许是木棍骨刀 打到你认错为止 胡椒语气低沉很烂 威慑的气势仿佛无数刀刃 刮在路母身上 路母一时只觉得被扼住了命脉 吓得一哆嗦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四周的兽人看到这么样 纷纷吃笑出声 以前路母撒泼时可没少趁机动手 如今众兽只觉得这是她的暴力 路母被吓得尖叫 那几个小杂种把我的宰害成这个样子 我把她的皮财是便宜她了 你凭什么打我 不过是宰宰之间的小打小闹 她又没死 你凭什么对我的宰宰动手 路母正要张口反驳 猛的发觉这话怎么有点熟悉 四周的兽人却是听出来了 之前路里害得龙铃儿被毒蛇咬了后 路母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家五个宰宰那么乖巧懂事 在路里面前只有被欺负的分 怎么可能把她弄成这样 胡椒说着看向四周的兽人 你见到了 还是有人看见了吗 兽人们纷纷摇头摆手 他们可没打算帮路母这个坏词性 路母听到胡椒的话顿时火冒三丈 不过是几个杂种我想打就打了 我不仅要打 我还要打死这几个小杂种 他们就是该死 路母骂着 爬起来张牙舞爪的扑向五个宰宰 路里在后面叫嚣着 对娘 打死他们 听到两人的话胡椒脸色一冷 抬脚扮向路母 趁他摔倒之际 抓起一把泥土往他嘴里塞 我不想对幼崽动手 但你要再敢欺负我的宰宰 我就先让路里没了娘 再让他没了点 说话间 尖锐的利爪已经刺破路母的皮肤 见此路母立马就慌了 我不敢了 你快放了我 胡椒却丝毫没有要放开他的意思 一只手抽出他随身戴上的锋利骨刀 抬手直接扎进了路母的手背 路母杀猪式的惨叫声袭来 顿时疼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是给你的教训 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对我的宰宰动手 这把骨刀就是扎进你的心脏 路母一边惨叫一边求饶 她是真的怕了这个风辞性 娘亲 龙灵儿这时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我知道错了娘亲 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 龙玉握紧拳头 是我让他们这样做的 你要怪就怪我 他们本来只想教训一下路里就走的 没想到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胡椒抬手揉了揉几个宰宰的脑袋 你们没有做错 受欺负了就应该打回去 只不过你们还小 以后要注意安全 别再让坏人抓到你们了 龙灵儿红着眼矿子满心愧疚 娘亲对不起 傻宰宰跟娘亲说什么对不起 以后被欺负了 第一时间就告诉娘亲 说着胡椒牵着宰宰的手准备回家 就在这时兽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一个身材干比的雄性扑向路母 陆府满脸惊慌 紧张地跪在地上去扶路母 爹是胡椒做的 是胡椒把娘打成这样的 陆府听到这话看了眼受伤的陆母 想起他以前经常骂自己废物没用 现在胡椒身边没有雄性 不正是他展现自己的好机会吗 宰他娘你别怕 我这就帮你报仇 想到这里陆府气势汹汹冲着胡椒怒骂 胡椒你给我站住 打了我的伴侣你还想走 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你 说完陆府换成兽形直直冲向胡椒 胡椒听到声音回头 只见一条遮天般巨大威猛的黑龙呼啸而过 梅花鹿瞬间被撞飞出去 看到那熟悉的身影胡椒明显愣住了 龙墨 龙灵儿眼里满是兴奋和崇拜 爹爹你好厉害 标的一下就把那两个坏蛋撞飞了 另外四个仔仔看到龙墨倒来齐齐松了口气 虽然爹爹脸又臭说话又难听 但这种时候还是能发挥点作用的 龙墨化作人形靠近胡椒 你要是吓到了 可以 还没说完就被远处的怒骂声打断 蠢祸你抓到我的头发了 爹娘你们没事吧 胡椒冷冷地看着两人姿势齐果 可龙墨却误解了他的表情 他今天一定吓坏了 这么看着他们肯定是怕他们又会过来打他 龙墨眸色阴冷了下来 英智的目光看向两人盘算着什么 闹剧落幕众兽纷纷散去 龙墨手里拎着一个小号的石头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胡椒看了眼深侧沉默寡言的雄心 龙墨 刚刚谢谢你啊 龙墨紧拧着唇 面上波澜不惊 牙齿却紧张地咬到了舌头 顿时疼得额头轻轻爆起 见他脸色怪异 胡椒忍不住关心 你怎么脸色有点难看 是不是今天太累了 龙墨脸色更难看了 没有 见他这么说胡椒也不好追问 只是看着龙墨两手空空有些疑惑 你不是去捕猎了吗 猎物呢 龙墨脚步一顿 终于想到自己忘了什么 我去找 龙墨放下石头转身就往外走 胡椒还没说话呢 就见龙墨已经变成龙身飞离了院子 部落里 猴小跳不猎回来时看到龙墨的猎物 立刻找了几个兽人一块帮忙送回去 刚走没多远就看见黑龙快速飞来 龙墨这里 你的猎物和石头在这里 正飞行的龙墨低头看了眼猴小跳 速度却丝毫没有减缓 猴小跳见黑龙看向自己加快速度飞过来 憨厚的黑黑一笑 不用客气 我们就是顺手帮你拿回来 不用专门道歉 话音刚落 黑龙就沿着他的头顶擦过 猴小跳的声音戛然而止 想尖叫却因为对方速度太快 都没来得及叫出声 下一刻黑龙已经飞远了 叹了口气 看向另外几个同样被惊呆了的兽人 算了还是送去他家吧 兴许他有别的急事呢 部落里的兽人如今对胡椒两人印象大为感官 帮忙搬点东西这种小事是不介意的 胡椒正准备给宰宰们做点好吃的 就看到猴小跳带着几个兽人过来了 这是龙墨的猎物 我们帮他送过来 谢谢你们啊 对了刚刚龙墨也出去找了 你们没碰到他吗 看是看见了 不过龙墨他好像有急事没理我们 胡椒有些胡椅 这么晚他还有什么急事要做的 另一边 陆父陆母满身狼狈的带着陆离回到家 突然轰隆一声 一头黑龙碰的落地 几人顿时吓得从地上弹起来 龙墨你又来做什么 黑龙一脸阴沉 红色兽童凑近两人 就是这两个家伙今天欺负了他 你想杀我们 我们要是死了 组长一定会把你们一家都赶出部落 黑龙重重哼出一道鼻息 直接将两人掀翻在地 这个猪一样的雌性说的有道理 他在森林里住的粗糙点没事 可不能让他去森林里受苦 随后化作人形 一拳头猛地砸在陆母的鼻梁上 陆父刚爬起来要去扶陆母 也被一拳头砸中了眼睛 你说的对不能杀了你 那就留一口气好了 话音刚落 龙墨的拳头如雨一般垂在两人身上 我龙墨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不怕死 今天你们欺负我的伴侣 我替他还回来 你们若是不服随时找我决斗 但你们要是在找他的麻烦 我见你们一次打一次 陆母歪着嘴巴哆嗦地解释 我们没有欺负胡椒啊 龙墨脸瞬间一冷 不同意 看来是打得不够 陆母抱着脑袋连忙点头 同意 同意 我明白了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他面前了 龙墨这才收回手 刚转身准备离开 却被眼前一幕吓了一跳